姓名 傅川 年龄 17岁 看着眼前正在做笔录的警察叔叔 傅川意识到自己重生回17岁那一天 被血脉相连的大姐亲手送进了派出所 起因是傅川跟假弟弟傅子琛的争吵 傅川是傅家真少爷 从小被弄丢到两年前元旦才被找回去 傅子琛是傅家丢失了傅川之后收养的代替品 但在七个姐姐心中比他们的姓名更加重要 上辈子傅川跟假弟弟傅子琛一起出了车祸 两个人都是B型血 刚好医院血库不足 姐姐们直截了当将剩余的血都给了傅子琛 为傅子琛献血 嘘寒问暖 理由是傅子琛身患绝症 比傅川更需要爱护根拯救 傅川一个正常人 多抗一下 肯定没问题的 于是 作为亲弟弟的傅川被丢在一边 无人问津 等B型血库送来的时候 傅川已经在ICU里离开了人世 报警人称你 企图对傅子琛进行暴力行为 有这回事吗 没有 鉴于傅川认错态度良好 加上这事太小 若不是关乎傅家 警察才懒得插手这件事 就放傅川出了警察局 用警车护送傅川回家 傅川刚一进门 傅琳儿双手还凶 高高在上 知道错了吗 大姐姐 您消消气 这件事都是子琛的错 是子琛不小心弄坏了哥哥的东西 可嗨嗨 16岁的傅子琛 手足无措 白皙的皮肤 偏女性化的长相 虚弱的语气 眼眶红润 隐隐有泪珠闪烁 手里拿着一个破碎的相框 看得那叫一个我见油帘 傅琳儿看着傅子琛无比委屈的样子 心都疼坏了 赶紧开口 子琛弟弟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傅川作为哥哥 你不过就是弄坏个相框而已 至于这么大发雷霆 他明明知道 你身体不好 对不起 傅川忽然开口道歉 我不该为了这件事 跟子琛弟弟生气 这个相框 本来没有一点意义 对不起大姐 对不起子琛弟弟 傅川的声音无比平静 跟刚才据理力争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傅琳儿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来在派出所 被警察叔叔好好教育一番 这家伙怕了 你知道 错了就好 回去房间好好反省 还有那幅 山水练春图 当作你对子琛弟弟的补偿 送给子琛弟弟了 山水练春图 傅川看向了傅子琛 若有所思 上辈子 傅川在派出所认罪 回到傅家 被傅琳儿冷嘲热讽 傅子琛没有要这幅画 傅家人愿意送给傅川的东西 能是什么好货 比不上傅子琛拥有的万分之一 傅子琛自然看不上 巧的是这幅画 在原作者死后 突然间被炒得势值飙升 当初傅家 随意送给傅川 应付用的东西 变成了香饱饱 傅子琛接到了傅川的目光 低下了头 掩盖毛子中一抹贪婪之色 子琛弟弟想要 就赔给他吧 傅家的东西 这辈子傅川不会要 也不谢要了 还有一件事 傅琳儿抿了抿唇 关于你跟秦简的婚约 子琛弟弟想通了 他会带你受支 你解脱了 婚约 这下傅川百分之百确定了 秦简是秦家千金 从小养尊处优 三年前秦氏集团 遇上了瓶颈发展 越来越差 远远比不上傅氏集团 秦家跟傅家 从爷爷被开始就交好 更在这一代定下的娃娃青 傅川被偷走生死未捕 娃娃青一事 就落在了收养的 弟弟傅子琛头上 傅子琛哪里看得上 衰落的秦氏集团 找回傅川后 便打算将娃娃青 重新推给傅川 这件事 按照现在的时间线 还没告诉给秦家 傅子琛身患绝症一事 也是在傅子琛 13岁那年查出来的 秦家面色难堪 想取消傅子琛 跟秦简的婚约无异 于是彻底得罪傅家 对于如今的秦氏集团 是雪上加霜 怕影响两家关系 不敢主动开口 傅川对秦简 没有男女之情 甚至厌恶秦简 秦简太小姐脾气 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 傅川为了讨好家人 只得硬着头皮忍受 秦家知道 傅川在傅家不受宠 总比将女儿嫁给身患绝症的 傅子琛强得多 欢天喜地地答应下来 傅子琛之所以 重新将娃娃青抢回去 因为后面秦氏集团盘活了 比傅氏集团 还要更上一层 殊不知里面 是有傅川的功劳 傅子琛即便重生 单纯将婚事 作品抓住机遇 即便傅氏集团 会帮着秦氏集团 也不可能再有上辈子的荣光 傅川表面没有露出破绽 谢谢子琛弟弟 没事我就先上楼了 傅子琛愣了一下 低着头 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 滴滴答答的坠落 怎么办 大姐姐 傅川哥哥一定是生气了 傅川再不识好歹 我继续送他去警察局 子琛弟弟 你为了傅川都愿意接下婚约 娶一个你不爱的女人 他还敢不领情 你也不要在意这破烂相框了 傅琳儿从傅子琛手里 拿过破碎的相框 待看清照片的时候 眸光闪过一抹一色 这是傅川刚被傅家找回来 一起拍的全家福 在C位的傅川 跟傅子琛牵着手 笑得无比幸福 灿烂 不过就是一张全家福而已 傅川作为哥哥 一点担当都没有 傅子琛身患绝症 禁得起傅川这么凶吗 万一下出个 好歹怎么办 傅琳儿开始后悔 将傅川找回来了 即便有着血缘关系 傅川终归不是 在身边一起长大 接受傅家的教育 只怕别有用心 是为了傅家的财产而来 得防着他 相反 得了绝症 医生判断 活不过三十岁的傅子琛 太可怜 太让人联系了 傅琳儿没有察觉到傅子琛 嘴角窃喜的笑容 上辈子虽然姐姐们 及时献血给傅子琛 傅子琛还是没抗住 慢傅川几天去世 等傅子琛再次睁眼 发现他重生到了今天 上辈子 傅川走了狗屎运 傅子琛看不上的礼物 后面势值飙升 傅子琛看不上的女人 后面变成了富贵花 傅川啊傅川 这辈子我重生了 你更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这些本来属于我的东西 该拿回来了 傅川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 仔细梳理着前后阴望 如今傅川正上高三 再过一年 就是高考的日子了 傅川心里 不想再讨好傅家人 既然他们都不拿傅川当家人 傅川也不要他们 上辈子活得像是一条狗 已经够傻够蠢了 这辈子傅川只想为了自个儿 为了虔诚而活 等考上了大学 就跟傅家断绝关系 离开傅家吧 傅川暗暗下定了决心 就一年时间了 一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在傅家活着 傅川想着如何摆烂就行 考上心仪的大学 跟专业 藏好足够的钱 等上了大学 傅川就能够靠奖学金 跟打工养活自个儿了 至于同样重生的傅子琛 得防着他点 不知不觉 傅川睡着了 砰砰砰 房门被疯狂捶着 傅川被吵醒了 起身打开房门 见到是二姐傅心灵 怒气冲冲的面容 傅川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骂子称弟弟 傅川听了后 简直想笑 弟弟 是啊 傅子称是弟弟 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在傅家活的比 傅川更像是真少爷 跟傅家人有着血缘关系 是傅琳儿 他们亲弟弟的傅川 却显得格格不入 对傅川直呼其名 对傅子称就是 子称弟弟 所谓的血缘关系 终究是比不上 多年长情的陪伴 别问 就是傅子称得了绝症 医生说 活不过三十岁 身子鼓落 需要忍让 那么 找傅川回来 做什么 搞笑吗 第二章 重生后的傅子称 还是一样绿茶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对子称弟弟 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就一点悔改之心 都没有吗 你明明知道 子称弟弟身患绝症 傅心灵直觉眼前的傅川 似乎有点不一样了 傅川以前刚回到傅家的时候 虽然怯生生的 但对他们七个姐姐 是百般讨好 对傅子称这个弟弟 亦是视若己出 知道傅子称得了绝症后 更是拼命对他好 他们七个姐姐私底下商量 总觉得傅川别有用心 他是乡下孤儿院长大 受得低等教育 指不定学了什么 不三不四的坏习惯 手脚不干净 要不是爸妈执意 将傅川找回来 他们反对无效 才不想傅川回到傅家呢 万一傅子称觉得 他们找回傅川 是想要代替他 这个身患绝症的假弟弟 导致傅子称病情加重怎么办 傅川越是讨好他们这些姐姐 他们想到傅子称的绝症 越觉得傅川憋着一肚子坏水 今日傅川果然按捺不住 暴露本性了 对不起 二姐 我已经跟大姐 还有子称弟弟道过歉了 傅川淡淡开口 没有了往日的感情 犹如对待一个陌生人 没想到傅川的道歉态度 如此良好 这下傅心灵想要为傅子称出气 都没有理由了 尽管很想要给傅川一巴掌 让傅川认清楚 他在傅家的地位 跟傅子称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傅川就是个外来者 奈何傅心灵 是有教养的傅家二千金 不能够做这么有损体面的事情 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下去吃饭了 傅心灵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傅川 转身下楼 空气之中 似乎有傅川淡漠的声音 飘了过来 不会再有下次了 在傅川心中 傅家人已经不重要了 彻彻底底没有意义了 谁会为了不重要的人 而喜怒哀乐呢 傅心灵心头一跳 猛地回头看向傅川 见傅川低着头乖乖地跟了上来 傅心灵嘟囔了一声 奇怪 刚才傅川是说了什么 还是傅心灵幻听了 等傅川跟傅心灵下了楼 傅子琛立马走上前来 小心翼翼地将相框 拿到了傅川的面前 傅川哥哥 真的很对不起 是子琛不小心打坏了你的相框 子琛已经尽力修复好了 还给你 求求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子琛真的很害怕 可嗨嗨 子琛弟弟 你干嘛亲自修复相框 你不知道你身体不好 需要多加休息吗 傅心灵心疼地开口 同时更加讨厌傅川了 傅子琛用力摇了摇头 二姐姐 没事的 这是我的错 我应该承担 绿茶表 傅川大脑浮现出三个字 不由感慨一句 原来男人查起来 真的没有女人的事啊 或许傅子琛内心 从来没有将傅川放在眼里 傅子琛只需要扮下可怜 傅家人会前仆后继地为他出气 甚至将他们的亲儿子 亲弟弟 送进派出所 打算送给傅川的礼物 给傅川安排的娃娃亲 傅子琛能轻而易举地抢走 这事传出去 多匪一所思 偏偏发生在傅川的身上 一件看似平凡无奇的小事 被姐姐们渲染敌 傅川是大魔王 傅子琛是小羔羊 傅川要一口将傅子琛 给生吞活泼了 要害得傅子琛的绝症发作了 让傅川认清了这辈子 他都不可能 作为姐姐们的亲弟弟 好 傅川收下了相框 保持着跟傅子琛 不远不近的距离 傅心灵眉头狠狠一皱 子琛弟弟 特意为你修复个破烂相框 你就这副死样 傅川 别忘了 你是做哥哥的 你别忘了 子琛弟弟身体不好 万一弄出个好歹来怎么办 二姐姐 你不要这样 傅子琛柔柔弱弱地开口 谢谢子琛弟弟 傅川将相框放在了一边 低着头 哼 傅心灵冷冷哼了一声 要不是傅子琛开口为傅川求情 他才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傅川 上了饭桌 今天回傅家吃饭的 只有作为公司总裁的大姐傅琳儿 律师二姐傅心灵 以及正在上高三的傅川 高二的傅子琛 傅川低着头 一口一口地吃着饭 全当个百烂透明人 不多说 不多做 就不会出错 傅琳儿跟傅心灵说着 公司的事情 爸妈现在出国 忙着海外业务 公司大全 都由傅琳儿这个大姐 兼总裁支撑着 看着傅川 什么都不理会的模样 傅心灵又不爽了 现在还一副 受害者的样子 真是看不过眼 于是 傅心灵故意问道 子琛弟弟 最近在学校成绩如何 玩得开心吗 子琛很开心 二姐姐 这次子琛拿到了 全年级第一哦 傅子琛绽放了笑容 雀跃地开口 哇 真厉害啊 子琛弟弟 这下二姐姐 可得给你一个大红包 傅心灵宠溺地 摸了摸傅子琛的头 得意地瞥了一眼傅川 这就是傅川 跟傅子琛的差距 傅川成绩平平 之所以能够 跟傅子琛 一起上济世最好的高中 不就是傅川画画厉害 上的特长班 依靠的傅家 人脉关系网 不像是傅子琛 是靠自身实力考上的示意中 如此对比 谁能不偏爱乖巧懂事 知根知底 又聪明努力的傅子琛呢 结果傅川 没有一点反应 他依旧低着头 吃着饭 饭快吃完了 傅川 子琛弟弟这么优秀 你作为哥哥 就不敢好好夸奖 一下子琛弟弟呢 傅琛灵见不得傅川 这么漠视自个儿 故意恶心傅川 人就是很奇怪的生物 之前傅川 对傅琛灵百般讨好 傅琛灵觉得 傅川别有用心 怒声警告 傅川别过来 跟傅琛灵攀关系 傅琛灵 是不可能承认 傅川这个亲弟弟的 结果 傅川现在 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安静 乖巧 不惹事 不讨好傅琛 傅琛灵反而觉得 心里别扭 像是少了一块 傅琛灵才不会承认 心里头犯贱 只是傅川这一副傅家人 欠了他什么似的 让傅琛灵颇为不爽 连傅子琛 都若有所思地看着傅川 这跟上辈子的傅川不一样 怎么回事 傅琳儿眉头 不留痕迹的一皱 却没有开口说什么 二姐姐 你不要这样 傅川哥哥也很厉害啊 能够靠画画魄力 让是一中收傅川哥哥 进高三特长版 画画再怎么厉害 彼得上得知体育美全发展吗 你说是吧 傅川 傅琛灵眼睛定格在傅川的身上 就是想要看到 傅川难堪的表情 让傅川知道他压根没有资格 再附加白脸色 子琛弟弟很厉害 我吃饱了 先回房间了 傅川顺着傅琛灵的意思 夸了傅子琛 将碗筷摆好 起身回去房间 傅琛灵这一拳像是 打在了棉花身上 软绵绵的 别提多难受了 气到今天晚饭 都吃不下了 二妹 你今天是怎么了 傅琳灵明显 看出了傅琛灵精神状态 不像是平时那般冷静 还不是傅川害的 要不是 他摆着一张臭脸 我哪里会那么生气啊 明明都是他的错 这一下搞得 像是我们全家人欠他的 他凭什么呀 傅琛灵止不住口吐槽道 傅川已经被警察教育过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难道想要子琛弟弟 继续为难吗 傅琛灵冷声开口 傅琛灵一顿 看了一眼傅子琛 委屈巴巴的样子 不敢开口了 心里头 暗暗将这笔账记在了傅川的头上 啊啊 气死了 吃完饭后 傅琳灵看到 被傅川随手放在一边的相框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拿起相框 就冲到了傅川的房间门口 用力敲门 像是要宣泄心中的不满 房门打开 露出傅川那张帅气的面容 有事吗 子琛弟弟特意为你修好的相框 你为什么不拿上来 反而随便放在一边 你今天是故意兄子琛弟弟的吧 明明这个相框 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忘了 傅川不理会傅心灵 伸手就要拿回相框 傅川 好啊 你这是不打不自招 你今天就是故意 针对子琛弟弟的 你活该进警察局 就该把你关进牢里几天 好好教育教育 第三章 你收拾干净 丢垃圾桶吧 傅心灵生气的 将相框砸到了地上 玻璃破碎 滑烂了相片上 傅川那张绽放笑容的脸 傅心灵这才看清了相框的照片 因为傅子琛受了傅川的气 傅心灵太愤怒了 都没有认真看过相框的照片 待看清了照片后 傅心灵有点慌了 在傅川心中 他们这些家人何等重要 不然怎么可能费尽心思地讨好 卑微求全呢 这是傅家人跟傅川 唯一合照的全家福 说是傅川重要的宝物 不为过 现在这张全家福 还被傅心灵毁了 傅心灵绞尽脑汁 刚想要解释什么 这是你摔坏的 你收拾干净丢垃圾桶吧 我功课还没做完 明天要上学呢 傅川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飞 徒留傅心灵 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外面 傅川 竟然一点都不关心 明明这是全家福 是傅川唯一的全家福 傅川 好像真的变了 意识到这个可能性 傅心灵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头觉得 有点堵得慌 一日 傅川准时起床 下来吃早饭 傅林儿有失地提前去公司 没有留下来 就傅心灵 傅川 傅子琛一起吃早饭 傅心灵跟傅子琛起得最早 傅心灵正对着傅子琛 嘘寒问暖呢 见傅川走了过来 想到 昨天晚上傅心灵打碎了全家福 傅川一副 无所谓的模样 心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再次浮现 傅川对傅心灵 跟傅子琛打了一声招呼 便找了个角落 坐着吃早餐 刻意跟傅心灵 和傅子琛 拉开了距离 傅子琛见状 将这一切归根于蝴蝶效应 傅子琛重生了 导致傅川的人格 潜移默化的改变 不再讨好傅家人 傅子琛 没有将傅川往重生方面想 不然傅川哪里会将 山水炼春图 跟秦简的婚约拱手相让 挺好的 本属于傅子琛的东西 他都抢回来了 这辈子傅子琛 对秦简好点 等秦氏集团发达了 傅子琛 就是彻彻底底的人生赢家 傅川死都不可能 超越的存在 傅家真少眼 留着傅家的血如何 还不是被傅子琛踩在脚下 被傅家人捧在手心里的人 是傅子琛 不是傅川 就算傅子琛活不了多长时间 也不会让傅川好过 傅心灵捏了一块面包塞进嘴里 现在傅川完全变了 让傅心灵捉摸不透 以前一看就是别有用心 讨好他们的臭弟弟 现在却安静得可怕 好像在傅川的世界里 他们这些家人 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子琛弟弟 这个好吃 多喝点牛奶 对身体好 吃个鸡蛋 补充营养 就要上高三了 得多注意身体哦 傅心灵肺尽心思对傅子称好 换不回傅川一个眼神 我吃饱了 收拾东西傅川便拿起书包离开 傅心灵嘴角一抽 突然开口 傅川 昨天的东西我丢到垃圾桶了 傅心灵自然指的是全家福 以前发到傅川手上的时候 傅川满心欢喜 还特意找了个相框装表起来 放到了房间最显眼的位置 傅心灵有一次去傅川的房间 看到傅川对着全家福一脸傻笑的样子 不由得一阵恶心 要说全家福是傅川的宝贝 确实不假 丢了就丢了吧 傅川无比冷漠地开口 静止消失在了傅心灵的视线之中 傅心灵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二姐姐 昨天什么动线 傅子称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傅心灵赶紧拿起牛奶喝了几口 掩饰内心那些古怪的情绪 对了 子称弟弟 你不是一直想跟傅川上学吗 他怎么可以不等你 二姐姐 我还没吃完呢 没事的 我一个人懂得怎么去一中 嗨嗨 你又咳嗽了 等会儿家庭医生来了 让他好好帮你看看 傅子称愧疚地低下头 对不起 二姐姐 我的身体太弱了 总是让你们担心 傻孩子 你是我们的弟弟 我们做姐姐的不关心你 关心谁呢 傅子称幸福地 扑入了傅心灵的怀中 顺势提出了 想要跟勤俭见面 好好培养感情的要求 傅子称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取消婚约就是自私的 让傅川跟一个 他根本不爱的女人结婚 傅川之前过得够苦了 就让傅子称承受这一切吧 在傅子称活着的时候 想要给勤俭多一点 陪伴跟快乐 可把傅心灵感动得快哭了 我会安排你们见面 子称弟弟 你要实在不喜欢勤俭 不要委屈自己 知道吗 要不是傅子称身患绝症 找不到真心的恋爱对象 傅心灵才舍不得 让傅子称履行婚约 以前的秦家就算了 现在秦家连傅家一根毛 都比不上 太委屈傅子称了 傅川赶上了公交车 找了个位置坐下 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 傅川深深吸了一口气 活着 真好 自私地活着 只想着自己 放弃那些 不切实际的人根幻想 原来人生 远远比傅川想象的 还要广阔 光明 下一站的时候 上来了一道歉里的身影 穿着的是 既是一中的校服 戴着耳机 拿着一本纸致小说 国产校服丑的五花八门 偏偏有人 颜值逆天 能穿出美感 马尾用红色丝带绑着 女孩清冷的模样 身上透着淡淡的香味 以及一双包裹在校服短裙的眉腿 足以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傅川定睛一看 是一中校花沈淑堂 他们这些高三生 都叫沈淑堂学姐 因为沈淑堂 是复读的高四生 沈淑堂是出了名的网络作家 笔名 《橙子你爱不完》的小说 发布在《番茄小说》 关键沈淑堂才17岁 跟傅川同岁 所取得的成就 已经是天壤之别 同时沈淑堂的成绩十分优秀 当初高考跟作家版权开发会 产生了冲突 沈淑堂选择去参加版权开发会 弃了高考 带来的收益足够沈淑堂 成为全职作家 然而沈淑堂选择复读高四 再展高考 上辈子傅川满心都想着 怎么讨好七个姐姐 这辈子竟然没发现 沈淑堂跟傅川坐同一辆 765公交车 也是 以前傅川故意等傅子琛一起上学 结果傅子琛去学校 是由司机接送 傅川是坐公交车 美其名曰要锻炼傅川 因为傅川是傅家真少爷 当时傅川就这么傻乎乎 相信了他们的话语 以为这是姐姐们给傅川的试炼 结果 偏心就是偏心 说的还那么冠冕堂皇 这就是跟傅川 有着血脉关系的家人 傅川懒得去关注沈淑堂 像这样的天之娇女 跟傅川没有任何关系 她想着的是画画 上辈子人虽然活得蠢笨如猪 有一点好的 傅川的绘画技术 锻炼得更加精致 成熟 这一次傅川目标 就在济世最好的艺术学院 上辈子就差两分考进去 这辈子注定要圆了这个遗憾 傅川丝毫没有察觉到 沈书堂看着小说的余光 默默打量着傅川的侧眼 眼眸闪烁着别样的色彩 济世一中 傅川来到教室 坐在了靠窗的位置 济世一中的学生 大多非富即贵 从小到大 接受精英教育 有属于自个儿的小圈子 这一点再走高价的特长班 显得淋漓尽致 读高三的学生 都学会以利益为中心 什么对自己有用 什么对自己没用 划分得很透彻 姐姐们 不允许傅川 暴露她是傅家的真少爷 怕给同在济世一中的傅子琛 造成不必要的歧视跟困扰 理由千篇一律的是 傅子琛得了绝症 她受不了刺激云 傅川信了 真信了 如今她的身份是以高超的绘画天赋 强行插入特长班的普通人 无权无视 又被其他人造成了无形的竞争 容易被漠视 人哪 有时候还不如普通一点 至少能多一些欢声笑语 少一点勾心斗角 活在这种贵族家庭 从小就失去真心的生活 在傅川眼里 注定画不出富有感情的东西 只是一些没有灵魂的仿冒品 上完文化课 接下来就是专业课 傅川拿着工具 等着今天老师布置课题 班级里走进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王老师最近身体不舒服 我暂时来给大家带课 说话的人正是傅家老五 傅清清 穿着职业的OL装 戴着眼镜 男演傅清清绝美的容颜 眼镜之下 一双冷眸时不时透着寒芒 不容小觑 第四章 傅川不在意了 怎么可能 靠 太倒霉了吧 竟然遇上了傅老师 高三这段时间难过了 希望王老师快点 身体健康回来工作呀 按理说遇上这么一位绝美女老师 很多男同学 心里是窃喜的 可惜 没有 季氏义中是傅清清的母校 当年傅清清是出了名的学霸 高考已接近满分的成绩 考入了清华大学 研究生一毕业 就被校招回到了季氏义中工作 顺带攻读硕士 傅清清为人清冷 不尽人情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身份是傅氏集团五千金 无人胆敢招惹 被她上课 就像是坐牢 生怕犯错 太煎熬了 听着周围人的抱怨 傅川只是摇了摇头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么一位清冷不尽人情的女人 再碰到傅子称的问题 就会选择性地绕开 上辈子傅川跟傅子称 参加运动会 为了得到姐姐们的夸奖 傅川早起晚 睡得锻炼身体 拼了命地跑了个第一 原以为能得到姐姐们的真心 结果姐姐们 聚拢在傅子称的身边 说傅子称这次表现真棒 体质不好 还能跑得如此好的成绩 还说傅川太过功利性 为了跑个第一 各种暗地里努力 明明知道 傅子称身患绝症 坚强生活 傅川还抢傅子称的风头 是不是故意给傅子称难堪 这样的话语 就是从傅清清嘴巴里 说出来的 落入旁人耳中 简直是晴天霹雳 参加运动会 拿了个第一 没有表扬就算了 还批评傅川的努力 这算什么脸 这是什么家人 原来 在清冷的人心里 都会有偏爱的人 只是那个人 不是亲弟弟傅川 而是假弟弟傅子称 绝症不是免死金牌 傅川不是要从傅子称身上 抢走傅家人的关注跟宠爱 而是作为亲弟弟 要求多一点点的关注跟亲情 就这样 他们都不屑给 不愿意给 这样 傅川不要了 爱谁谁吧 傅清清看到了 低着头的傅川 眉头不留痕迹的一皱 可以的话 傅清清想要去傅子称的班级 亲手培养 带领着傅子称 度过最重要的高中岁月 医生说 傅子称活不过三十岁 傅清清 只想要在傅子称有限的人生 给他最大的幸福跟光明 傅清清之所以选择 来到剧世宜中成为一名教师 很大原因 就是为了傅子称 奈何学校安排傅清清 给生病的王老师代课 新的代课老师还没有找到 傅清清出身于豪门傅家 自小对艺术品有一定的鉴赏力 绘画一类的课程 更是上的滚瓜烂熟 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傅清清的性格 不容许他有私心 在需要他的时候临阵脱逃 只为了满足私欲 尽管这样傅清清 就得看到傅川 被傅川讨好 烦着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从傅清清走进教室后 傅川的眼神都没有一刻 停留在傅清清的身上 要是傅清清熟悉的傅川 肯定用着一副喜悦的眼神 盯着傅清清 怯生生地想着 在傅清清面前表现好 得到傅清清 这个无解的喜欢 殊不知这样 真的很功利性 很讨人厌 跟不争不抢 惹人同情的傅子称比起来 简直一个的一个天 现在的傅川 反而顺眼了一点 哼 想到傅川回到傅家的所作所为 欲情故纵罢了 傅清清布置了今天的课题 鲜花 学生们陆陆续续开展课题 丝毫不敢发出多余的声响 动作 怕给傅清清 留下不好的印象 傅川已经不在乎傅清清 怎么看待她了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绘画作品中 只不过一年 慢慢光阴 就是一瞬 便解脱了 只要心中不想 不念 不要 原来上辈子 对傅川比生命 还要重要的亲情 能够显得这么无关紧要 没有反馈的亲情 终归是一盘散沙 不用风吹 走两步路就散了 正当傅川全神贯注的时候 傅清清的眼神 落在了傅川的身上 说起来 傅清清还是第一次看 傅川画画的样子 傅川长得很帅气 17岁的少年 完美继承了傅家的基因 一米八八的身高 散落着刘海 白皙挺直的鼻子 认真的双眼 拿着画笔 颇有股艺术大师的风范 气质这种东西 必须从小培养 刻入骨子里 不然长大 就会显得刻意 画虎不成反类犬 奇怪的是 傅川孤儿院长大 却有这样的风范 真是得益于傅家的血脉 傅清清转移了视线 刻意不去看傅川 在傅清清的心里 对傅川 还是有着很大的芥蒂 忽然有人轻轻叫了起来 是风靡济世意中的校花 沈书堂 站在窗口 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 美眸静静地 看着教室内的学弟学妹们 伸手将一缕发丝缕到了耳后 露出白皙细腻的天鹅景 视线 若有若无定格在了傅川的身上 只是傅川沉浸在绘画中 没有在意沈书堂的视线 连傅清清都不在意了 傅川还能在意什么呢 无非是傅川这辈子的人生 跟前途 傅清清自然发现了这一点 从教室走出来 沈同学 有事吗 沈书堂的风光 傅清清自然听说过 更不用提沈书堂本身 学习成绩优异 校花级别的长相 透露着一股高冷的气质 对这样优秀有才华的学生 作为老师 难免心中多了几分偏爱 傅清清放慢了语调 尽量显得温柔 沈书堂点了点头 老师 我想 听了沈书堂的话后 傅清清惊地开口 你确定 以你的成绩 应该不缺乏漫画改编吧 沈书堂垂了垂毛子 他们的样图我不喜欢 傅清清心里 想着成熟漫画家的样图 都不喜欢 就这一群学生 难道还能入沈书堂的法眼 就算是济世宜中的特长生 这些孩子的绘画 太过青涩 远远比不上经过大学 社会磨练成熟的漫画家 还需要多加打磨 就像是刚刚出土的钻石 必须经过专家的切割 才能够绽放那里的璀璨 除非天生的才华 如一把利剑 能贯穿万古的叶 见沈书堂没有离开的意思 傅清清只能够开口 不要打扰到学生们就行 沈书堂是复读高四生不假 但学校见沈书堂成绩如此优异 还成为了当红小说家 破格给了沈书堂保送的资格 现在沈书堂上课 跟不上课没什么区别 有保送在 都不用参加高考了 专业课结束了 学生们陆陆续续 收拾好东西 离开 傅清清还得留下来 给每位学生的画作拍照 评分 老师再见 傅清清源以为傅川会 十分热落地上 前来跟他打招呼 正想着回家 怎么责怪傅川这个行为 太过出格 要是被别人发现傅川 对傅清清太过亲密 想到傅川是傅家的少爷 傅子称该怎么办 结果 混在人群中的傅川 招呼都不打一声 当做个隐形人离开 像是洞悉了傅清清 所有的想法 选择了最好的方式 诱惑者 傅清清从傅川的背影 感觉到了无比的疏远 傅川在刻意跟傅清清 划开界限距离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傅清清 你不要想多了 这一定是傅川 欲擒故纵的戏码 为的就是博取傅清清的同情心 傅清清 猛地甩了甩头 在检验学生的画作时 傅清清来到了傅川的画作面前 看到傅川作品的那一刻 傅清清不由地呆住了 傅川画的是一朵 含苞待放的莲花 寻常可见的题材 在傅川的画笔下 竟如此鲜活 富含生命力 像是亲眼所见 即便不需要傅清清 作为艺术家品鉴的能力 都能看得出来傅川这幅画完美无缺 挑不出一点毛病 这 怎么回事 傅川的绘画技术 原来那么厉害的吗 为什么 以前我从来没看出来过呢 第五章 那 学店 傅清清喃喃自语着 以前傅川的画作 傅清清有看过几眼 绝对没有像现在这样成熟 富含灵魂 这是天赋异禀的专业绘画师 才能做到的事情 傅川背着书包 打算去小卖部买个面包 配合学校提供的白开水 对付午餐 等傅川考上了 既是最好的艺术学院 就要跟傅家断绝关系 到时候要花钱的地方 太多太多了 这年头 艺术专业就是烧钱的 偏偏傅川只有这一技所长 热爱 天赋 愿信念不会辜负傅川这一生的 颠沛流离 傅川想好了 有机会时间去网上接点商单 帮别人画插图赚钱 提前做好准备 在傅家生活花费的金钱 傅川不想再跟傅家人有所牵扯 亏欠 存够钱了 就要还给他们 从此以后 傅川再也不是傅家人 他们两不相欠了 对于专业课 傅川有着绝对的自信 能够提前报考 纪式新卖艺术学院 通过教招 苦的是文化课 已经太久没碰了 很多知识点都忘了 得好好恶补一下才行 特长升考大学 虽然文化分要求不高 终归是有要求的 特别是纪式新卖艺术学院 这一年 要做的事情多了去了 轰隆 忽然间 乌云密布 淋淋沙沙的小雨落了下来 傅川没有带伞 还好已经买到了面包 躲在科学院楼下门口躲雨 傅川拿出水壶 顺便解决午餐 一口一口地嚼着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 闯入了傅川的视线 是沈书棠 戴着耳机 拿着本小说 挡在了头上 冲到了躲雨的地方 跟傅川面对面 现在 这里就傅川跟沈书棠两个人 视线对上了 傅川只得点了个头 学姐好 注意到沈书棠湿了身 衣服贴到了皮肤 女孩正在发育的身躯 已经有了傲人的轮廓 还有一双眉腿 细又长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失身诱惑呀 傅川暗暗感慨了一句 偏过眼神继续啃面包 顺带着拿出课本复习 免得让沈书棠觉得 傅川冒犯了 还好上辈子打下来的基础 没忘个精光 看着课本记下来的公式 傅川的记忆 或多或少有些复苏 上辈子高考试卷的题目 傅川还记得一点 只可惜 傅川重生改变了那么多 已经对未来产生了蝴蝶效应 不知道高考题 还会不会跟傅川上辈子 考得差不多呢 正当傅川苦思冥想的时候 沈书棠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 这跟沈书棠预料的不一样啊 明明沈书棠想着傅川 主动跟他打招呼 沈书棠在提起 见傅川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人见到沈书棠都热情无比 怎么傅川眼里就没有沈书棠 跟块木头似的 向来不喜欢别人太过热情靠近 轻微射恐的沈书棠 犯了难了 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傅川也没有在意沈书棠的样子 沈书棠一忍再忍 最后还是忍不住了 主动朝着傅川搭话 那个 傅川学弟 嗯 傅川有些诧异 像沈书棠这种知名校花 竟然记得傅川的名字 上辈子 傅川都没跟沈书棠扯上关系 说好听点 是学姐学弟 说难听点 就是陌生人 沈书棠话到了嘴边 莫名一转 你在看什么呀 在看数学课本 备战高考 哦 两个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沈书棠变得这么诡异 傅川想 是不是因为他重生了 产生了蝴蝶效应 不行 有沈书棠在这里 傅川看不下去书 学姐 那个 我先回教室了 说完傅川不等沈书棠回应 拿起书包冒着雨跑了 哎 学弟 沈书棠人都傻了 捏紧了小拳头 整个人想垂墙 哎呀呀 放学后 傅川拿着身份证进了网咖 傅家有网络 电脑 只是傅川的房间没有 姐姐们美其名曰 不想让傅川 在高三冲刺大学的时候 分心 变坏 连带着傅川用的手机 只能够打电话发短信 连微信都上不去 俗称 古董机 至于傅子称 他房间里有千兆网络 WiFi 十几万最高配置的电脑 还有最新款的iPhone20 Pro Max 区别对待早就存在 只是傅川一直以为 真心能够感动轻生家人 一直用傅子称身患绝症 所以傅川得忍让傅子称的理由 麻痹自个 说不在意 那是骗人的 其实傅川很在意 只是不敢表露出来 生怕姐姐们以为傅川 是极度傅子称 对傅川印象变坏 傅子称学习成绩好 傅川只有画画的天赋 他文化课水平不高 得更加努力才行 姐姐们的安排 都是傅川好 傅川一直用这样的理由 麻痹自己 可是哪个血气方当的少年 不对最新款的电脑 手机感兴趣呢 这辈子 傅川不求傅家人 想要什么 傅川自个儿挣 去买 唉 要是能记一些彩票大奖数字就好了 傅川上辈子的记忆 无非是孤儿院 画画 读书 讨好傅家人 真是 烂透了的人生 多记些改编命运的数字 重生后 就能一夜报复了 操 一种植物 等傅川开了台机子 熟练登上了企鹅 进入碧卡索APP 碧卡索APP要求是熟练的插画师 限制很高 反之收益也高 只要金主看得上 接个一两千的商单不成问题 傅川现在最缺的就是手机 可以随时随地保存作品 上传APP给金主浏览 眼下只能够先注册 从以前企鹅聊天记录找到作品 凭借印象 发给上辈子服务过的金主 希望能得到回应 本来傅川没抱有什么期待 在如今傅川眼里看来 以前的作品 虽然富含天马行空的生命力 却显得太过稚嫩 要是给傅川时间 他能够画得更好 只是 上网一个小时三块钱 注册用了半个小时 剩下半个小时 总不能浪费了 说不定壮大奖了 人活着吗 总该多点希望不是 傅川顺带着注册了的绿泡泡 见五十分钟到了 想着今天肯定没金主回应 只能想办法 借个好点的手机 拍几幅最新作品 上传到毕卡索 好用画廊吸引金主下单 正要下机的时候 嘟嘟嘟 有人回应了 傅川一个机灵 赶紧点开了聊天框框 昨夜语书风咒 这幅作品是你的 昨夜语书风咒 发来了一张图 是一幅小人国的画 傅川高一时期的作品了 一个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是我是我 请问您感兴趣吗 画得很好 这样吧 我先从平台下单 邀一张商稿 合格的话 我们继续合作 有绿泡泡吗 有 傅川眼见时间要到了 咬了咬牙 跑到前台用三块钱 再续了一个小时 这可是傅川一顿午餐前啊 没事 只要服务好金主 小钱钱滚滚来 傅川在跟金主 敲定好了各种细节 要求古风男主 一身悬衣 银发 面具 副手于高楼之上 执掌星空 独断万古 第一次合作 价格低点 设置一千块 等合作成功 继续邀约 价格会跟着水涨船高 昨夜语书风咒 什么时候能交稿 一个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明天就行 昨夜语书风咒 等你好消息 傅川下机后 已经有了想法 明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有电脑一类的工具 到时候跟管理员大叔 借下钥匙 偷偷完成金主的作品 天衣无放 上辈子 傅川在B卡索平台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插画师 商单邀约很多 每次出单成功 都让傅川激动不已 有人认可傅川作品的感觉 真好 这辈子第一次接到商单能挣钱 买傅川刚需的工具 更好了 等傅川坐着公交车 回到傅家的时候 傅子琛等人已经在吃饭了 傅川见怪不怪 每次傅川 有时回家迟一点 都是准时开饭 不会等傅川 回来的晚了 只能够吃剩饭剩菜 要是傅子琛因为事情 单得回家迟一点 大家都会等着傅子琛回来才吃饭 无所谓了 反正就剩一年高考 上大学后 就能跟傅家脱离关系了 然而 你怎么回来的那么晚 傅子琛还没有开口 傅琴轻法先说了 所有人惊讶地看着傅琴轻 第六章 不看 不管 不在意 记忆之中 不管傅川做什么 傅琴轻都是三步 不看 不管 不在意 无论是傅川的讨好 或者傅川做了什么事情 傅琴轻都不会开口去说什么 只是在针对傅子琛这件事 傅琴轻会用着跟其他姐姐一样 敌视的目光盯着傅川 这一次 傅琴轻竟然主动问傅川 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真是太阳打西遍出来了 有事 傅川不想去猜测 傅琴轻内心想的是什么 冷嘲热讽都好 这辈子 傅琴轻都不想要再做傅家人的舔狗了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总之傅川心肩成名 知道将来要走的路如何就好 坐下来吃饭吧 傅琴轻意识到 自己的表现跟以往不符合 为了防止别人看出来 傅琴轻只单纯说了一句 继续吃饭 傅子琴将碗里的鸡腿 想要夹给傅川 装出一副担心傅川的好弟弟模样 奈何傅川这一次 选了的最角落 距离傅子琴最远的位置 只能放弃 要是故意拿着鸡腿 放到傅川的碗里 反而会显得傅子琴做作 傅子琴已经将姐姐们的心 牢牢把控在手中 犯不着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子琴弟弟 多吃点肉 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 得多补补 傅琴加了一块红烧肉 放到了傅子琴的碗里 谢谢戴姐姐 傅子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傅川 发现傅川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傅子琴知道的 每次姐姐们对傅子琴好 傅琴都会偷偷投以羡慕的目光 傅子琴很喜欢看到傅琴 这种失败者的眼神 太爽了 只是这一次 傅琴完全不在意了 让傅子琴尝不到爽感 有点郁闷 傅琴一时察觉到了 傅子琴都能发现的事情 傅琴儿怎么发现不了呢 这一次 傅川确实像变了一个人 难道是打碎全家福 被送进警察局 礼物跟婚约给了傅子琴的事情 真的伤了傅川的心 我吃饱了 傅川将碗筷放下 头也不回地走上楼去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做 没空留在这里 理会傅家人的勾心斗角 傅卿卿眸光深安如晦 傅子琴有点担心地开口 大姐姐 吴姐姐 傅川哥哥 吃得好少啊 傅琴儿淡淡开口 不用管他 都这么大的人了 该吃多少会照顾好自己的 子琴弟弟 勤俭答应 周末跟你见面了 你要实在不喜欢跟大姐说 不要勉强自己 傅琴儿跟傅心灵的想法一样 即便傅子琴身患绝症 在人生大事不能将就 不喜欢就不喜欢 不想让傅子琴人生 最后充满痛苦跟遗憾 大不了将婚事推给傅川 听到能够跟勤俭见面 傅子琴喜不自胜 谢谢大姐姐 嗨嗨 又咳嗽了 我去给你拿药 傅川回到房间 开始构思金竹给的设计思路 几下画笔 一个悬疑银发美男 生动无比 先在画纸描出一个大概的思路 再用电脑进行复刻 是傅川画画的风格 如今科技飞速发展 电脑生产力逐渐取代了纸质 纸质画画 渐渐有种要被淘汰的趋势 傅川偏偏是一个老古董 总觉得亲手用画笔画的作品 更加有生命力 亲切 好比看小说 傅川不喜欢用手机看 更喜欢读纸质书 有一种厚重感 这时 傅川的大脑 浮现出了沈书棠的身影 学姐好像挺喜欢读纸质小说 经常看着沈书棠手里捧着 扣扣 敲门声打断了傅川的思绪 傅川人有点妈了 上辈子基本没人来敲傅川的门 除了傅子称 不过傅子称没那么平凡 只有在饭点的时候 如果不是为了在姐姐们 面前表现出好弟弟的模样 傅子称才懒得来找傅川 现在是什么鬼 傅川打开了房门 见是傅清清 淡淡开口 有事 见傅川带着无比陌生 疏远的态度 傅清清以为傅川是欲擒故纵 故意开口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聊聊 我好歹是你的姐姐 要是以前傅川听到傅清清这么说 肯定高兴到发疯 跟刚出生的小路站不稳 迫不及待邀请傅清清 走进傅川的房间 讨好傅清清 再怎么欲擒故纵 这一次 傅川总该暴露真面目了吧 我现在很忙 下次吧 说完傅川直接将房门关上 傅清清傻眼了 这 怎么傅川不按照套路出牌了 是跟谁学了什么手段吗 这一次 竟然这么憋得住 傅川花了半个小时 完成了金主的作品 长输一口气 看着画中栩栩如生 执掌心狠 独断万古的银发美男 要不是没有手机 傅川肯定第一时间拍照发给金主看 等金主的评价了 谁不想新鲜出笼的作品 得到他人的观赏 赞扬呢 赚到钱了 得买手机才行 按键机 现在真的太不方便了 傅川将作品放在一边 下楼喝水去了 傅清清不知道怎么的 待在房间 一直心虚不宁 去找傅子称 说帮傅子称补习功课 补习了没一会儿 发现傅子称压根就不需要傅清清 现在的高二提 就没有难得到傅子称的 傅子称看出了傅清清的异常 十分懂事的 让傅清清先回去休息 傅子称一个人就足够了 是啊 傅清清认可的弟弟 只有傅子称一个 他是那么聪明 乖巧 懂事 从来没有让傅清清为之操心过 现在为什么会因为傅川的欲情故纵 搞得这么不爽 也许 是因为傅清清 看出了傅川关于画画的天赋 产生了改观吧 这时傅清清发现 傅川的房间门虚掩着 里面有光透出来 神差鬼使的傅清清走上前 清清推开了虚掩的门 不可以这么做 这是窥探别人的隐私 傅清清作为人民教师的素养 在提醒着他 这是傅清清最不耻的行为 还是为了傅川这个 从未关注过的弟弟 不 我只是想证明 傅川在欲情故纵 他还是那个想方设法 夺取我们关注的弟弟 刚才说什么有事都是骗人的 傅清清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傅子称 不被傅川的阴谋诡计取代 将卑鄙的行为正当化后 傅清清的力气稍大了一点 推开了门飞 傅清清在楼下喝完水上楼 发现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风吹开来的 正当傅川这么想着 来到房间门口 看见傅清清 正对着傅川的作品入了神 你在做什么 傅川冷不丁地开口 吓了傅清清一跳 一不小心 将傅川的画板打翻在了地上 碰 一幅还没彻底干掉染料的话 彻底毁了 傅清清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就算在傅川面前 向来占据姐姐制高点的傅清清 此刻都慌了神 是傅清清没有经过同意 走进傅川的房间 是傅清清不小心弄坏了傅川的话 傅清清不至于厚颜无耻 道说傅川突然发出声音 吓到了傅清清 才毁掉了这幅画 傅川无比平静地走上前 将画板捡起来 得啊 画作彻底毁了 傅川将画揉成了一团 丢到了垃圾桶里 你还有什么事吗 傅川口气已经染上了不耐烦 傅川 我来只是通知你 你今天在专业课创作的那幅画很好看 我给了你满分 傅清清底气不足 嗯 没其他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傅清清几乎是被傅川赶出房间 房门 喷的一声关上 繁琐的声音 敲打在傅清清的心头 一向清冷 不为傅川所作所为喜怒哀乐的傅清清 这个时候 难得脸上变成了猪肝色 拳头一握再握 最终放松 灰溜溜地离开 第七章 学姐是白富美 一日 傅川下楼吃早饭 傅川哥哥 早啊 傅子称主动跟傅川打着招呼 傅川点了点头 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 吃着面包 喝着牛奶 没有在看傅林儿跟傅清清一眼 傅林儿在看报纸 注意到了傅川的转变 没有开口 这样 挺好的 傅川不像以前那样 刻意奉承傅林儿 让傅林儿觉得烦躁 至于傅清清 现在撞上傅川 想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尴尬极了 末了清可几声 思索再三 还是拿起一个鸡蛋包了起来 等傅清清包好之后 傅子称以为傅清清是要给他的 正等着傅清清开口呢 结果傅清清拿着鸡蛋 在手里足足一分钟 这才开口 傅川 这个鸡蛋 我吃饱了 去上学了 傅川起身 拿着书包 直接离开 没有一点点的停留 再也没有像往常那样 会毕恭毕敬地跟姐姐们 还有傅子称道别 像是在傅川的心里 彻底划分了一条界线 傅家人再也无法超出这条界线 成为傅川心肩上的人了 傅清清的手僵硬在了半空中 现在傅清清觉得自己 就像是个小丑 傅林儿放下报纸 狐疑地看了一眼傅清清 五妹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傅清清的手 无可奈何地放下 将鸡蛋自个儿吃了 傅子称忽然产生了一股危机感 刚刚 傅清清包的鸡蛋 不像是给傅子称的 而是要给傅川的 难道在傅清清心里 开始对傅川改观了吗 想到这一点 傅子称眸光深安如晦 这一次 公交车人很多 傅川找不到座位 只能够站着 英俊帅气的模样 背着书包 穿着校服 一米八八的身高 单手插兜 谋若繁星 像是从漫画走出来的美少年 下一站的时候 沈淑堂上车了 还是戴着耳机 捧着一本小说 背着个书包 青春靓丽的气息一览无遗 眉宇间透着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 撞上站着的傅川 沈淑堂愣了一下 小声开口 傅川学弟 傅川点头回应 学姐好 沈淑堂背对着傅川 自顾自地看小说 只是将耳机摘下来 放到了无限收纳盒里 车上人多 沈淑堂不得不朝着傅川的方向 挤了过来 傅川能闻到 沈淑堂发间的香味 不过比这更吸引傅川注意力的 是沈淑堂看的那本书 龙族 傅川脱口而出 沈淑堂沉默了一下 轻声开口 你也看过 嗯 那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龙族都完结了 这辈子傅川连手机都是老古董 下表小说APP 剧情傅川还记得大概 写得挺好的 只是 江南狗贼 你拿什么还我的惠里 傅川问了一句 学姐不是写女评小说的吗 我看书杂实 好看的都看 哦 傅川心中想着 学姐好像没有传闻中 那么高了 只是交情不深 傅川找不到跟沈淑堂的话题 保持沉默 在大脑思考着 该怎么跟管理员大叔 借话时的钥匙呢 我写的书你看过吗 沈淑堂突然开口 看过 上辈子上了大学后 傅川有了自己的手机 关于这位 在G世译中 风靡全校的笑话才女 傅川略有耳闻 尽管不认识 但是沈淑堂的笔名 橙子你爱不完 那是响当当的 傅川读完了沈淑堂的小说 沈淑堂创作范围很广 历史 玄幻 宫斗 每一本写的都很好看 成绩很好 我新闻打算写玄幻 你有什么建议吗 沈淑堂这话一出 傅川忽然想起来了 上辈子沈淑堂完结的玄幻文 这辈子沈淑堂 还没开始创作呢 听着沈淑堂的口气 带着几分不自信 毕竟一个 写习惯女评作者 跨越频道 尝试独断万古 星河万千的玄幻 确实跨度太大了 傅川没有去说什么 相信你可以的 鸡堂话 而是按照上辈子 看过沈淑堂的玄幻文 尝试着跟沈淑堂 分析了一下切入点 沈淑堂的眼睛 忽然间亮了 你说得真好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能帮上学姐就好 傅川有点心虚 都是用上辈子 看过沈淑堂的小说 给的经验 这就是什么 我帮我自己 傅川不是没想过 做文超公 奈何文字 不是傅川的强项 傅川只记得一部分剧情 至于文笔 描写 早就忘光了 没有文笔润色的小说 就是一盘散沙 不用风吹 走两步路就散了 总之这辈子 傅川专攻画画 争取做个出名的画家吧 公交车到了 沈淑堂跟在傅川身边 一直让傅川多 给沈淑堂一些建议 傅川所说的切入点 剧情 样样都印在了 沈淑堂的心坎里 好似傅川 读懂了沈淑堂的内心 具现化了 沈淑堂越说越兴奋 傅川不敢给多 怕影响了沈淑堂的思路 不然上辈子 板上钉钉能火的套路 这辈子 被傅川弄没了 不就醉了 事意中的学生都惊了 看着向来高冷的校花学姐 竟然粘在傅川的身旁 有说有笑的 靠 是不是他们眼睛花了 人多了 沈淑堂显得有些不自在 低声开口 那个 学弟 我先回教室了 下次再见 学姐再见 等傅川来到教室 刚放下书包 一个小胖子凑了过来 傅川 今早上 你跟沈学姐在一块了 傅川点了点头 刚好坐一辆公交车 小胖子教坊凯威 傅川的同桌 家里是做百货生意的 从小就是个人精 呼朋唤友以 利益为优先 这样的人 竟然对画画感兴趣 还画得挺好的 真是世事难料 傅川跟方凯威 关系称得上一般 要不是今天 早上沈书堂黏着 估计方凯威 不会主动跟傅川闲聊 都是打声招呼 点头了事 你小子 方凯威用着淫荡的眼神 看着傅川 贼兮兮 笑着拍了拍傅川的肩膀 傅川被盯得心里发毛 要说方凯威 因为极度傅川 跟沈书堂关系好 不至于用这样的眼神 看着傅川啊 怎么了 傅川 你长得很帅 就是家事不好 但你有才华啊 像你这种母版的包装 一下就是人设巅峰 连沈学姐都逃不过 你的手掌心 我跟你说沈学姐家里贼有钱 人家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哈 傅川真不了解 沈书堂家里什么情况 只知道人家是才女 知名网络小说家 傅一代 出名了 还是坐公交车上学 没有专用司机 像是习以为常 结果 跟傅川说沈书堂 是白富美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 你好好把握机会 将来真被沈学姐 包养改变命运了 记得给我红包 方凯威 给了傅川一个男人之间 都懂得眼神 就闭嘴了 傅川无奈地笑了笑 沈书堂在有钱 跟傅川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两个称死 算是认识的学姐学弟 其他毛都算不上一根 五间休息的时候 傅川找到了 管理绘画电脑师的老师 好说歹说 总算借用到了钥匙 开始创作 金主要求的插画 有了昨天 晚上的思路构图 这次创作显得尤为轻松 将图片分层好后 通过绿泡泡 发送给了 昨夜雨书风咒 一个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金主 这幅画可以吗 第八章 父子趁晕倒 不一会儿 昨夜雨书风咒回复了 画得很好 最近还有空位接单吗 再帮我画几幅 大金主啊 一本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当然有 记录下了金主的要求 对方很爽快地 结清了款项 再下了三个商单 同时商单价格 提高到了1500块 毕卡索平台 体现需要10%的手续费 像昨夜雨书风咒这种金主 要是混熟了 可以私下接单 这样 就不用给平台手续费了 傅川不然 坚持平台接单 为的就是刷平台的出单量 更好评率 这样才有更多的人 关注到傅川 第一天注册毕卡索平台 就能找到大金主 真的是傅川走了狗屎运 不然像傅川这样 三无的星号 毕卡索最低商单 要求1000 金主能找到 其他在平台 混了半年 有足够成交量 跟好评率的画师 除非傅川 愿意豁出去 画擦边的本子 什么3D地法 爱达王 就是在国内太容易 被警察数数抓走 傅川将平台的钱 体现到了银行卡 等放学后 去二手市场买个安卓机 不然接单 回复金主信息 都麻烦 下午 第二三节是专业课 还是傅青青待课 这一次 傅青青不由自主 将眸光定格在了 傅川的作品 今天的主题是 人体模特 对比起其他学生 稍显稚嫩的创作 傅川全神贯注 简单几笔勾勒 就将出玉古 希腊美女图画的栩栩如生 可以说 整个班级里的学生 傅川 绝对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傅川的绘画技术 太过成熟 思考切入点信手拈来 创作出来的作品 富含生命力 光是肉眼见得 都深受震撼 仿佛一颗 蒙尘的明珠 开始绽放光芒 其他人的作品 跟傅川比较起来 太不够看了 以前傅川真的 有画得那么好吗 傅青青绞尽脑汁 去回想傅川的画作 骤然发现 她对傅川真的了解的 太少太少了 名义上血脉相连 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弟弟 傅青青真的尝试 去了解过傅川的喜怒哀恶 才华理想吗 老师 我画好了 傅川的声音 打破了傅青青的思绪 专业课只要作品完成 得到及格分 都能够提前离开 傅川要赶着这些时间 赶紧买个手机 你走吧 傅川禁止离开 不做一丝停留 又来了 这种怪异的感觉 好像在傅川的世界里 傅青青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真的是傅川的欲情故纵 还是傅青青的错觉呢 傅川没有在意傅青青的转变 离开学校后 先去银行取钱 来到二手市场 买了一个 跳楼架三星手机 花了八百块 测试了拍照 WiFi之类的功能 没有问题 傅川心满意足地离开 找了个肯打机 下载各种软件 难得奢侈的 在黄色APPY点了的特价套餐 今天晚餐 就在外面解决吧 傅川没想着 通知一下傅家人 反正 傅川回不回去吃 他们不会等傅川 不会在意 他们在意的 只有傅子称 正好顺了傅川的心思 现在傅川 对傅家人的态度 就是能避就避 避不开 就百烂无事 总归高考完 一切都结束了 正当傅川 弄着手机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沈书棠 走进了肯打机 买了个冰淇淋圣袋 找了个偏僻的座位 坐下来慢慢享用 顺带拿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 给一个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能告诉我 你是如何构思画框的吗 沈书棠勺了一口圣袋 填在心里 眸中泛光 很意外 除了傅川 竟然还有 能创作出如此富含 生命力作品的新人画师 沈书棠的家庭出身 让他对于艺术的品鉴 极为挑剔 要是不符合 沈书棠的品位 一律pass 沈书棠笔名下 有几本书 已经卖了版权 唯独漫画 版权没有卖 因为对方找不到 符合沈书棠定位的画师 沈书棠 对创作的每一本小说 都清静心力 查资料 男女主 乃至于一个配角的人设 沈书棠 都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 从出生 设定 背景 转折点 每一本小说 就像是沈书棠 灌入心血的孩子 不能说 卖了版权 就不管不顾了 沈书棠要的 就是符合他心意 最好的画师 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很快就回复了 两个人聊得很起劲 傅川丝毫不介意 跟金主分享创作思路 在傅川的眼里 有人欣赏 喜欢自己的作品 是一件 无比喜悦的事情 就算思路分享出去 曝光了 没有傅川的天赋 跟努力 也是空谈 每一名画师 都有创作习惯跟怪癖 强行模仿他人的作品 只能模仿盗样 根本模仿不到神 更何况 傅川现在 只是个新人画师 哪里有人会去抄袭 傅川的作品呢 曝光亮都没有 看都看不到 没想到金主的品位 跟傅川相合 两个人 在画画这件事 聊得越发起劲 沈书棠坐在傅川背后 两个人隔着沙发 丝毫没有察觉到彼此 就是网络对面的那个人 傅川发现 手机快没电了 跟金主说了一声 要坐公交车回家 起身离开 昨夜雨书风筹 路上小心 不知不觉 跟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聊了那么多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铃 沈书棠嘴角 不由地勾起一抹弧度 想起了今天傅川给的小说建议 灵感犹如源泉爆发 喷涌不断 沈书棠赶紧从书包 拿出小本本 记录下来 等傅川赶回傅家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出乎预料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管家刚好撞上傅川 惊讶地开口 傅川少爷 子称少爷突然晕倒 被送到医院去了 您怎么那么快回来了 他们没叫我 傅川面无表情地开口 原来傅子称出世了 傅子称得的绝症 以目前的医学无药可救 生命只剩下短短十几年 还需要细心呵护 才能够保住性命 稍微有点不慎 就会像今天这样 紧急送到医院 要不是有傅家 估计早就去世了 要是上辈子 即便被傅家人无视 傅川骑着自行车 都要赶到医院去看傅子称 只是 跟傅川无关了 有傅家人关心 还要傅川做什么 去了反而挨骂 遭冷眼 即便傅子称 最重要的生命都无法保存 算是因果报应吧 傅川默默上楼 回到房间 开始构思金主给的任务 管家只能够轻轻看了口气 傅川在傅家受的委屈 管家一直看在眼里 也不理解为什么 傅家人对好不容易找回来的 亲生儿子如此冷漠 即便傅子称的遭遇 确实让人同情 但偏爱一个 冷漠另外一个 不符合常理啊 傅川才是他们 血脉相连的亲生家人 从小被拐走 傅川的日子过得很惨 不应该家被弥补才是吗 第九章 用魔法打败魔法 傅心灵跟傅青青回到傅家 已经晚上十一点 还是在傅子称苏醒之后 强硬要求回来的 其他姐姐都在外地工作 爸妈在国外得知后 纷纷打了视频过来 苏醒后的傅子称十分懂事 哪怕浑身不舒服 依旧露出笑容 示意大家不用担心 这样的情况 在傅家并不少见 指望着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 赶回来照顾傅子称 太不现实了 傅里尔表示 他一个人留在医院 睡在VIP房 明儿去公司进 有顶级的医疗资源 加上傅里尔看护 见傅子称没什么大事 傅心灵等人才 稍微放心回家 五妹 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回到家中 傅心灵总觉得少了什么 但少了哪块 又说不上来 傅青青捶了捶毛子 傅川没有过来 啊 对 就是该死的傅川 子称弟弟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怎么可以不来医院 看望子称弟弟呢 傅心灵终于想到了 傅川的存在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二姐 你有没有觉得 傅川最近变得乖乖的 傅青青忍不住 说出他的感受 要说欲擒故纵 吸引姐姐们的注意力 傅川未免太沉地助气了 无论在学校 家里 傅川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他们这些姐姐了 傅心灵撇了撇嘴 不就是 我打碎了他的全家福 故意给脸色吗 真是 一张照片而已 二姐 你打碎了傅川的全家福 傅青青猛逼了 这 为什么啊 傅心灵跟傅青青说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 傅川明明知道 紫琛弟弟身患绝症 还凶紫琛弟弟 我为紫琛弟弟出气 就当着傅川的面摔了相框 我也不知道 那是全家福 不过傅川一点都不在意 还让我丢到垃圾桶里 一个男人这么小气 一点都比不上紫琛弟弟 傅川真的不在意 那张全家福了 傅青青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头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要是以前的傅川 绝对不可能不在意 傅川说过 那是他要真是一辈子的宝贝 那个时候 傅川雀悦的表情 闪烁的目光 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骗人的 为什么傅川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刚好 傅川下来喝水 撞上了傅心灵 跟傅青青 傅川依旧面无表情 羽衣未满 还要在傅家生存一年 这种情况 避不开的 傅川只点头 叫了一声 二姐 五姐 就来到厨房倒水 见傅川这副冷漠无情的模样 傅心灵咬了咬牙 傅川 紫琛弟弟晕倒了 你知不知道 傅川喝了一口水 知道 知道你怎么不去医院 看看紫琛弟弟 上次我去医院看 二姐 你说我以后不要来 免得刺激到了傅紫琛 让他病情加重 傅川轻描淡写 用魔法打败魔法 傅心灵一脸莫名 看着傅青青 像是在说着 我说过这样的话 傅心灵点了点头 不只是傅心灵说了 连三姐 四姐 都这么说 他们七个姐姐 都害怕傅川的出现 会刺激傅紫琛 病情加重 傅川想要越过傅心灵 跟傅心灵 往楼上走去 傅心灵觉得 脸上挂不住了 身为姐姐的尊严 不容许她在这里丢脸 连忙开口 那你就不能问问紫琛弟弟 情况如何了 他可是你的弟弟啊 是你说的 让我不要管傅紫琛的事情 抛下这句话 傅川头也不回地上楼 你 傅川 傅心灵不敢相信 这是傅川说出来的话语 换做以前的傅川 哪里有胆子 对傅心灵说这样的话 什么最尊敬的姐姐 男人的嘴 铁人的鬼 现在就原形毕露 对傅心灵这么冷漠 该死的臭弟弟 傅心灵不知道怎么的 打从傅川 连全家福都不在意 让傅心灵当做垃圾丢掉之后 面对傅川 傅心灵总是心烦意乱 失去了往日的冷静 这不像是傅心灵 那个长盛的精英律师 也许 傅心灵作为律师职业所感 帮人打官司 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对手的软肋 一旦受制于人官司 等于赢了一半 傅川要是不在意傅家人的亲情 傅心灵还拿什么限制住傅川 傅心灵忍不住开口 五妹 你就让傅川这么嚣张 一句话都不说吗 傅心灵无奈地开口 当初话是我们说的 傅川照做了 我还能说什么 傅心灵只想仰天长笑 什么时候傅心灵这么憋屈过 还是在一个曾经处处 讨好他们的傅川身上 傅心灵轻声问道 二姐 你有看过傅川的画吗 她的破画有什么好看的 我去洗澡了 傅心灵气冲冲地离开 第十章 真是一个小丑 那一遍 傅川在房间里 将金主的几幅画构思 花了几个小时 画出轮廓了 血眸黑发的萝莉女主 锦衣夜行的男配 傅川将画作拍好 发送给了昨夜语书风筹 金主大大 这种感觉可以吗 尽管两个人合作过一次 傅川对金主的喜好 没有全然摸透 上次因为没有手机 加上画作 被傅青青给毁了 迫于无奈 这次有条件了 找金主确认一下 构图十分重要 毕竟甲方一句话 以方泪断肠嘛 昨夜语书风筹 足足十分钟才回复 我仔细看了你的画 构图十分不错 女主跟男配神采异议 画龙点睛 不过有些细节 我觉得改改更好 女主耳环的配饰 改成镂空雕花耳坠 男配的刀是唐横刀 昨夜语书风筹 将需要改进地方的实物图 都发送给了傅川 傅川十分喜欢 跟昨夜语书风筹 合作的过程 甲方提出要求十分正常 关键不能一句 我觉得不行 就打回去全部重做 你光说这句话 鬼才理解你的意思 像昨夜语书风筹这样 提出具体建议 并且给出实物图 傅川就能更快改好作品 属于双赢 等傅川按照金主的要求 改好画作后 已经半夜了 通过绿炮炮发送过去 傅川顶不住 便上床睡觉 明天还得去上学呢 沈书棠戴着黑矿眼镜 盖住了巴掌大的小脸 长发书卷 打开了窗户 抱着笔记本坐在窗户旁 外面繁星点点 迎面就是一汪别墅区修建的人工壶 清风吹拂 将沈书棠的发吹得飞扬 电脑屏幕的光照亮了沈书棠的脸 指尖轻动 噼里啪啦的打字 昨天跟傅川聊了一下后 沈书棠灵感源泉 像是打开了水龙头源泉不断 很快写出了一箩筐的人设 在收到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发过来的作品 沈书棠一眼相中 仔细打量之后 表示满意 让对方打磨好成品 发送给沈书棠 便能确认商单了 同时 沈书棠对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有些好奇 如此出色 又富含才华的新人画手 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 对方绝对是个天才 如果傅川学弟那边拿不下 不如邀请对方 做沈书棠作品 漫画改编的画手得了 感觉不错 今天熬个通宵吧 沈书棠伸了个懒腰 打上鸡血 继续开干 一日 傅心灵跟傅清清下楼 吃早饭的时候 傅川已经起床 正在角落里 默默啃着面包 傅心灵现在见到傅川 总觉得哪里都别扭 索性不去理会 找了个位置坐下 傅川吃得差不多了 就要起身离开 免得留在这里 相看两宴 傅川 你等一下 出生挽留的人 竟然是傅清清 傅川没有回应 只是淡默地看着傅清清 五妹 你做什么 傅心灵诧异地看着傅清清 自从傅川变了后 傅清清也跟着变了 傅川回到傅家 傅清清跟傅川说话的次数 屈指可数 最近的态度来看 傅清清似乎对傅川越来越在意 什么鬼啊 这是 傅清清有些不自在地 蠕动了一下身体 轻咳一声 傅川 你上次说想给我看的那幅画 让我评价评价 我现在有时间了 你拿给我吧 傅川在学校画的两幅画 从艺术性 品鉴性来看 让人惊艳无比 一不开眼睛 其他学生的作品 跟傅川比起来 简直稚嫩到无法入眼 能够近视一中 绘画特长班的 大多都是 既是有天赋的苗子 不少更是从小到大 接受精英教育 以及绘画大师的熏陶 出生于艺术世家 偏偏被突然转变 孤儿院 长大的傅川 碾压得一干二净 不得不承认一点 傅清清有些被傅川的才华吸引了 突然想起了 之前傅川拿过一幅画 想要找傅清清评鉴 说是傅川特意为傅清清画的作品 当时傅川满心欢喜 期待的眼神傅清清至今还记得 只是傅清清不想要跟傅川过度深入 找了个借口 将傅川打发走了 那个时候 傅川的眼神一下子暗淡无光 强颜欢笑地说 等傅清清什么时候有空了 再帮傅川看这副作品 他会等着 一直等到傅清清愿意回首的时候 这件事 想必傅川没有忘记吧 傅清清想要试着去了解傅川的绘画才华 也许他真的是靠实力进入的技术一中 并非是爸妈 走了关系 强塞进去的 至少学校领导不是傻子 能一眼看得出来傅川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怎料 有这回事吗 傅川淡淡开口 真的有 傅清清知道 傅川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报当时傅清清不在意傅川 随意应付的仇 奈何傅清清想要知道 傅川以前的作品怎么样 那幅特意为傅清清画的作品 是不是比傅川在学校教的两幅作品 更加直击灵魂 我也记得有这件事 金傅清清这么一说 傅清清想起来了 傅川也给傅清清送来了一幅画 只是傅清清看都没看一眼 当着傅川的面 直接丢到了垃圾桶里 斥责傅川别妄图 用这样的手段来讨好傅清清 傅清清不吃这一套 省省心吧 那个时候 傅川脸色惨白 握紧拳头 嘴唇颤抖 不停对着傅清清道歉的卑微模样 傅清清清想起来了 真是一个小丑 傅清清忍不住笑出了声 会对傅清清 如此卑躬屈膝的弟弟 怎么可能会变得那么硬气呢 一定是傅清 想了欲擒故纵的手段 故意为之 就是想要吸引 他们这些姐姐的注意力 好从傅子称身上 将关注宠爱抢走 好险啊 差一点就遭了傅川的道 这下傅清清像是占据了制高点 居高临下的俯看着傅川 傅川 你就别藏着了 当时 你给我们全家人都准备了一幅画 你到现在装傻想否认 不觉得太迟了吗 二姐 那些不过就是 你看都不看一眼丢到垃圾桶里的垃圾 我觉得十分正确 垃圾 就该回去垃圾该呆的地方 我早就丢掉了 傅清凌没想到傅川会说出这样的话 一下子恼羞成怒 傅川 你这样 还有作为画家的资格吗 竟然说自己的作品是垃圾 那是二姐说的 我只不过是傅说二姐的话 东西我是没了 没其他是我还要赶公交车 再见了 你 不等傅心灵开口 傅川直接离开 一点都不给傅心灵面子 东西 丢了 傅清清喃喃自语着 傅川真的丢了吗 不自觉的 傅清清竟有一些遗憾 不是因为傅川不珍惜 打算送给傅清清的话 而是傅清清 没法更加深入了解傅川的才能 算了 妩媚 就傅川话的东西能有什么好货 你要什么世界 名画 我都可以买来送给你 还真以为 我有多稀罕似的 二姐 傅川的话真的不一样 不信你看 傅清清拿出手机 将拍下来傅川的话给傅心灵看 傅心灵看了之后 一时愣住了 这 这真的是傅川话的 在我眼皮底下 千真万确 二姐 你应该看得出来 傅川的话十分有灵性 构图极好 这只是照片 要是见到真话 更是震撼 傅川是绝对的天才 那 拿子琛弟弟怎么办 提及傅子琛 傅清清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们对傅川末世 拒绝傅川的讨好 就是怕傅子琛多想 影响到傅子琛的绝症发作 傅子琛确实很聪明 即便没有遗传到傅家的血脉 功课极好 按照目前的成绩 将来考上清华北大 不在话下 就算如此 那只是普通人中的 翘楚天才 并非难以复制 傅家七个女人 都是毕业于 世界级的名牌大学 跟傅川无法相提并论 就傅川目前创作的艺术品 继续培养下去 定会成为名流青史的大佬 第十一章 学姐是第一个认可我的人 傅川不知道 傅心灵跟傅清清的转变 就算知道了 全然不在意 上了公交车 今天人少了点 傅川找了个座位坐下 拿出英语课本背着单词 过了几站 一道倩影上了公交车 一眼便看到了 正努力背单词的傅川 嘴角轻勾 来到了傅川身边的空位坐下来 傅川没有在意 身边坐的人是谁 正努力背着英文句式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eyelashes jump from the inside out Little star 当你爱个人时 你的睫毛会上下跃动 小星星从里面蹦出来 曲子电影怦然心动 Inside Out 发音错咯 沈淑堂冷不丁开口 把傅川给吓了一跳 好巧啊 学弟 沈淑堂主动对着傅川打招呼 那一刻 阳光都变得明媚起来 傅川看了一眼 沈淑堂那张俏丽的小脸 点了点头 学姐早 吓到你了 不好意思 沈淑堂拖着腮 水灵灵的双眸盯着傅川 做满笔记的英文课本 想考新漫艺术学院 傅川诧异地挑了挑眉 学姐怎么知道 以你的画画技术 进一些艺术大学 不需要文化课的成绩 而你现在如此苦读 只有济世最出名的 新漫艺术学院 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分要求 沈淑堂有理有据地推理着 丝毫不吝啬于给傅川高度评价 毕竟傅川是沈淑堂 找到符合他审美的画师 沈淑堂相信他的目光 傅川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会成为 惊艳世界的画师 一定 是 进新漫艺术学院 是我的梦想 也是傅川为了 圆上辈子的遗憾 两分之差 咫尺千里 重生一世 傅川要考上 梦寐以求的大学 开始属于他全新的人生 刚好 我们两个人目标一致 傅川微微一正 学姐不是保送了吗 我还没答应呢 不过拖着也好 这样老师 就不用管我学习了 傅川是沈淑堂认可的画师 加上给沈淑堂小说建议 不知不觉间 沈淑堂打开了画匣子 跟傅川热络地聊了起来 沈淑堂想上兴漫艺术学院 是为了圆某个人的遗憾 具体是谁 沈淑堂没有明说 只是眼神流露出了几分悲伤 看着沈淑堂侃侃而谈的样子 傅川忍不住轻声开口 原来学姐不像是传闻中 那么高冷吗 话说出口的时候 傅川意识到说漏嘴了 解释道 学姐 你 你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沈淑堂小脸微红 捏了捏拳头 别过脸 不去看傅川 像是生气了 糟糕 傅川有点乍脸 他知道 自个儿说错话了 但没有红女孩子的经验 说来惭愧上辈子 对傅川告白的女生 真不守 傅川长得帅还会画画 充满艺术气息 这一点最吸引小迷妹了 奈何傅川一门心思 只有傅家人 对其他女生都不感冒 两辈子算起来 傅川还是母胎单身 至于秦简 人家根本瞧不上傅川 傅川不喜欢她 只是因为 傅子称看不上秦简 丢给傅川的婚约 傅川不会去哄秦简 故意为之 秦简反而会嘲笑傅川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要不是 机缘巧合傅川的作品 帮助秦家起死回生 秦简后期 哪里会像是舔狗巴结着傅川 学姐 你别生气了 我不是损你 我只是 傅川断断续续地开口 别搅的话语 不由地 把沈书堂逗笑了 傅川学弟 我不是高了 我只是有点设控 我不喜欢陌生人太多的地方 不喜欢 不熟悉的人主动来打招呼 久而久之 就把我坏名声给传遍了 沈书堂解释道 那 学姐为什么 要主动对傅川打招呼呢 这一点是傅川 怎么都想不透 总不会因为傅川的帅气 吸引了沈书堂吧 哈哈 傅川 不会自大到这个程度 以沈书堂才女校花外加白富美 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呢 上辈子 傅川跟沈书堂 就是两条平行线 为什么这辈子 沈书堂会主动靠近傅川 重生之后的蝴蝶效应 因为 我想要有人 帮我做一件事情 沈书堂深吸了一口气 鼓足勇气开口 傅川学弟 我想请你做我的小说漫画 版权改编的画师 啊 傅川怎么想 都没想到 会是这个答案 我 学姐 你是大火的小说家 应该很多画师 争先恐后 想接你的版权改编吧 为什么要我 就是你了 沈书堂轻咬着嘴唇 眸中泛光 不等傅川说完 直接打断 简单的四个字 透着沈书堂的决心 非傅川不可 傅川学弟 这件事 只有你能做到 我相信你 少女绝美的侧颜 在公交车波里 投射进来的阳光 跳跃着光丽星辰 令人怦然心动 这样坚定被人选择 信任的感觉 让傅川有些失神 从小到大 没有一个人 会用这样坚定的目光 信任的话语 指定傅川 去做某件事情 诉说着 只有傅川 才能完成的话语 学姐 是第一个 沈书堂没控制住音量 引得公交车内的人 纷纷侧目 看着沈书堂 跟傅川俊男美女的搭配 忍不住感慨一句 年轻真好啊 沈书堂刹那 意识到刚才反应过大 尴尬的咳嗽几声 别过脸去 傅川沉默了一下 哦 学姐 我能够知道 你为什么选择我吗 之前我看过你的画 你的画风 构图深得我心 是 你的作品 对比起其他成熟画家 略显智能 但里面 有一种很多人没有的东西 总之四个字 我很喜欢 喜欢傅川的作品 所以想要 让傅川 做沈书堂版权 改编的画师 还有什么比这个 更加重要的理由吗 沈书堂清静心血 精力创造出来 如同亲生孩子的作品 想要为他找到 最合适的漫画师 再合理不过了 傅川没想到 沈书堂那么早之前 就关注他了 心下欢喜的同时 出于理智 傅川 还是摇了摇头 抱歉 学姐 今年我得参加高考 我没有空闲时间 帮你进行版权改编 在平台接单 帮金主画画 终归是一幅画 只要双方满意 花不了太长时间 小说改编的漫画 连续聚集太长 特别像沈书堂 那么火的小说 万一漫画起来了 动不动就得连载个好几年 上了大学 傅川 有空闲时间可以接受 现在是高考 重要冲刺阶段 傅川不想要辜负了前程 这辈子 傅川 尽量想做个精致的 立即主义者 前途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为了别人 一时的好感 葬送未来 这跟上辈子 纯笨如猪 有什么区别 沈书堂小声开口 你这么说 就是答应了 啊 傅川 猛逼了 那个 他的拒绝意思 挺明显的吧 我可不要求 你在高三期间 做我的画师 重要的是高考之后 对吧 第十二章 老师 这道题太难了 我不会做啊 沈书堂稀罕 傅川这个人才 也不可能让傅川 在最重要的冲刺阶段 接受成为沈书堂的画师 那么 高考之后吧 等傅川考上了 新仪的大学 有足够的时间 傅川抿了抿唇 那需要一年时间 我可以等 沈书堂 毫不犹豫地开口 反正就决定 是傅川了 一年而已 沈书堂等得起 谢谢学姐的信任 如果学姐改变主意 提前告诉我 我理解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傅川不再拒绝 傅川缺钱 很缺钱 高考后 就要跟傅家段绝关系 傅川要上大学 生活费 学费 种种加起来 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负责 沈书堂漫画版权 改编的编辑 设出的起钱 傅川很乐意 为沈书堂打工 跟谁赚钱 不是赚钱呢 行 就这么说定了 一桩心试了 沈书堂懒洋洋 打了个呵欠 闭上眼睛养着神 傅川见状 默默将英文书收起来 换了一本数学书 研究起公式来 不知不觉 有个软绵绵的东西 靠在了傅川的肩膀 嗯 傅川下意识地 看向了身旁 沈书堂睡着了 侧脸靠在了 傅川的肩膀 嘴里 喃喃自语着 像是一只小奶猫 少女发现的香味 涌入傅川的鼻腔 嗨嗨 傅川只能够将脸 埋在了数学书里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 狂奔冲着 老师 这道题太难了 我不会做啊 等公交到达G11中后 傅川见沈书堂 没有醒来的迹象 纠结再三 只能够开口 学姐 我们到了 醒醒 嗯 今天甜点吃草莓蛋糕 沈书堂悠悠转醒 揉了揉眼睛 傅川顾不上 沈书堂还没反应过来 连忙拉着沈书堂下了公交车 被风一吹 沈书堂瞬间精神了 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忙对着傅川道歉 傅川学弟 不好意思 我睡着了 傅川摆了白手 没事 沈书堂找了个借口 赶紧跑了 要不是 昨晚赶稿赶了个通宵 沈书堂不至于在公交车睡着了 还靠在了傅川的肩上 希望没有给傅川 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学姐 其实很可爱啊 傅川 从一个男人的角度 由衷评价一个女人 并没有多余的想法 如此优秀的女人 真不知道 以后花落谁家 能娶到沈书堂的男人 铁定是上辈子 拯救银河系了 上午的课结束后 傅川啃完面包酸奶 如法炮制的 想找管理员老师 借花式钥匙 这次老师说什么都不肯借了 带着几分 怀疑地看着傅川 傅川同学 你上次说 是有十分紧急的事情 需要用电脑我才借给你的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呢 你现在是高三生 应该尽全力 认真读书 考上的好大学 别想着有的没的 唉 果然同样的办法 没法用第二遍 建管理员老师 态度强硬 傅川没办法 只能想着 放学时候 去找个教化化的机构 借下设备 出点钱了 金主的任务 总得完成 就是浪费中午的时间 回去继续啃书吧 李老师 要是能不能 借给傅川学弟呢 他真的有重要事情办 我可以帮傅川 学弟担保 一道清幽的声音传来 沈书堂手里捧着资料 戴着眼镜 主动开口为傅川求情 见到沈书堂李老师 脸色一下子变了 板直严肃的面容 舒展开来 看得青眼角的几条皱纹 温柔的开口 既然沈同学 愿意为傅川同学担保 傅川同学 你不要辜负 我们的信任 千万别弄坏教室里的设备了 是 谢谢老师 谢谢学姐 傅川还是第一次看到 李老师这副模样 如愿以偿地拿到了 电脑式的钥匙 走出了办公室 等沈书堂出来后 傅川再次郑重跟沈书堂道谢 沈书堂摆了摆手 刚好我来送资料 给李老师 就当是学弟 今天在公交车借我肩膀休息了 对了 你借电脑试要是做什么 想画几幅画 嘿嘿 行 那你快去吧 午休时间不长 抓紧 好的学姐 傅川转身跑着去绘画电脑试 还是上头有人好忙活 沈书堂一具担保 直接让傅川以后 都能借用绘画电脑试了 这下接商单 完成金主任务 就方便多了 沈书堂暂时没将傅川 跟一个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联系起来 世上哪里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傅川答应沈书堂等高考完后 就做沈书堂的小说画师 光傅川一个人还不够 得找多几个得力助手 一个不正经的本子 画师画风跟质量都跟傅川相合 可以挖过来跟傅川合作 一起帮沈书堂的小说画画 就是不知道一个 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愿不愿意 正当傅川在绘画电脑室 埋头苦干的时候 傅清清 恰好去找李老师拿钥匙 见到绘画电脑室门没有关上 移了一声 探头进去 李老师 在吗 我过来 拿一下多媒体教室的钥匙 正好撞上了傅川 傅川 你怎么在这里 傅清清眉头 不留痕迹的一昼 午休时间绘画电脑 是不对外开放的 有事 傅川没想到 会在这里撞上傅清清 眼下不想 跟傅清清多说 全神贯注 投入到创作之中 反正傅川 不是投留进来的 是光明正大 得到老师许可的 傅清清找不了麻烦 傅清清看傅川忙碌着 想着可能是傅川 跟李老师借了钥匙 奇了怪了 李老师的性格 傅清清知道 他向来不喜欢 给学生通方便 要是弄出个什么篓子 就麻烦了 难道是傅川 偷偷向李老师 暴露他是傅家少爷 看在全市的份上 李老师会通融几分 要是以前傅清清 肯定掉头 去找李老师说个清楚 但凡傅川 用了这样的手段 铁定少不了 他们这些姐姐一顿训斥 这一次 傅清清神差鬼使地走上前 看着傅川的作品 你做什么 傅川立马将屏幕关掉 警惕地看着傅清清 难道你是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我过来看看 都不行 傅清清就算再清冷的性子 都生气了 傅川这是将傅清清 当成什么人啊 傅川画画就画画 傅清清过来 看就关掉屏幕 这不是摆明 防着傅清清吗 傅老师 这是我个人隐私 李老师在办公室 你要找他 就去那边吗 要是平时的作品 就算了 这是要交给金主的画作 属于合同的个人隐私 就连傅川想要 将画挂上个人主页 都必须等金主 将画作公众 得到金主许可才行 万一傅清清看到了 傅川的创作出去乱说 傅川又不想 告诉傅家人 他偷偷在网上接商单 事情传到了金主的耳边 弃走了这么好的合作对象 傅川找谁哭去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第十三章 他们是区别对待傅川跟傅子称 傅川想不透的是 明明傅清清 向来对傅川的事情 毫不在意 最近傅川都迎合傅清清的意思 对傅家人全然不指望 不拿他们做姐姐 不对着他们摇尾起怜 这不是傅清清想要的吗 现在 干嘛还要来对傅川指手画脚的 真烦 傅清清能感受到 傅川眼神之中的不信任 扳直了面容 傅川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 偷偷用学校的电脑 做什么非法的事情 马上让我调查 这一顶帽子 扣在了傅川的头上 闹大了傅川 可是要被开除既是一中的 傅清清就不信了 看看傅川到底在弄什么东西 藏着掖着 搞得这么神秘 傅清清就不能看了 一定是在做坏事 对 傅清清以为 说出这样的话傅川就会害怕 没想到从傅川眼神之中 看到了震惊 震惊傅清清 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不择手段 上辈子傅清清 顶多就是不理睬傅川 这辈子 傅川算是看清了 傅清清的真面目了 抛开清情滤镜后 傅清清看似清冷美丽的外表 实则不达目的 不择手段 接触到傅川眼中的情绪后 傅清清冷静了不少 同样不敢相信 刚才的话是傅清清说出来的 捏着莫须有的事实冤枉别人 强硬要求别人坦白 还是傅清清 曾经最不在意的亲弟弟 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傅清清刚想缓和下口气 傅川开口 如果打开电脑发现 不是傅老师说的那样 傅老师你给不给我道歉 傅川不生气 为了傅家人不值得 用着无比冰冷的口吻诉说着 傅清清隐约感觉到 傅川被推得越来越远 此刻傅清清没有退路 只能够顺从着傅川的意思 好 如果我冤枉了你 我会道歉 傅川这才让开了位置 傅清清打开了电脑屏幕 看到傅川的作品 傅川确实没做什么非法的事情 只是单纯在画画 作品依旧天衣无缝 无可挑剔 传神无比 血眸黑发萝莉 神色高贵 眼神清冷鄙夷众生 镂空雕花而坠 格外瞩目 一轮月色照彻万川 傅清清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傅川 对不起 傅川 刚才我 只是气话 如果以前傅清清可以不用解释 甚至不用道歉 因为傅川会无条件原谅 纵容 这一次傅清清不是傻子 明显感觉到傅川的疏远 冷漠 傅清清 不得不低下头来道歉 以姐姐对弟弟的身份 傅川冷冷开口 出去之后别乱说 傅老师 你也不想自己误会 学生的事情传得 既是一种人尽皆知吧 傅川 你要练习 为什么不在家里练习 要跑到学校来 家里哪里有设备 傅川简直快笑出声来 这位血脉相连的五姐 真的是对傅川的情况 一无所知 如此愚蠢的问题 都问得出来 傅川原以为傅清清 有点智商 现在看来 真的是清清滤镜太深 傅清清 哑口无言 他们连智能手机 电脑这些设备 都没给傅川买 更别说平板 电子画板 电笔这些了 只给傅川买了画板一类的东西 以为傅川这么用就够了 傅川 我知道你心里可能有点怨气 但你一个高三生 正冲刺大学的重要阶段 要那些电子产品 要是学坏了 成绩一落千丈了怎么办 我们这是为了你好 傅清清 再次摆出了好老师 好姐姐的模样 对着傅川语重心肠的开口 傅川冷笑开口 学校都有配这些东西 给我们这些美术生使用 你真的是害怕我学坏吗 傅老师 我看在你心里 是怕我花傅家太多的钱吧 你说什么呢 傅川 我们家给你吃 给你住 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 要不是傅家 你现在还在孤儿院呢 哪里有机会独具 是一种这么好的学校 如果我们怕花钱 从一开始 就不会把你找回来 傅川对了回去 那你们就不怕傅子称学坏吗 你们把他捧在手掌心里 更不该给他接触这些东西吧 傅川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是极度子称弟弟 你在心里一直在跟子称弟弟比 你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 子称弟弟的成绩多优秀 而你 而我是靠自己的实力 考入记事一中 你再怎么讨厌我 理智还是给了我的作品满分 傅子称厉害 我也不差 区别对待依旧存在 你们喜欢傅子称 不喜欢我 有什么不好明说的 何必这样强称这一副姐姐的模样 令人作呕 傅川毫不犹豫 戳穿了傅青青的假面具 你 傅老师 你没事就离开吧 别打扰我画画了 傅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继续工作 因为傅青青这个插曲 浪费了傅川不少时间 计划在午休时间 赶出金主的两笔商单 希望赶得上吧 你 傅青青气得跺了跺脚 小脸通红 转身离开 加快脚步的速度 像是落花而逃 傅青青内心之中 有一个声音在说着 傅川说的是对的 他们是区别对待傅川跟傅子称 因为傅子称是他们认可的弟弟 傅川除了血缘关系 一无所有 甚至不应该被找回傅家 打破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 之前傅青青是这么想 也是这么做的 傅川现在不讨好他们这些姐姐 傅青青应该高兴才是 到底是什么时候 傅青青开始在意傅川的想法了呢 傅青青的脚步慢慢放了下来 思索片刻后 傅青青认为 她是对傅川起了爱才之心 像傅川这样杰出的天赋 如果泯然众人意 傅青青都觉得无比可惜 作为一名教师 无法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是对傅川好一点吧 嗯 就好一点 不会到刺激傅子称绝症的地步 又能够爱惜傅川的才华 傅青青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度 今天下午上了两节课就放学了 艺术生的上课流程 跟普通学生不同 很多学生都是靠艺术特长考上大学 文化课要求水平不高 有些大学甚至没有 因此 很多学生家长想方设法 让孩子学绘画 体育 音乐之类的特长 争取上一个名校 将来好找工作 艺术类学生 唯有两个缺点 第一是学费贵 第二是专业不好找工作 傅川上完课后 偷偷来到绘画电脑室赶了工 将成品发给了金主 昨夜语书风筹 我很满意 商单确认了 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谢谢大佬 恭喜 昨夜语书风筹 对了 本字画师 你有兴趣参与漫画版权改编吗 嗯 又是漫画版权改编 傅川下意识想到了沈书堂 不过像毕卡索那么出名的画师网站 会有漫画编辑社来挖掘画师 并不意外 原神 新穷铁道一些出名的二游 母公司都会选择在活动预热阶段 找知名画师 合作出同人图 进行宣传 不得不说 米哈游的小金币 爆得很爽 对于这种同人二创宣传图给的钱很多 上辈子傅川接几单就赚了好几万 如今傅川在毕卡索还默默无闻 只是个小卡拉米 自然无法得到米哈游这样大公司的青睐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今年赚钱辅助 重要的还是高考 一年后答应了学姐 要帮她的小说漫画版权改编 在学姐还没反悔之前 傅川没法食言 抱歉 傅川简单回复了两个字 昨夜语书风筹 可惜了 沈书堂难免有点失落 还想帮傅川找几个和沈书堂心意的帮手 一本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金主 以后还能合作吗 第十四章 学姐真可爱 为了虔诚跟承诺 傅川不得不拒绝 就怕得罪了昨夜语书风筹 像这么好说话又聊得来 有同等艺术品味的金主 傅川真的不想错过呀 昨夜语书风筹 当然可以 我最近没什么需求 可以帮你推荐 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谢谢金主 对方确认了商单 给了彼此五星好评 傅川顺带着改良了几幅画 上传到毕卡索的个人主页 这一忙活完 已经到晚上六点了 傅川锁好绘画电脑室的门后 刚好遇上了沈书堂 学弟 我看到绘画电脑室有光 就想着是不是你 走过来看看 学姐 这次真的很谢谢你 傅川无比感激地开口 要不是沈书堂帮傅川做了担保 拿到了绘画电脑室的钥匙 傅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都说 还你早上的人情 不必介意 傅川揉了揉后脑勺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学姐 傅川只想客气客气 沈书堂说他有轻微社恐 不喜欢陌生人多的地方 还是白富美 不可能会跟傅川去吃东西吧 哪里想到沈书堂一口答应下来 行啊 学弟 今天晚饭靠你了 啊不是 傅川随便说说 沈书堂竟然当真了 就 怎么 不乐意啊 乐意至极 走吧 学姐 傅川心中想着 还好拿到了金主的报酬 今天晚上就大出血一点吧 于是乎 傅川跟沈书堂 并肩走出校园 有说有笑的画面 再一次震惊了整个济世宜中 学姐 去万达广场吃神户牛排 第一次请女孩子吃饭 傅川没什么经验 想到方凯威说过的话 以沈书堂的身份 选附近最有情调高级的地方 应该没错 吃哪个干嘛 又贵又少 傅川抓了抓后脑勺 学姐想吃什么 总不能逮着傅川这个名义上的穷学生敲诈吧 哈哈 跟我来 沈书堂带着傅川来到了一个烧烤店 找到座位 沈书堂熟练队点了一连串的烧烤 又将菜单给了傅川 这家的烧烤便宜又好吃 你看看喜欢吃什么 学姐 竟然喜欢吃这个 还点了那么多 傅川不是心疼钱 而是想着沈书堂的美貌 身材还有身份 不应该对这些油炸食物 敬而远之的吗 沈书堂不由得被傅川的样子逗笑了 你当我是不食人煎烟火的仙女啊 我也要吃喝拉撒的呀 说的也是 傅川对沈书堂的了解太少太少了 很多印象都是从旁人的闲言碎语听说 沈书堂是高冷学姐 不食人煎烟火 不喜欢与他人靠近 实际接触起来 沈书堂远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冰冷 他有着温柔 可爱的一面 只是社恐的性格 加上沈书堂的模样 下意识让人感觉沈书堂十分不好接近 是一朵只可远观 不可泄完烟的冰山雪莲 傅川不由地开口 我跟学姐应该算是朋友了吧 沈书堂抿了抿唇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嗯哼 学弟 一开始我是看中了你的作品 再来了解你之后发现 我们两个人共同语言挺多的 朋友不要多 几个知心知底的就够了 希望在你心中 我已经是你的好朋友了 沈书堂朝着傅川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眉如弯刀 谋若繁花 照亮了少年瞳孔之中的星空 傅川点了点头 学姐不嫌弃 我很荣幸 所以 再跟我聊聊小说剧情呗 上次跟你聊了之后 我灵感源泉爆发 足足干了一个通宵 搞快点搞快点 哈哈 傅川指的干笑 剧情有 就怕沈书堂知道的太多 搞得思路混乱 把能大火的小说给写崩了 变成了沈书堂创作历史的污点 傅川就变成千古罪人了 傅川只能够捏着一些剧情透露着 哪里想到沈书堂越来越兴奋 拉着傅川叽叽喳喳地 跟个永不停歇的小兔子 小脸飞红 越要越多 傅川人都骂了 学姐 我真的一滴都没有了 别再来榨干我了 正好烧烤上来了 傅川借口先吃饭 才堵住了沈书堂的嘴巴 下一秒 傅川大跌眼镜 沈书堂吃烧烤的速度 简直是风卷残云 还好沈书堂颜值逆天 嘴巴塞得满满的嚼着东西 多显了几分可爱 跟往嘴巴里藏着东西的仓鼠一样 唇上沾染了油脂 染红鲜艳 男人见了 有种响意轻方泽的冲动 以沈书堂的颜值 跟吃东西的欢快 就算没做小说家 以后去开个吃播 绝对能火爆全网 傅川见了 都胃口大开 这些都是平日里 不敢消费的东西 趁着这次机会 傅川一口气吃个够吧 傅川喝着肥宅快乐水 没想到学姐还是个吃货 没看过我作家专栏的介绍吗 唯有 美食跟知己不可辜负也 不行哦 得罚你超一百遍 呵呵 傅川嘴角弧度越发扩大 沈书堂意识到 刚才说错话了 有些肝大地咳嗽了一声 抱歉 我说高兴了就会这样 你别往心里去 学姐真的很可爱 傅川做出了一个男人 发自内心最忠诚的评价 外人看沈书堂 会被沈书堂的才华 颜值 身份吸引 熟悉沈书堂后 发现沈书堂身上 有更多的闪光点 可爱 时而迷糊 吃货属性 谈天说地 沈书堂知道 傅川没有多余的想法 吸了一口味他奶腹喝道 我也这么觉得 当然 学弟很帅气 哪个女孩子不喜欢 被发自内心的夸奖呢 傅川会心一笑 能得到学姐的夸奖 是我的荣幸 学弟 你说话文周周的 说不定有当小说家的潜力哦 饶了我吧学姐 我写的作文都头疼要命 更别提 写小说了 傅川赶紧求饶 是啊 学弟还是适合画画 做一名名垂青史的达芬奇 我很看好你哦 学弟 沈书堂说这句话时 发自内心的坚定 眼神的信任 无形之中 给傅川打尽了一针鸡血 我会的 学姐 祝未来的大画家 干杯 祝学姐小说版权大卖 干杯 肥宅快乐水 跟维他奶瓶子碰撞 发出清脆的声音 蕴含着一股浓厚的 青春浪漫气息 就在这时 两道人影 走进了烧烤店 大姐 我听同学说 这家烧烤店 真的很好吃哦 你啊你 医生虽然没让你忌口 但这油炸食品 你不能吃太多 没事的 大姐 如果我的人生 真的所剩无几 我只想要随心所欲 幸福快乐地度过 而不是为了一时间 苟延残喘 不去干这个干那个 这样多遗憾啊 别瞎说 傅林儿 赶紧打断了傅子琛的话 察觉到傅林儿的紧张 傅子琛愧疚地低下头 对不起 大姐 偶尔吃一次也不错 傅林儿摸了摸傅子琛的头 医生跟傅林儿说了 傅子琛的病 按照目前的医学手段 束手无策 只能够争取 让傅子琛的心情好一点 按时到医院进行复查 延缓傅子琛的生命 这是傅林儿 答应傅子琛 来吃烧烤的原因 平时傅林儿 都不许傅子琛外出吃东西 就怕傅子琛吃坏了身体 影响到了病情 尽管严格控制傅子琛的饮食 做了那么多 傅子琛的病情 还是没什么帮助 索性是试看医生的治疗 让傅子琛心情愉悦起来 说不定有所帮助 咦 大姐 那个不是傅川哥哥吗 傅子琛忽然看着傅川的方向 叫出了声 傅川 傅琛儿微微一震 顺着傅子琛的目光看去 果然见到了傅川 烧烤店人多 傅琛儿他们发现了傅川 傅川还没发现他们 正跟沈书堂聊得很愉快呢 傅子琛下意识走近了一些 看到跟傅川聊得开开心心的人 是沈书堂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沈学姐 她竟然跟傅川哥哥在一起 第十五章 我可不被这口黑过 沈学姐 沈书堂 傅琛儿一下子猜到了 傅士忆中出名校花 才华横溢天才小说家 还有 沈氏集团的掌上千金 傅琛儿在宴会见过两次 傅川什么时候 跟沈书堂打好关系了 难道 是用傅家少爷的身份 大姐 我们还是别过去打搅了吧 傅子琛心中极度不已 像沈书堂这么优秀漂亮的女生 傅士忆中很多男生 都在默默暗恋着沈书堂 包括傅子琛 傅子琛知道她活不了多长时间 加上沈书堂从来没有关注过傅子琛 尝试过给沈书堂写情书 结果时辰大海 她根本没有资格追求沈书堂 如此高冷的沈书堂 跟傅川聊得那么好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就像是天造地设的恋人 无情地给周围人塞着狗粮 傅川一个不得宠的弃子 凭什么能得到沈学姐的笑脸 上辈子傅川跟沈书堂 根本没有交集啊 子琛弟弟 你先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过去打声招呼 大姐 不等傅子琛开口 傅琳尔静止走了过去 傅子琛心中窃喜 看来傅琳尔要搞事了 最好让沈书堂彻底厌恶了傅川 书堂 好久不见了 傅琳尔的声音传了过来 笑脸盈盈 傅川闭上了嘴巴 没想到在这里会撞上傅琳尔 她不是一向对这种地方 出之以鼻的吗 沈书堂淡淡点了点头 林儿姐 身为沈氏集团的千金 沈书堂自然知道 傅琳尔的分工伪计 撞上了那就礼貌应付几声 傅琳尔跟沈书堂客气了几句话 又将矛头对向了傅川 书堂 你男朋友 沈书堂对傅琳尔这句话略感不悦 傅川学弟是我的朋友 嗯 你们吃 我就不打搅了 傅琳尔摸清了几分 转身回到傅子琛的桌子去 大姐 你为什么 傅子琛十分不满意 这才说没几句话呢 傅琳尔不是 想去破坏傅川跟沈书堂的约会吗 大姐自有想法 紫琛弟弟 你想吃什么金管店吧 经过这个插曲 傅川跟沈书堂吃没多久 便结账离开了 两个人并肩走到公交站等车 沈书堂朝着傅川微微一笑 谢谢你 学弟 我很开心托你的福 今天晚上 我可能又要熬夜了 说着沈书堂指了指黑眼圈 学姐注意身体 安啊 我可以坐773公交车 明天见咯 明天见 沈书堂上了公交车 傅川等多十分钟 回家的公交车到了 傅川刚找了个位置坐下 手机响了起来 见到来电显示人 眉头不留痕迹的一皱 按下了接听键 有什么事吗 打电话来的人 正是傅清清 你怎么还没回来 我在外面吃了 傅川冷漠地回应着 以前傅川在外面 傅清清不闻不问 怕是傅川 死了傅清清都开心 这样就不会危害到 傅子称了 今天傅川 没有回家吃饭 傅清清打电话过来 以傅清清今天的所作所为 把傅清清往最坏的地方 想一点都不为过 估计是想着报复傅川呢 总之 你快回来 傅清清抛下这句话 挂断了电话 傅川心如止水 先是傅林儿 再来傅清清 呵呵 随便吧 傅川不管 不问 不想 等高考结束后 傅川立马搬出傅家 就能结束这段孽缘了 傅川回到傅家后 傅清凌 故意走了过来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傅川 像是看着一个外星人 傅清凌的眼神 看着傅川直觉他不在家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道 有事 你今天跟五妹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怎么会买这么多东西给你 傅川愣住了 什么情况 傅清清这时从楼梯走过来 不行 东西有点多 傅川的房间有点小 放进不去 傅川房辈的开口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不是愿我们对你 和子称弟弟区别对待 连电脑这些 你要用的设备 不给你买 我现在给你买了 全是最新款最顶配 你以后就用这些吧 傅川不可置信地看着傅清清 原以为傅清清是故意找傅川麻烦 想要让傅川在傅家待不下去 真待不下去 无法摆烂 傅川不会死皮赖脸 收拾东西搬出傅家就是 要不是为了高考 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点 怕搬出傅家影响前途 傅川一刻都不想留在傅家 结果 傅清清竟然给傅川买了这些配套 搞笑吧 五妹 你就因为这个理由 傅清凌亦是不敢相信 区别对待傅子称跟傅川 不是他们七个姐姐早就商量好的吗 怕傅子称看到傅川在傅家过得好 会难过 导致病情发作 要是因为对傅川好 让傅子称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死都不会原谅自个的 傅川淡淡开口 我不需要 你拿走吧 傅川 傅妹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还拒绝 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因为你们对我好 导致子称弟弟出了什么事 我不就成了傅家千古罪人了 我可不被这口黑过 这些一直都是傅家人心照不宣的事情 如今傅川赤果果的揭露出来 让傅清凌跟傅清清脸上 有点挂不住了 这件事 我已经决定了 傅川 再怎么说你 也是我们的弟弟 我不想知道的人说 我们这些做姐姐的 对你太过绝情 尽管不可能跟傅子称的地位 相提并论 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 傅清清愿意为傅川的未来 进行投资 傅川冷冷一笑 五姐 你这么为难 何必 我又不稀罕 更不会感谢你 傅清清没有再理会傅川的话语 看向傅心灵 二姐 我想要收拾一间书房给傅川 她房间现在放不下那么多东西了 你都给她买了那么多东西了 还要书房 她哪里来的脸啊 傅心灵忍不住吐槽道 却被傅清清使了个眼色 拉过来 说着悄悄话 当初傅川被找回傅家 他们给傅川住的是庸人的房间 空间自然不大 现在仔细想想 确实考虑不周全 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傅川的真实身份 看到傅川 在傅家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他们岂不是很丢脸 傅清清以前 是不关心傅川的存在 在他眼里只有那个 可怜惹人爱的弟弟傅子称 现在被傅川的才华 吸引经验后 越发考虑到 即便不为了傅川 为了傅家颜面 他们都得对傅川好一点 不落人口舌 傅心灵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 那紫称弟弟 回来知道 这一切怎么办 还有大姐那边 我们对紫称弟弟的好 绝对不会比傅川少 紫称弟弟是个好孩子 他一直想我们对傅川好一点 他会理解的 大姐 我尽力说服他 第十六章 我不稀罕 更不会感谢你 傅清清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傅心灵沉默 代表赞同傅清清的意思 不得不承认一点 傅心灵光是 从照片看到傅川的画 就觉得惊为天人 他确实能够成为一名杰出无比的画家 只是傅清清不觉得 傅灵沉会赞同傅清清的做法 傅川懒得理会 这群蛇蝎毒妇 拿着书包上楼去了 不管傅清清做什么 爱咋滴咋滴 他们的东西 傅川一个都不会用 免得到时候离开傅家 又说傅川 欠了他们什么 不多一会儿 傅灵沉带着傅子称回来了 看到庸人 正在整理闲置的书房 二楼过道 还放着箱子 傅灵沉问了一句 二妹 五妹 你们在做什么 大姐 傅川学画画 需要一些设备 他房间太小 我收拾了一间书房给傅川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傅清清偷偷看着傅子称的脸色 傅子称心中一阵 天生的绿茶眼计 让傅子称瞬间恢复正常 天衣无缝地开口 二姐 我听说过傅川哥哥 学艺术需要的东西不少 傅川哥哥 只有一个房间 连学习室都没有 这样一定能够 对傅川哥哥 有所帮助的 子称地点 你能理解 那是最好的了 傅清清没有看出异常 打从心底相信傅子称的 善良 最后就等傅林儿的决议 傅林儿点了点头 五妹你决定就够了 咦 傅心灵正正然地看着傅林儿 大姐竟然同意了 明明以前手机 电脑 网络 这些都是傅林儿主张 不给傅川用的 就是要让傅川知道 他在这个家没有地位 最好将傅川逼走 这样 不会危害到傅子称 他们也不用担心 傅川别有居心 傅清清准备了 一连串的说辞 全无用武之地 不管怎么样结果最好 只得点头 傅子称人都快气炸了 怎么回事 大姐 为什么这么简单同意了 自从大姐看到 傅川跟沈书堂关系好后 就变得很奇怪 该死 难道大姐 是想借着傅川这条线 讨好沈家千金 傅川正在房间里 做着功课 还好上辈子 打下来的基础 没忘记太多 按照课题 在书本里找公事 还算得心应手 叩叩 敲门声响起 傅川面无表情地打开门飞 原以为是傅清清 结果是傅林儿 大姐 有事吗 傅川没有让开声位 甚至用着无比疏远的 声音开口 就是让傅林儿 意识到傅川的逐客令 不让大姐进去坐坐 我这里面一团糟 怕爱了大姐 有什么是门口说吧 打从那一天傅林儿 亲手将傅川送进警察局 傅川就变了 傅林儿觉得 傅川的改变是好的 这样就不用看着傅川 卑躬屈膝地讨好 着实碍眼 也不可能得到他们这些姐姐 任何反馈 更不会让傅子称心里头 产生负担 现在 你跟沈书堂是什么关系 哦 傅川心中了然 傅林儿之所以来找傅川 是为了沈书堂 为了沈书堂背后的权势 傅川不了解 沈书堂的背景 沈书堂不说 傅川就不问 保持着朋友的默契 不过傅林儿 竟然为了沈书堂来找傅川 说明沈书堂的家族实力很强 普通朋友 你继续跟沈书堂把持好关系 沈书堂是沈氏集团的掌上千金 傅氏集团 未来跟沈氏集团 可能会有好几个大合作 你要记着你叫傅川 姓傅 身上流着傅家的血 傅林儿点到极致 傅川再怎么蠢 都不可能认识 不到其中利害性 只要傅川 乖乖讨好沈书堂 傅林儿 愿意多看这个弟弟几眼 承认傅川作为傅家的一份子 这不就是傅川梦寐以求的吗 以前没机会 现在傅川走了狗屎运 跟沈书堂扯上了关系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我只是一个学生 想着怎么考上好大学 是我首要任务 这件事我办不到 你找其他人吧 我还要做功课 傅川毫不留情地关上门飞 傅林儿碰了一鼻子灰 有些愣住了 这 是傅林儿的意思 表现得不够明白 好了 大姐 现在傅川就是这副德行 我都让五妹别这么干了 傅川不会领情 她偏偏不听 傅心灵上楼 刚好见到这一幕 只是傅心灵没想到 傅林儿会主动对傅川示好 傅川还拒绝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傅林儿 Oh my Go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不可能的才对 傅林儿的面子 真的挂不住了 在傅家傅林儿 作为大姐 向来都是说一不二 弟弟妹妹极为顺从的存在 即便是亲生父母 都听从傅林儿的意见 傅林儿继承了父母的 秦出于蓝胜于蓝 从傅氏集团一个小员工 再到今天总裁的位置 没有一个人不服傅林儿的能力 曾经那么讨好傅林儿的 傅川不鸟傅林儿 还被傅心灵撞见了 让傅林儿 作为大姐的尊严受挫 傅林儿愤愤地盯着 傅川禁闭的房门 转身离开 殊不知傅子琛 正躲在暗处 窥视着这一切 傅林儿主动讨好傅川 果然是为了沈书堂 可是傅川的态度 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傅子琛 重生的蝴蝶效应 改变了一切 等傅林儿跟傅心灵走后 傅子琛故意上前 敲了敲傅川的房门 房间打开了一条缝隙 有事吗 傅子琛摆出人畜无害的模样 傅川哥哥 我想跟你聊聊 我现在没空 下次吧 傅川哥哥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真的不是故意 打碎你的相片 山水练春图 也是大姐给我的 为了弥补 主动承担了 跟勤俭的婚约 这样还不够吗 如果傅川哥哥想要 我可以还给你 都给你 好啊 那还给我吧 傅子琛没想到 傅川会这么说 面色一僵 这都是属于傅子琛的东西 怎么可能真的还给傅川 我可以跟大姐说 就是怕大姐生气 子琛弟弟 我开玩笑的 你不用往心里去 我还有事 先关门了 碰 傅川关上门飞 不给傅子琛一点 陷害傅川的机会 上辈子傅川 就是没看出傅子琛绿茶的本质 吃了好几次亏 这辈子 还想进傅川的房间 没门 果然 傅子琛开始在傅川门口 假装身体不舒服 动静很快 引来傅琳等人 傅心灵着急地问道 子琛弟弟 你没事吧 傅子琛面色苍白 虚弱无力地开口 二姐 我有点难受 傅川 傅心灵气地狂拍 傅川的房门 傅川想到 傅子琛这一招了 淡定地开门 做什么 你对子琛弟弟 做了什么 为什么子琛弟弟 会变成这样 不 不是的 二姐 跟傅川哥哥没关系 是我自己 子琛弟弟 你不用袒护傅川了 肯定是他害的你 傅心灵唱黑脸 傅子琛唱白脸 济世感满满 上辈子 傅子琛多次犯病 每次都是傅川 这一次 我什么都没做 傅川不墨迹 将视频摆了出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 清清楚楚 傅子琛的脸色 更加苍白了 傅川这个蠢货 竟然会录视频了 他什么时候换了手机 有视频拍摄的证据 傅川确实没做什么 傅心灵脸上 有点挂不住 开始从语言攻击下手 要不是你 不给子琛弟弟 进房间 子琛弟弟 哪里会犯病呢 进了房间 子琛弟弟在犯病 我不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 二姐 别忘了之前 有几次都是这样 你说过 别让子琛弟弟 进我的房间 觉得晦气 傅心灵哑口无言 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仔细想想 傅子琛在傅川房间 出事的次数 确实有点多 傅琳儿跟傅青青的脸色 也有点奇怪 显然察觉到了 这一点异常 以前是对傅子琛 百分之百的信任 对傅川的厌恶 才没有往深处想 现在傅川变了 手里 还握有视频证据 加上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们不得不多想 傅子琛生怕漏陷 有气无力地开口 姐姐们 我没事 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先送子琛弟弟回房间吧 至于傅川 解决麻烦事后 立马关上门 懒得去看傅家人的表演 第十七章 傅子琛慌了 傅子琛回到房间床上休息一下 脸色很快舒缓了 家庭医生迅速赶来 给傅子琛检查后 确认没异常 众人这才放心 二姐 你刚才不分青红皂白 责怪傅川 有点不好 傅琛青竟为了 傅川开口指责傅心灵 怕是连傅琛青都没察觉到 自个儿对傅川的态度转变 傅心灵无话可说 只能够默默承受 这件事 仔细想想 确实是傅心灵太过分了 让傅川别给傅子琛进房间的 是傅心灵 加上视频证据 头疼 二姐都是为了我 对不起二姐 傅子琛将过错 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自责地开口 子琛弟弟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做错了 傅心灵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傅川什么时候换的手机 傅琳儿忽然开口 傅子琛正想着 怎么将话题往这方面引呢 如今傅琳儿主动提出 暗自窃喜 我记得傅川哥哥的手机不是这款 他哪里来的钱换手机呢 傅川以前在孤儿院存了一点钱 估计平日里的生活费省下来的吧 我看到傅川的手机很破旧 估计是二手机 大姐 虽然说是为了傅川的学习 但现在 网络时代 微信 相机之类的功能太重要了 特别是傅川这种专业的 这笔钱不能省 还是傅清清 跳出来解释 傅琳儿默认了这个说法 没有深究 傅子琛的拳头 暗暗握紧 今天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让姐姐们 对傅子琛产生了疑心 竟开始偏袒起了傅川 一日 傅川起得最早 拿起牛奶跟面包 跟管家打了一声 招呼就要离开 最近傅琳儿他们 越来越奇怪 让人捉摸不透 总之能避开 就避开吧 正当傅川走到门口 恰好撞上了 沉练回来的傅清清 傅清清看着 傅川嘴里叼着面包 手里拿着酸奶 眉头轻皱 你就那么不想 待在傅家 不要误会 我只是 有事提前去学校 傅川打了的太极拳 便要越过傅清清离开 你要的我都给你了 你到底 还有什么不满意 傅清清不由地生气了 如果说 昨天傅清清做错了 她已经道歉了 还给傅川买了那么多东西 为傅川说话 傅川还要怎么样 她做的总比大姐 跟二姐要多太多了吧 傅川站定了脚步 你的那些东西收回去 我没要求你给 我要的你 以前给不起 现在我不稀罕了 抛下这番话 傅川头也不会离开 傅清清愣愣地 看着傅川离去的背影 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傅清清莫名涌出了一股恐慌感 傅川再也不是傅清清 能够掌控的弟弟了 傅川 我送出去的东西 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 你爱要不要 当我是收破烂的吗 傅清清说了一句气话 难解沉重的心情 回到傅家 见傅林儿他们还没有下来 傅清清不想一个人吃早饭 神差鬼使地来到了 为傅川准备的画室 尽管傅清清嘴巴说 不想浪费傅川的才华 稍微近一点 作为姐姐的责任 这间画室 傅清清还是很用心布置整理 多余的东西都收走了 将电脑 书桌一类的办公用品 弄得整整齐齐 一尘不染 特意为傅川搬了几盆绿植 放在窗户好养眼 不得不说 这是一间男孩子会很喜欢的房间 特别是像傅川这样的天才画室 傅清清竟有点期待傅川 看到这间画室时候的模样 混乱的思绪 缠绕着傅清清的大脑 头有点疼了 傅清清转身 见傅清清一脸担心地走了进来 傅清清察觉到了傅清清 对傅川态度的转变 今天早上傅清清还来到了 为傅川准备的画室 不行 必须先彻底把控住傅清清才行 就是有点头晕 子称弟弟 你帮傅姐按摩一下吧 还记得 子称弟弟 上次帮傅姐 缓解宿罪 那手法 真是太舒服了 啊 傅清清突然叫出了声 子称弟弟 有什么问题 傅清清以为 傅子称为难 没 没事 那我姐你坐一下 我帮你按摩吧 距离上学 还有时间呢 好 傅清清没往心里去 自然没察觉到傅子称 尴尬的表情 坐在画室内的椅子上 傅子称站在傅清清后面 深吸一口气 伸出手帮傅清清按摩 傅子称越是 按着傅清清 越觉得不对劲 手法不对 那次傅清清推不掉聚会 酒喝得有点多了 回到家 显得头疼 坐在沙发休息 刚好有 傅子称 帮傅清清按摩 很快就舒缓了不适 让傅清清 一夜好眠 这一次傅子称 按摩的手法 如此生疏 尽管傅子称知道 要找学位这些要点 仍然不得起锁 无解 舒服吗 傅子称小心翼翼地说道 很好 傅清清不愿意 扫了傅子称的性子 只能够勉强附和道 门口这时 探出个傅心灵的小脑袋 你们在这里干嘛 吃早饭哦 好 子称弟弟 我们先下去 吃早饭吧 傅清清匆匆结束了 这次按摩的话题 被傅子称这么一按 傅清清的头疼 不只是没缓解 反而雪上加霜 得缓一会儿了 奇了怪了 怎么傅子称 这次跟上次技术 相差这么大 嗯 傅子称低着头 咬紧了嘴唇 下楼的时候 傅心灵问道 五姐 你看到傅川了吗 想到早上发生的事情 傅清清 脸色微微一沉 她去学校了 哦 傅心灵轻泽一声 心里头 有点庆幸 又有点不舒服 傅川提早 来到了学校 错过了 跟沈淑堂 公交车相遇的机会 班级里 零零散散几个学生 见到傅川到来 投影了羡慕 极度恨的目光 昨天傅川 跟沈淑堂 有说有笑 放学后 还一起去吃烧口 学校论坛 有人发出照片 底下疯狂盖楼 高冷绝美的校花学姐 跟傅川在一起了 这样的风声 一下子传遍了 整个济世一中 奈何对上傅川的 颜值他们 是福气的 如果沈淑堂 是严控绝对逃不过 傅川这张脸 长得太特么帅了 原地出道 能做明星的那种 总比学姐 被某个维索夫二代 砸钱拿下 毁了冰清玉洁的形象 好多了 傅川刚放下书包 方凯威嘴里 掉着包酸奶 走了进来 一见到傅川 立马眼睛发光 冲到傅川的身边 拿出珍藏零食一股脑塞 给了傅川 这操作 把傅川整不会了 凯威 你干嘛 偶像 作为你的粉丝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么快就拿下了 传说中的笑话学姐 求传授恋爱经验 方凯威嘴了的大拇指 傅川眉头 不留痕迹的一皱 你别误会 我跟学姐 只是普通朋友 哎呀 川哥 沈学姐 在济世一中四年 从来没有一个男生 能够跟沈学姐 走得这么近 有说有笑的 不然你以为 冰山女神学姐的名号 哪里来的 只有你 男人中的凯模 追妹子的战斗机 傅川懒得理会 方凯威的油嘴滑舌 他是男人 被传出这样的谣言 倒没什么 就是怕沈书棠那边 觉得麻烦 刚想拿出手机 发信息给沈书棠 两个人澄清一下谣言 结果 傅川发现 他忘记 加沈书棠的绿泡泡了 咻 只能等下课找个机会 跟沈书棠联络一下 怎么解决这件事了 川哥 你放心 沈学姐虽好 但我喜欢的是于学姐 高考一定要努力考上 新漫艺术学院 作于学姐的学店 方凯威握了握拳头 谈媚地看着傅川 等上了新漫艺术学院 到时需要川哥多多 传授恋爱经验了 川哥放心 这事儿 不管成不成 我姐定少不了川哥好处的 第十八章 能认识学姐 太好了 于学姐竟然去了 新漫艺术学院 傅川惊讶地开口 上辈子 傅川没考上 新漫艺术学院 跟于尔不熟 自然不知道这件事 于尔在记事宜中 大名鼎鼎 她是学生会会长 跟沈书堂是闺蜜 颜值稍微逊色一点 沈书堂 依旧是明亮动人的大美人 行动能力强 带人清和温柔 成绩优秀 天之交女四个字 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不知收获多少男生的暗恋情书 将沈书堂比作月亮 那么于尔就是太阳 两大美女经常结伴上学 成为了记事宜中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于尔成绩那么好 竟然选择了新漫艺术学院 虽说新漫艺术学院全专业发展 既是有意图将新漫艺术学院 打造成985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这些年来挖掘过来的教授 开展的专业展露头角 逐渐为全国学生得知 终究比不上清华北大 新漫艺术学院 强的还是艺术类专业啊 所以说了 川哥 缘分天定地最大了 于学姐 等我 我马上就来了 感受到方凯薇追妹子的雄心壮志 傅川不想扫了方凯薇的心情 道 加油 叮咚 傅川手机震动了一下 昨夜于书风骤发来了微信 看毕卡索 傅川这才发现 毕卡索A比挑出了个商单信息 下单的人叫 农睡不消残酒 好试好试 显然是金主的好机友 傅川正缺钱呢 立马点击 接受 映入眼帘的 是农睡不消残酒的下单信息 叔叔推荐的 加个绿泡泡 详聊 叔叔 农睡不消残酒这个叫法 让傅川下意识 想起了沈书堂 他的名字 也带有一个 书字 真巧 仔细想想 重生后遇上学姐 傅川的运气变得很好 先是找到了三观契合的金主 而后学姐还帮傅川 拿到了绘画电脑式的钥匙 这样 傅川就有充足的时间 完成商单了 学姐 好像是傅川的幸运心呢 加了绿泡泡金主没有通过 毕卡索还没有回复 傅川只能 先将手机放到一边 给昨夜于书风 咒发了的感谢大佬的表情包过去 昨夜于书风咒 你的能力 应得的 傅川原本害怕 昨天聚了金主的漫画版权 开发邀请 金主会嫌弃傅川 现在想来 真的是傅川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了 上完课后 傅川找到了 沈书堂所在的复读班 靠窗的高四学姐 看到了傅川 玩味地笑道 学弟 来找沈笑花呀 傅川微微红着脸 嗯 请学姐通知一下沈学姐 还有我跟沈学姐 不是你想的关系 知道了 书堂 有人找你 好 沈书堂走出教室 见到傅川 神色微宁 学弟 你来得刚好 我有事找你 傅川见状 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看来学姐已经知道 今天学校传的两个人的绯闻了 要是给学姐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傅川真的很过意不去 尽管这件事 傅川也是受害者 等傅川跟沈书堂来到了天台 沈书堂还刻意锁上了门飞 蓝天 白云 空无一人又空旷 每部都市动漫 男主标准的战斗地 成歌当年英勇就义的地方 不同的是傅川的心情 学姐 今天的事情我知道了 必须想办法解释误会才行 出于男生的立场 傅川还是得先开口 但傅川不觉得这是他的错 立场必须得弄对 不能因为沈书堂对傅川有帮助 就无理由把责任往身上来 对不起 学弟 沈书堂反而向傅川 来了一个标准的道歉姿势 这可把傅川给整不会了 啊 因为我的原因 给学弟造成麻烦 要请吃饭是我说的 带你到学校附近的烧烤摊也是我说的 我没想到会闹得那么大 如此名事里 脸上露出自责表情的沈书堂 简直好感度拉爆 见沈书堂态度那么诚恳 明明他是受害者 傅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不 学姐 我也有责任 现在得找机会澄清这件事 我们两个在学校论坛发帖吧 正有此意 傅川跟沈书堂同时在学校论坛冒炮 用经过实名验证的名字 发了澄清帖 傅川跟沈书堂只是单纯的学姐弟 并没有谣传乱七八糟的恋爱想法 请各位学妹学弟将心放在学习上 不要以讹传讹 政主都出来辟谣了 论坛管理员亲自下场 开始删帖子 将傅川跟沈书堂的澄清贴置顶 关于傅川跟沈书堂的恋爱话题还在传递 影响会降到最低 不至于会被老师找来谈话的地步 学姐跟学弟 朋友关系 大清朝都亡了 不至于会出面干涉 要是傅川跟沈书堂的成绩受到影响 老师就不得不出面了 高考在即 考上的好大学最重要 学姐 那个 方便加个绿泡泡吗 傅川不想再发声 想联系沈书堂 却发现 没人加绿泡泡的尴尬了 哦 瞧我这脑袋 都忘了 沈书堂吐了土舌头 逃出手机 扫了傅川的二维码 咦 沈书堂是用本人的号 加的傅川 昨夜语书风筹 那个是网上号 不是私人 显示是新好友 不过傅川这个头像 昵称 不就是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学姐 傅川的声音 将沈书堂拉回了现实 傅川 你是不是有在 必卡索平台接商单 有啊 怎么了 沈书堂用另外一个微信号 发了信息给傅川 叮咚 昨夜语书风筹 看前面 前面 不就是沈学姐 等等 傅川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学姐 你是金主大大 正是我 没想到那么巧 应该说确实如此 沈书堂哑然一笑 难怪一个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跟沈书堂的兴趣 性格那么聊得来 沈书堂从他的作品 看到了傅川的影子 只是比傅川之前更加成熟 出色 内里蕴含着一股强大的艺术气息 原来是同一个人画出来的 傅川有点炸裂了 缘分 真是缘分啊 傅川学弟 你怎么不注册一个工作用的微信号 你长期在必卡索平台接单 不分清楚工作号跟私人号 很容易混乱的吧 实不相瞒 嗨嗨 我只有一张手机卡 绿炮炮注册 必须得有手机卡绑定 这一条卡死了傅川 傅川现在不想浪费钱 想着将就 先用自个儿的微信 等以后赚到钱了 再买一张手机卡 注册两个绿炮炮 这样就不会弄混了 哪里想到 傅川开张第一单金主 大大是沈书堂 网络世界四通八达 该小的时候 竟然小成这样 真是匪夷所思 更让傅川没想到的是 上辈子傅川跟沈书堂 进行过商单交易 两个人都没有认出彼此 傅川想到早上 联想到沈书堂的感想 轻轻呢喃着 学姐 真的很幸运 嗯 你说什么 沈书堂没听清楚 自从遇上学姐后 我变得很幸运 嘿嘿 要不是学姐欣赏我的作品 我在必卡索 不知道多久才能开单呢 还帮我借了 绘画电脑式的钥匙 解决了工作问题 我目前挺缺钱的 傅川真诚地开口 最难熬的前期 因为有沈书堂 在傅川身边 得到了圆满解决 将沈书堂视为 傅川这辈子 天空中最明亮的紫卫星 并不为过 等两个人考上大学 不会像现在 在G世纪中 那么经常碰面 谈天说地 傅川会永远铭记 这段高三生活 发生的点点滴滴 还有什么会比 无尽的黑夜之中 天空中那一轮月色 更加明亮 温暖的存在呢 第十九章 不可能得到傅川的承认 傅川学弟 每个人都有他的困境 但你的作品 真的打动了我 所以 你赚的钱都是应得的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你的作品 未来的达芬奇大师 到时候 不要忘了学姐啊 沈书堂背着手 仰起小脸 微笑赞扬着傅川 生生真挚 满是信任 比三月的阳光 还要明媚 触动人心 傅川重重点头 有学姐鼓励 我一定会做到的 相信学姐 也一定会成为 小绝K罗琳 咦 你怎么知道 我的梦想 是像JK罗琳那样 写出一本 名扬全世界的哈利 波特啊 沈书堂记得 没跟傅川说过这件事 啊 JK罗琳的成绩 应该是 每个小说家的梦想吧 人家的故事那么传奇 就跟学姐拿达芬奇 做比方 我只是随口一说 傅川急忙解释 沈书堂这个比喻是 上辈子 傅川翻阅 沈书堂的出版书 不经意间看到的 拿到现在随口一说 没想到沈书堂 还没透露过 哦 沈书堂忍不住 闽唇倾笑 更把傅川弄得不好意思了 只能够抓着后脑勺 红韵染上了耳根子 被阳光照得火辣辣的 沈书堂将手按在胸口 用掌心传递着炙热的心跳 眉眸亮晶晶地发着光 傅川学弟 你真的很神奇 许多无心的话 不经意说到 我的心坎里去了 就跟一汪明镜 能够认识你 遇上你 真的太好了 傅川一时点头 我也是 能认识学姐 真的太好了 回到教室的时候 傅川收到了沈书堂的绿泡泡 如今知道了 金主大大的真实身份 傅川顺理成章 将金主大大改成了 沈学姐 连带着沈书堂的大小号 都加上了 沈学姐 学弟 想明白名字了没 投校 这是沈书堂跟傅川天台 分别留下来的考题 傅川 知道 遵命 昨夜与书丰咒 出自李清照的诗 如梦令 昨夜与书丰咒 后面还有浓税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沈书堂 书堂两个字 取自于这首饰中的两个字 傅川将答案发给了沈书堂 得到了沈书堂 表扬的表情包 学弟 中午我请你吃学校里 馅两鱼子酱 沙拉热狗面包 你帮学姐办点事呗 啊 这样不好吧 学姐 就这么说定了 你要是担心别人乱说 无所谓 亲者自亲 好吧 毕竟是金主大大 傅川不敢得罪 川哥你好牛啊 方凯薇的声音 跟幽灵在傅川耳边徘徊 傅川额头冒下三条黑线 别误会啊 我跟学姐都成亲了 在我记忆中 你是第一个 能跟学姐同步发帖的男人 就算你们没成都巨牛了 放学回家路上小心点啊 免得被眼红的男人拿刀捅死了 上完第三节课后 傅川坐在课桌前 望着窗户外的景色 想着沈书堂中午找自个儿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如果是普通男生 早就因为跟沈书堂关系好 飘飘然起来 傅川重生一事 经历了太多太多 对这种事已经心如止水 求得太多 贪恋 期待 这些情绪缠绕自身 作茧自负 到头来受苦的还是自个儿 正如傅川求着亲生家人 多看自个儿一眼 哪怕只有一眼 片刻的温柔足够了 到头来只是傅川痴心妄想 被傅家人无情地抛弃 傅川 有人找你 这事班上有同学喊了一声 知道了 傅川走出教室 发现是傅子称 直觉让傅川产生了警惕 傅子称低着头 轻声开口 傅川哥哥 有空吗 学校论坛 传的傅川跟沈书棠的事情 傅子称听说了 特别看到他们同框的照片 如此般配 更加羡慕极度恨了 傅川保持着疏远的口吻 跟傅子称拉开距离 你来我这儿做什么 借一步说话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不然傅子称将傅川找过去 两个人单独相处 傅子称再演一出 发病晕倒了 傅川才没那么傻 殊不知 傅清清刚好来到了两个人附近 远远看到傅子称跟傅川在一起 傅清清心头一惊 她本是来找傅川的 尽管傅川态度如此恶劣 让傅清清不想再理会傅川 可是看到学校论坛 傅川跟沈书棠的事情 不作为姐姐 作为一名老师 傅清清都必须来提醒傅川 现在她的责任 就是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 而不是谈恋爱 不要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天赋 我靠 走廊学生知道 傅清清上课雷厉风行的风格 下意识地躲进了教室 不想冲撞了傅清清 偷偷看着傅清清 那张漂亮的郁姐脸 是去找弟弟傅子称的 傅子称满心想着 都是怎么跟傅川开口 一时间没察觉到 傅清清正朝着他们走来 压低声音 傅川哥哥 上次你教我按摩的事情 傅川这才记起 是有这么一回事 答 那个我将诀窍 写成笔记给你了呀 可是 我很笨 学不会 诀窍就在那 你那么聪明 一定学得会的 傅清清一时半会 没你按摩又不会死 傅川给傅子称戴了一顶高帽 堵住了傅子称接下来的话语 提及这个按摩技术 那是傅川一段 不堪回首的回忆 傅川在孤儿院生活的时候 远不如现在网络发达 经济水平高 那个时候 乡下的孤儿院补助极少 导致孤儿院的小朋友 经常吃不饱穿不满 为了在孤儿院 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傅川不放过任何一个 来孤儿院做公益的人 缠着他们传授知识 如干涸的泥土 疯狂吸取着水分 在傅川八岁那年 有一位从帝都中医院退休 回归家乡养老的国医 隐姓埋名 来到了孤儿院做公益 刚开始接触傅川 并不知道这位国医的真实身份 一直缠着人家学习 好在傅川学习能力强 一点极通 就是靠着这位国医大师 传授的皮毛医术 让傅川在孤儿院帮忙 才有了能继续上学的机会 要不现在傅川传两个字 文盲 哪里有机会 考入济世一中学画画 估计连构图都不知道 傅川哥哥 那可是吴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傅子琛不可置信地看着傅川 无法想象 如此绝情的话语 会是从那个最尊敬姐姐们的 傅川口中说出来的 傅川不再讨好傅家人 傅子琛反而觉得很麻烦 这样 傅子琛就找不到好的机会 陷害傅川了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 没有软肋的人 恰恰是最难对付的 傅川单手插兜 无所谓的开口 我说的是实话 不是吗 傅子琛身高178 比起身高188的傅川 矮了10厘米 加上太靠近傅川说话 傅子琛隐约感觉到 气氛有些奇怪 走廊里的学生 身影兮兮兮兮兮 无解 傅子琛这时看到 站在傅川身后不远处 脸色铁青的傅青青 震惊地叫出了声 糟糕 刚才傅子琛跟傅川的话 不会被傅青青听到了吧 傅川转过身 再看到傅青青脸色那一刻 还以为傅青青又误会了 淡淡开口 我回教室了 反正傅子琛好好的 又是他主动找过来 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傅川不怕被误会 除非傅青青虎脚蛮缠 惹是生非 那就让这位记事一中 最有前途的老师 名声毁于一旦 傅川没有多看傅青青一眼 静止离开 好像以前傅青青 对傅川做的一切 这一刻 两个人身份彻底对调 无论傅青青做什么 都不可能得到傅川的承认 第20章 他什么都知道了 傅青青的心 在那一刻 有一瞬间的词疼 昔日傅川那双满是期待 尊敬 映照着傅青青身影的双眸 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有的只是冰冷 绝情 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 除了点头 打招呼 叫一声 无解 没有任何反馈了 等某一天 傅川离开傅家 他们连这样的点头 事宜都没有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为了傅川冰冷的态度 感觉如此难受 傅青青认可的弟弟 明明只有傅子称 明明只有傅子称啊 无解 无解 你没事吧 傅子称担心的声音 拉回了傅青青的思绪 傅青青堪堪回过神来 冲着傅子称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我没事 子称 你来找傅川做什么 我不是说过 你没事别在学校跟傅川碰面吗 要是傅川真实 身份暴露了怎么办 听着傅青青这些话 傅子称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傅青青没听到刚才 傅子称跟傅川的谈话 我 我来找傅川哥哥有些事情 恰好上课铃声响起了 傅青青没有多问 让傅子称赶紧回高二楼上课 等傅子称离开后 傅青青深深吸了一口气 一直藏在口袋里 紧握的拳头缓缓松开 指甲刚才插入掌心肉 疼得要命 傅青青听到了 她什么都听到了 原来那几次喝醉 生病 迷迷糊糊中的头疼 有人帮傅青青按摩 不是傅子称 而是傅川 不止是如此 大姐傅林儿 一直有着偏头疼的问题 竟然是傅川叫傅子称 帮傅林儿按摩的 难怪傅林儿曾经说过 有几次她 头疼欲裂 躺到床上休息的时候 傅子称的按摩总能 延缓她的头疼 有时候清醒 让傅子称过来按摩 却没有什么效果 傅林儿本身不抱有什么希望 毕竟她的偏头疼症状很长久了 哪怕用最高科技精密的仪器 都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要吃了很多 除了伤害身体 稍微缓解一下 头疼没有作用 傅子称的按摩 只能在傅林儿 发作急性期缓解 正常时候按摩 无功无过 原来 不是傅子称按摩的 是傅川 必须傅川 亲自动手才有用 这样的事情傅青青 不敢质问傅子称 生怕伤了傅子称 那颗脆弱敏感的心 想到这傅青青 看了一眼教室的窗户 傅川正跟同桌的方凯威聊着天 对于傅青青的视线毫不在意 不在意 就是不在意了 傅青青不好 现在进去教室找傅川 只能够掏出手机 给傅川发了一条信息 方凯威问道 川哥 傅子称刚才找你做什么呀 一点小事 傅川遮掩了过去 上辈子 傅川最想在别人面前 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他是傅家少爷 他不是孤儿 有着属于他血脉相连的家人 不喜欢别人同情 怜悯 嘲讽的目光 这辈子 傅川竭尽所能 想要撇清跟傅家的关系 身份不暴露最后 傅子称的绝症 变成了傅川最好的挡箭牌 免得高考后 傅川跟傅家断绝关系 又弄出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我听说 傅老师最疼他这个弟弟了 刚才看着傅老师 脸色铁青走过去的时候 我还以为要出事 总归没事就好 不过川哥 你也幸福 真巧 傅川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傅青青发来的信息 午休时候 来我办公室一趟 傅川没回 中午还得去找学姐呢 没空搭理傅青青 装作没看到信息就好了 熬到第四节下课班上的同学 刷得一下起身 火速冲向了饭堂 今天有限量款鱼子 酱沙拉热狗面包 还有黄金炸鸡腿供应 要是慢人一步 不只是限量款 面包没了 排队打饭都能等到吐血 傅川正想给沈叔堂 发信息 叮咚 学弟 来操场的凤凰花树下 好 傅川随即赶到了约定地点 隔着十米间的距离望去 那抹倩影 在傅川的瞳孔中 越来越近 沈叔堂背着手 一身短裙校服 露出白皙曼妙的长腿 一如既往地梳着马尾 红色丝带 在末发间穿插 盯着眼前 已经凋零的凤凰花树 陷入了沉思 听到脚步声沈叔堂转过身 见识傅川 微微一笑 拿出了个包装好的限量款 面包给傅川 诺 约定好的限量款鱼子酱 沙拉热狗面包 趁热 学姐 你怎么那么快就买到了 这就是保送生的好处了 沈叔堂俏皮地朝着 傅川眨了眨眼睛 傅川一脸哦 哦 差点忘了沈叔堂现在保送大学 客想上不上都随便 当然可以提前去食堂牌 对买现两款面包 好羡慕 尝尝看 好不好吃 嗯 傅川还是第一次吃这个面包 上辈子傅川 傅川在济世宜中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傅家级的傅川生活费 极少 美其名曰是锻炼傅川 傅川还得挪用在孤儿院闲暇时候 打工存的小金库 放假的时候 去麦当劳肯打击兼职赚钱 这种限量款面包 是学校给学生的补贴 半个月才卖一次 价格三百 数量极少 供不应求 毕竟里面材料包含了 价值千斤的鱼子酱 刚入口傅川 就爱上了这个味道 一回过神 就吃完了 啊 没了 傅川恋恋不舍地开口 引得沈淑堂扑呲一笑 沈淑堂掏出纸巾 递给了傅川 擦擦嘴 傅川赶紧接过纸巾 不好意思 学姐 让你看笑话了 看你这样子 让我想起第一次 吃这个面包的感觉 嗯 灵感又有了 谢谢你哦学弟 能帮上学姐就好 学姐找我想帮忙什么呢 嗯 沈淑堂看了一眼 深厚的凤凰花树 能帮我画一幅学校 凤凰花盛开的作品 送给我吗 傅川微微一正 当然可以 一副就这么简单的表情呢 学弟 恨恨你的自信 学姐喜欢 沈淑堂的声音很轻 能感受到 他内心对往事的追忆 清风吹起 缭乱了沈淑堂的发丝 沈淑堂伸手履直 眼神带着浅卷 而又迷恋 傅川能感受到 这棵凤凰花树 对沈淑堂的意义不一样 说来 上辈子 傅川经过操场 偶然见到沈淑堂 在凤凰花树下待着 那学弟 你知道吗 我的名字 是我妈取的 昨夜雨树风筹 浓税不消残久 试问海棠依旧 我妈当年 是在济世义中毕业的 她说过最喜欢的 就是这棵凤凰花树 因为这棵树 才跟我爸相遇的 说着说着 沈淑堂的目光 暗淡了几分 如果这棵树 能一直开着花多漂亮啊 可惜 只在五月份 到七月份盛开 我会画出学姐 想要的作品 傅川认真的开口 听了沈淑堂聊聊几语 没有名说 傅川的创作灵感 已经打开了 那就拜托你了 学弟 沈淑堂眉目寒光 充满着对傅川 深深的信任 因为 傅川是沈淑堂 好不容易找到的 天才画师啊 第21章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对了 浓税不消残久 回你了吗 还没有 学姐 她的真实身份是不是 噓 沈淑堂比了个 近生的手势 谜底太早揭开 就不好咯 总之我期待你的作品 学弟 傅川点了点头 两人分别之后 傅川回到教室 想着下午有专业课 完成课堂布置的作业 顺带着帮学姐 完成凤凰花束的作品吧 听了沈淑堂的话后 傅川灵感 源泉爆发 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闭上双眼 依稀描绘出了作品的轮廓 盛开的凤凰花束 树下的少女 阳光 青鸟 构图的背景 素描的笔画 傅川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一刻 那么强烈的感觉 想快点上课 着手处理这幅作品 傅川上被子的记忆 带给了沈淑堂灵感 沈淑堂亦可以称之为 傅川的灵感女神 很多作品 都是沈淑堂给出建议 傅川完善 抵达了相辅相成的完美境界 傅川双手 整着后脑勺 不自觉的嘴角 勾起一抹弧度 初秋的阳光 透过窗户撒在了 傅川的身上 无比惬意 舒服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铃 这辈子 能真正认识雪茧 太好了 至于傅青青的信息 傅川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傅青青在办公室一直等 一直等 连午饭都没吃 傅川没有来 也没有回傅青青的信息 傅青青猜到了傅川不会来 只是傅青青不敢确信 怕去吃饭的时候 刚好错过了傅川 来办公室找傅青青 这样傅川就有理由 光明正大的拒绝傅青青 探寻真相 被人无视的滋味 竟然那么难受 还是曾经傅青青 不屑一顾的亲弟弟傅川 可恶 傅青青两巴掌 狠狠拍在了桌上 猛地起身 怒气冲冲地 朝着傅川的教室走去 傅川正趴在桌上睡觉 梦里已经开始创作 差一点 就差一点了 梦里的傅川话比飞扬 意气风发 川哥 川哥 醒醒 嗯 傅川迷迷呼呼地醒了过来 川哥 傅老师在教室外找你 傅老师 傅青青 知道了 傅川打来的喝歉 用手揉了揉眼睛 这才慢悠悠地来到教室外 对上控制不住怒火的傅青青 傅川面无表情 傅老师 有什么事吗 看着傅川 毫无所谓的态度 傅青青怒火烧得更旺了 捏紧拳头 我发给你的信息 你没看到吗 什么信息 傅川直接装傻 傅川 我不信你没看到 以前傅川 对傅家人的信息 都设置了特别关心的提示音 一点都不敢遗漏 但凡傅家人有事找傅川 傅川都是回复 随叫随到 以前 都是以前的傅川 现在的傅川 会无视这些信息 彻底不在乎傅家人了吗 到底是什么时候 他们的关系 变成这样的 真没看到 傅老师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傅川的声线 带着几分不耐烦 美梦被吵醒 换做谁都没好心情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说的话做的事 心照不宣 傅川说没看到 没有赴约 傅清清怎么可能不明白 其中的意思 正因为傅清清明白 所以恼羞成怒 向来高冷 对傅川 从不在乎 不主动 不开口的傅清清 现在对着傅川虎脚蛮缠 只让傅川觉得十足的厌烦 果真是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换谁位置调换 都是一样的态度 没爱了 没恨了 只剩下了无视 比杀人千万别还要难受 傅川 傅清清被气得吐出这两个字 却不知道该怎么接下来话语 傅林儿说过在学校 不要暴露我的真实身份 傅老师 你要继续纠缠下去 对你 对我 对傅家 对傅子称都不好 你现在都敢直接叫大姐的名字了 我这不是怕隔墙有耳吗 傅川给的每个理由天衣无缝 实则傅清清明白 傅川的心已经开始远离傅家了 想到傅子称跟傅川的对话 傅清清明了闽纯 傅川 你现在跟我来办公室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快上课了 傅老师 有什么事等晚上回家再说吧 叮铃铃 铃声响起了 傅川转身回到教室 那一刻 傅清清深感无力 无法阻止 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傅川离开 原来不听傅清清的话 对傅清清默示的傅川 竟然如此难以掌控 傅清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 明明这一切都是傅清清希望的 为什么 不知不觉间 傅清清真的对傅川产生了姐弟的感情 只是她一直没有察觉到 上专业课的时候 傅川准备好了工具 开始认真化着傅清清布置的课题 傅清清再也控制不住目光 定格在了傅川画画的模样 不得不承认一点 傅川画画的样子真的很帅气 专注充满着大师的魄力 关键傅川的作品如此完美 让傅清清挑不出一点毛病 无论从观众 评委的角度出发 能够看到傅川的作品 是一件无比愉悦的事情 傅清清体内沸腾的艺术细胞 期待着傅川的创作 不是姐姐对地点 而是一位喜欢艺术的观众 想看到偶像亲自绘画出的作品 不只是傅清清 班上其他同学都在默默关注着傅川 第一 傅川长得很帅 第二 傅川跟沈书棠的关系很好 第三 作为艺术系的学生不难察觉 如今 傅川的实力突飞猛进 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了 大家都是纪事一中高三艺术系的学生 最早傅川通过学校考试 强行插班进来的时候 都在讨论傅川是何方神圣 竟能做到旁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研究过傅川的作品 当时差距并不大 傅川无父无母 代表他无法走 关系进纪事一中 他们还犯嘀咕呢 傅川凭什么让纪事一中打破传统 强行转入进来 现在 似乎慢慢理解校长的想法了 傅川的天赋无与伦比 只要给他一个舞台 一个成长的机会 起来的速度 将远远超越他们这些 千金砸下来的艺术学生 完成了课题后 傅川来不及松口气 马不停蹄地 扑入了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中 这一幅是目前傅川心心念念 想要将全部灵感 热情宣泄出来的画作 绽放的凤凰花 明媚的阳光 草坪绿油油 梳着马尾的少女 站在凤凰树下仰望 微微红着小脸 眼神浅卷 温柔而又迷恋 有风吹动着少女的发烧 傅川秉持着心中 喷尸而出的激情 一口气完成了这部作品 等画笔放下的时候 傅川跟虚托一样 躺在椅子 不停喘着气 这才发现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到了傅川身上 怎么 傅川被同班同学的眼神 盯着心里头 有些发毛 卧槽 川哥 你太牛了 这么短的时间 完成了两幅画 每一幅都画得这么好 你他们是怪物吧 方凯薇第一个叫出了声 充满着浓浓的赞叹 惊艳 激动 以前方凯薇怎么没察觉到 傅川如此厉害 真是瞎了方凯薇的狗眼 没认出泰山大佬 第22章 我手脏 他恶心 感觉来了 正常情况 傅川再猛 都不可能画得那么快 细节还是需要好好推敲的 这次创作 沈书棠的话 真的是一气呵成 没有间断 那种飘飘然 无限圆圈的感觉 太舒服了 每一个画家 都梦寐以求的瞬间 川哥 你画的是学校的凤凰花束吧 川哥 画中 这个少女是谁 笨啊 肯定是沈学姐啦 难道还是你吗 呜呜 傅川我学你好久了 给个机会好不好 班级里的学生 都将傅川视为了偶像 画得那么好 快 准 妥妥的是艺术系天才啊 竞争归竞争 但真出了天才 他们只有发自内心的敬佩 羡慕了 总不可能给人家下毒 赔上后半生吧 那都是魔幻剧情 没有哪个二串子那么疯 咳 傅清清重重 咳嗽了一声 大家意识到 现在还是上课时间 赶紧回到自个儿的位置准备 傅川并不着急离开 拿着画笔 仔细端向着 既然是选择送给沈书堂的礼物 傅川自然要做到最好 傅清清看着傅川这副模样 心中想着 傅川画两幅 第一幅是用做课堂的作业 第二幅是想要送给谁 沈书堂 如果是以前 傅清清肯定会想着 傅川打算送给某个姐姐 傅清清不会阻拦 不会开口 只会打从心底 鄙视傅川的不自量力 不管傅川怎么讨好 他们都不可能承认 傅川这个弟弟 然而这一次 傅清清的心里 十分不好受 傅川的热情 不再是为了他们这些姐姐 而是为了另外的女人 妈的 傅清清忍不住 在心里头抱了一句粗口 为什么会那么不爽 等傅川完善好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率先拍了照片 将作品弄干封好 交上了课堂作业 就要离开 傅川同学 你留一下 傅清清下意识地开口 傅川抱着作品 眉头不留痕迹的一皱 傅老师 有什么事吗 傅清清起身走上前 故意问道 你为什么要画两幅 有问题吗 我是先完成了课堂作业再画的 老师关心关心你而已 这都不行吗 傅川差点没憋住 笑出声来 关心傅川 哼 这种话傅清清说出来 不觉得恶心吗 傅川同学 现在你是高三生 正值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我希望你更多的精力 用在学习 而不是去享有的没的 明白吗 傅清清假装 语重心长地开口 明白 那我可以走了吗 你留下来 我还有事嘱托你 傅川真的很想对回去 以前讨好你的时候 爱达不理 现在如你所愿不屑一顾 你反而犯贱 恶心老子是吧 奈何不想 给傅清清落下把柄 傅川 只得开口 傅老师 有什么话 如果现在不方便说 我先把东西送出去行吗 很快就好 耽误不了 你多少时间 干脆暴露 真实身份算了 反正都是傅清清招惹的 不过 暴露了没什么卵用 傅清清是老师 傅川是学生 地位没有改变 傅川还是得在 G是一种好好念书 参加高考 该死的师生关系 某的办法 傅川只能够将封好的作品 放在角落 陪着等待 好在下课铃声 很快响起了 学生们提交了作品 纷纷离开 等众人离开后 傅川看向了傅清清 傅老师 有什么话直说吧 你犯不着 这么故意恶心人 傅川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 你姓什么 你是谁的地点 傅清清话说出口 有一点点的后悔 他是怎么了 竟然对傅川说这样的话 傅清清小心翼翼地 窥视着傅川的脸色 内心竟有点控制不住的期待 傅川听到这样的话 会不会开心 和傅老师 在学校 要我装作不认识 称你为老师 别影响到傅子称的人是你 现在装出一副 姐姐的样子 我已经完全听你们 得话不讨好你们 做回自我 你还不满意 我真搞不懂你要的是什么 傅川这辈子 已经够白烂 够做姐姐们心中的 好弟弟了吧 结果 傅清清不乐意了 傅林儿是看到傅川 跟沈叔堂走的近 为了拿下 跟沈氏集团签约的单子 自以为傅川 还是那个讨好他们的臭弟弟 情有可原 傅清凌 还是那么讨厌傅川 那傅清清算什么啊 她是七个姐姐中最为冷漠 无视傅川的存在 现在搬出姐姐样子 绑架傅川的也是她 精神分裂吗 我想要什么 傅清清一时间愣住了 傅川这句话 傅清清给不出答案 现在傅清清都搞不明白 她想要什么了 心虚的眼神不敢去看傅川 别过脸之后 只能够谈论其他话题 傅川 关于你跟沈叔堂同学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你 我跟学姐只是朋友 人家是沈氏集团的千金 连大姐都要讨好她 你以为人家 看得上我一个孤儿吗 我都17岁了 跟别人交朋友 还需要傅老师同意 傅清清知道 傅川这番话是讽刺 她自然知道 沈叔堂的身份 傅川用孤儿 两个字形容自己 就是讽刺傅清清 他们要求傅川 在计事宜中不能暴露身份 甚至找回了傅川三年 都无法举办一个 公开傅川真实身份的宴会 让别人还以为傅家的真少爷 到现在 没被找回来呢 傅川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 我说的都是事实 不等傅清清说完 傅川冷漠打断 这一次 傅川是彻彻底底 掌控了主动权 不讨好卑微的人 一旦硬气起来 心里头 没有了舔狗的影子 再也不是傅清清 能够掌控的了 傅清清 从来没想到傅川 在自己面前 有这么硬气的样子 完全无法跟以前的 傅川联系起来 傅清清畏畏缩缩 不敢直视 傅川那双太过无情的双眼 甚至发自内心 开始祈求傅川 能够变回以前的样子 傅川 之前我好几次宿醉头疼 是不是你帮我按摩的 这件事是傅子琛做的 跟我没关系 傅川毫不犹豫地 撇开了关系 明明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有这样的技术照顾我 更是帮得上大姐 你知道大姐患有偏头疼 你每次按摩 都能让大姐舒缓 你为什么 将功劳都给了子称弟弟 原来傅清清听到傅子称 跟傅川刚才的对话了 行 那傅川不装了 傅老师 傅林儿说过我手脏 碰他一下 他恶心 第23章 学姐喜欢就好 傅川的话语无比冷漠 生生致命 傅清清竟有一点绝望 绝望到 无法反驳傅川的话 因为傅川说的是对的 这确实像傅林儿 会对傅川说的话 就连傅川为傅林儿治疗 都得在傅林儿意识不清醒 冒充傅子称的身份 偷偷摸摸 傅子称转而将功劳全部霸占 他们没有一点怀疑 所有的好都给了傅子称 对傅川无比厌恶 怪谁 怪傅川 怪傅子称 不 事到如今 只能怪他们这些姐姐 傅清清知道 他后悔了 后悔没有早一点 看到傅川的才华 后悔没有早一点 察觉这件事 对傅川好一点 不至于将事情 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傅川 我可以帮你跟大姐说 只要你表现出自己的价值 大姐一定会接纳你的 价值 原来 在你们眼中 没有价值的人 就不配做你们的弟弟啊 傅川平淡地将傅家人 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傅川 我承认我对你做的事情 过分了一点 但你能不能别曲解我 你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傅老师 再见 再留下来 不就是听傅清清扯皮 傅川没有那个美国时间 拿着东西离开 事到如今 傅清清摆出一个姐姐的模样 想要挽回傅川 哼 就因为 傅川能够帮忙治疗 傅灵儿的偏头疼 配吗 配个几把 这样的清清 傅川一点都不稀罕了 傅清清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傅川离开 想要开口说出什么挽留 可是傅川太过绝情 绝情到 让傅清清说什么 都是在自虐 心里头 犹如打翻了五味杂陈 什么感觉都有 傅川真的不要他这个姐姐了 傅川跟沈书堂 约定好了地点 就在高三楼的天台 夕阳 将云层烧得一片火红 标准动漫里 男女主见面的背景 沈书堂先到一步 站在栏杆前 风吹拂着沈书堂的末发 闭上眼睛享受着 这份惬意跟美好 美不胜收 听到脚步声 沈书堂转过身 看着朝着自己走过来的傅川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学弟 学姐 这是你要的东西 沈书堂虔诚地打开 在看到作品的时候 眸光闪烁着光芒 直接描绘着 已经干了的画板轮廓 触及到画中的白衣少女 满意地收下了 谢谢你 学弟 画出了我最想要的东西 这幅画 我会好好珍藏一辈子的 学姐喜欢就好 傅川暗松了口气 傅川对这幅画有自信 交给郑主的时候 还是会忐忑 原以为这种感觉 早就遗忘了 傅川画了那么多幅作品 得到了无数人的赏识 早已经心如止水 想要真正成为一名画师 这是必经之路 也许 在傅川心中 沈书堂已经有着 不一样的地位 在意沈书堂的看法 才会显得忐忑 沈书堂独具慧眼 有着强大的艺术鉴赏力 又跟傅川兴趣相合 能够给多点建议更好了 会成为傅川 走在画师路上的宝贵财富 沈书堂背着手 转着眼睛 学弟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嗯 我得还点恩情才行 傅川连忙拒绝 不用 学姐 一个限量款 面包换一幅画 我觉得还赚了呢 那真的是我 吃过最好吃的面包 要不是学姐 我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 学弟 我看你经常背书 以你的实力 想要考上新曼艺术学院 并不难 关键在于文化课 有什么不会的 放假我帮你补习 怎么样 啊 傅川愣住了 别看我这样 对于学习成绩 我可是很自豪的 沈书堂露出 自信满满的表情 什么清华北大 信手拈来 傅川知道沈书堂的成绩很好 有沈书堂帮忙补习 很多难题迎刃而解 傅川没有钱找科外辅导班 找傅家人帮忙 那还不如杀了傅川算了 只是 这会不会太麻烦 学姐了 帮你补习我也有小私心 有时候卡文了 感觉跟学弟聊夏天 就能开阔思路 更关键我想跟学弟上心 卖艺术学院 学姐 砰砰 傅川的心跳 莫名漏了半拍 冷静 傅川 你可是活了两辈子的人 不能跟个情窦初开的高三生 那么幼稚啊 学姐这么优秀的女孩 怎么可能看得上自个儿呢 不要轻易 为了女人随意的一句话 而小丑啊 亲眼见证 学弟能走得多远 我是现在 跟未来很想做的事情 刚才这么说 会不会太吓到你了 沈书堂突然意识到 刚才的话语 太过暧昧 连忙解释 小脸 似乎被夕阳晒得太深 变得红扑扑的 有点吓到了 还好 我有自知之明 知道学姐 傅川一脸轻松地开口 表露出男人的大度 沈书堂听了傅川的话后 莫名吐出两个字 笨蛋 啊 学姐 你刚才说什么 没事 那就约明天放假见面 高三生 唯一喘息的机会 就是周日 好 到时候绿炮炮联系 OK 沈书堂抱着傅川送的作品离开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 想到刚才脱口出的笨蛋 两个字 沈书堂放下作品 用手拍了拍脸颊 烫烫的 肯定是夕阳晒的 嗯 一定是 怎么想东想西的 沈书堂 这不像是你啊 情绪来了 脱口而出 仅此而已了 傅川坐着公交车 回到傅家 恰好听到傅子琛 在餐桌兴冲冲地说着 明天跟秦俭 第一次约会 傅川表面 毫无波澜 甚至想笑 等傅子琛 真正跟秦俭在一起 了解这个女人后 肯定会知道 什么叫做噩梦 秦俭那臭脾气 连上被子 为了家人甘心 化身没有尊严舔狗的傅川 傅子琛只知道情事集团后面 逆天改命发达了 不知道 最关键的点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傅川放下书包 坐到餐桌的角落 任由傅家人 在那边其乐融融 反正跟傅川没关系 一边吃着 一边想明天 跟学姐约在哪里补习功课 傅川 正好有一箩筐的问题 想要好好请教呢 跟沈书堂约好了 要一起上新卖艺术学院 让沈书堂见证 傅川的未来 这个承诺 傅川一定要完成 这辈子傅川最重要的梦想 傅川沉浸在明天的补习中 没有察觉到 傅琳儿等人 在他走进来之后 脸色就变了 跟以前的末世不一样 傅琳儿眸光 微微泛起涟漪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傅心灵浑身别扭 昨天晚上 他冤枉傅川伤害了傅子琛 被证据打脸 作为一名律师 傅心灵实在无法心安理得 在傅川面前 傅子琛 将姐姐们的反应 看在眼里 假装开口 傅川哥哥 你吃饭 怎么做得那么远啊 是 是嫌弃我们吗 傅川波澜 不起的回应 子称弟弟 你不用多想 我习惯坐这个位置吃饭 心中不在意 傅家人的看法 其实傅子称重生后 对傅川威胁不大 不属于傅川的 永远不属于傅川 傅子称不用抢 一句话就能轻易拿走 傅川 在傅家的地位 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 傅川的思想 从此以后 只为自己的人生 而活得兴 只要心如明镜 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傅川能过得很好 比上辈子不知道 好多少倍 第24章 关傅川屁事啊 傅林儿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最后闭嘴 吃饭 傅川哥哥 今天下午 五姐不是在给你上课吗 怎么五姐 到现在还没回来 打电话也没人回应 不知道 傅青青怎么样 关傅川屁事啊 赶紧干完饭 回房间 不想在这里看傅子称演戏 傅子称人有点妈了 傅川一点都不在意傅家人 这样就不好玩了 仗着傅家人宠爱的傅子称 从傅川身上 得不到任何爽感 上辈子百事百灵的招式 现在傅川 都能轻而易举地挡下 看不到傅川尴尬 求而不得 绝望的模样 明明霸占了 全家人宠爱的是傅子称 为什么傅子称 总感觉他落了下风 傅川哥哥 明天我就要 见到秦俭了 那个 如果傅川哥哥 祝子称弟弟 跟秦俭小姐百年好合 我吃饱了 傅川放下碗筷 直接上楼 一点都不给傅子称 绿茶的机会 傅子称瞬间感觉 整个人跟吃了屎一样难受 要说傅子称 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 不至于让傅川 变得跟上辈子截然不同吧 委屈的 看向傅灵儿跟傅心灵 大姐 二姐 傅川哥哥 一定是生气了 以往傅子称 从傅川这边得不到反馈 大姐跟二姐 肯定不会做事不理的 这一次 子称弟弟 你明天跟秦俭见面 喜欢就试着在一起 不喜欢不要勉强 是啊 子称弟弟 这娃娃亲 原本是说给傅川的 现在你要了 以后别在他面前 说请柬的事情了 免得尴尬 傅子称人都傻眼了 傅灵儿不像以前那样 指责傅川 态度冷漠 傅心灵 甚至还有点偏向傅川的意思 难道是昨天晚上 傅子称陷害傅川不成 真的让姐姐们察觉到了什么 该死 恰好这时傅青青回来了 他一个人留在学校 失神了很久很久 最后 是在傅心灵电话的提醒下 回过神来 将剩余工作做好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傅家 傅青青 现在真的很不想对上傅川 不想对上傅川那双 再也没有 他们这些姐姐身影的眼睛 今天看到傅川交的作业 还是无比惊艳 那幅特意画的 既是一宗凤凰花开的树 到底送给了谁 送给了谁 傅青青一直在想 是不是送给了沈叔堂 五妹 你没事吧 傅灵儿一下子 察觉到了傅青青情绪不对 来到了傅青青的身边 傅青青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没事 大姐 可能是最近有点累 我先上去休息一下 行 我会吩咐人将饭菜温着 等你想吃的时候救下来 谢谢大姐 目送着傅青青上楼 傅心灵担心地开口 大姐 五妹没什么问题吧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对劲 子称弟弟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啊 傅子称猛地想到了 今天早上帮傅青青按摩 人家肯定察觉到了什么 加上傅子称 在学校找傅川的谈话 不过傅青青要是知道 不可能什么都不说啊 只能够摇了摇头 我 我也不知道 成年人都有着自个儿的烦心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找五妹 好好聊聊的 嗯 有傅青青这番话 傅心灵稍微放心了点 其实 傅心灵也有着烦心事 关于傅川 到底该不该跟傅川道歉啊 不道歉 傅心灵见到傅川觉得别扭 道歉 傅心灵总觉得 失去了 作为姐姐的尊严 明明是一个 只会讨好他们这些姐姐的臭弟弟 混蛋傅川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一点都不给他们这些姐姐面子 要是以前的傅川就好了 傅心灵就能够顺势拿着 傅川给的台阶下 大姐 我跟你一起去找五姐吧 我也担心五姐 你明天不是要跟秦姐 去约会吗 好好准备吧 嗯 傅青青的房间在四楼 傅川的房间在二楼 二楼布置的 都是庸人的房间 连傅青青给傅川 特意准备的电脑房 都是没人住的庸人房间 收拾出来的 看着傅川紧闭的门飞 傅青青的心涌起了一股酸楚 她是真的累了 想要回到房间 将身体丢到床上 好好睡一觉 却不由自主地 来到了给傅川 特意准备的电脑房 心中抱有一丝丝的期待 如果傅川 真的在电脑房 看着傅青青 为她准备的新电脑就好了 傅青青绝对不会嘲笑 傅川什么 反而觉得 傅川这是愿意原谅 傅青青了 傅川送给傅青青的话 傅青青一定会好好珍藏 想要好好了解这一位 才华横溢的亲弟弟 尽管不能承诺 给傅川的彼得上父子称 但傅青青会帮助傅川 将她的才华 得到最好的发展 让全世界看到傅川的作品 让傅川成为傅家的骄傲 正当傅青青抱着这样的想法 一步一生连 再看到了电脑房门飞打开 里面透出了光亮 砰砰砰 傅青青的心跳 不由得露了半拍 真的是傅川 想到当场抓包傅川 在电脑房的那一瞬间 傅青青的脚步 不由得雀跃起来 加速 奔跑 直至来到了电脑房的门口 傅川 傅青青刚开口吐出两个字 见到电脑房里的傅人 瞬间愣住了 怎么是你 傅人跟傅青青大眼对小眼 完全不理解傅青青的意思 啊 五小姐 我过来打扫一下房间 昨天准备得太仓促 有一些地方没弄干净呢 你怎么可以不经我的允许 动这个房间的东西 希望破灭 傅青青感觉变成了一个 红鼻子小丑 竟一时间没控制住火气 恼羞成怒地朝着傅人 吼了起来 傅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他不过是来打扫一下房间 尽工作的本分 无法理解平日里 向来端庄典雅的傅青青 会变成如此暴怒 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你在做什么 傅川刚好去上厕所了 出来就听到傅青青 在电脑房门口大吼大叫的 本来想无视过去 奈何要回到房间 电脑房是必经之路 意味着傅川得跟傅青青碰面 又见傅青青跟发了 疯完全不好惹的样子 想到最近傅青青的转变 傅青青发火 肯定是因为傅川不给他好脸色 惹得他把怒火倾泻在 无辜的人身上 换做以前的傅青青 肯定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难道是傅川跟傅子琛 一起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 让这位清冷 喜怒哀乐不流露 与表面的傅家五小姐 彻底变了 傅川懒得去琢磨 傅青青神奇的脑回路 她只想摆烂 安安静静等到高考结束 离开傅家 祈求傅家人相安无事 别再来招惹傅川了 对不起 五小姐 我马上离开 傅人赶紧从电脑房出来 擦干净眼泪 逃命似的离开了 傅青青喘着粗气 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眼眶红肿 瞪向了傅川 都是你害的 你满意了 第25章 只是气话 傅川满脸大写的问号 傅青青自个儿控制不好情绪 怪傅川害的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傅青青闭上了嘴巴 刚才那句话是气话 面对傅人没控制好情绪 是傅青青的错 人家只是尽本分工作 现在还对傅川说这样的话 确实是傅青青无理取闹了 傅川 我刚才只是 我回房间去了 傅川不想跟傅青青纠缠什么 抛下这句话就要往房间走去 这副无所谓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傅青青 你就不能听我好好说句话 你现在生活在傅家 我是你的五姐 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不尊重 你确定要这么说 要是你的子称弟弟 听了厚胡思乱想 到头来又弄出什么病来 你可别甩锅到我的头上 只要你接受 我愿意听啊 傅川搬出了杀手锏 堵得傅青青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下去 子称弟弟子称弟弟 以前傅青青都是为了子称弟弟 才无视傅川的存在 傅川为此痛苦不已 还得陪着笑脸疯狂讨好傅青青 现在傅川竟然能够如此 冷漠无情拿子称弟弟当作挡箭牌 傅青青满腔的怒火 只能够憋在心里 别提都难受了 混蛋 混蛋傅川 怎么可以这么对他这个姐姐 怎么可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林儿等人在楼下 听到动静赶紧走了上来 哦 是无解他 够了 傅川 你回房间去吧 我的事情 我会解决好的 傅川耸了耸肩 懒得在说什么 他早想溜了 静止走向了房间 傅青灵见傅川走过来 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做出这个动作后 暗自懊恼 干嘛要这么害怕 见到傅川啊 不就是误会了傅川一次吗 傅青灵 只是太过担心 傅子称作的反应 又不是故意的 搞得跟做贼一样 反而显得傅青灵弱势 结果傅川的眼神 自始至终没有落在 傅青灵身上一份 就这么回到了房间 关上了门 像是隔绝了整个世界 傅青灵的心 也跟着傅川的门飞关上 该死的傅川 竟然无视她的亲儿姐 她 她怎么可以这么做 傅林儿 暂时没有去管傅川 看向傅青青 傅妹 你到底怎么了 刚才说的那么大声 我们在楼下都听到了 这不像你 四个字 傅林儿没有说出口 只是眼神 出卖了傅林儿的内心 今天傅青青变得很奇怪 不像是以往的傅青青 要不是模样没变 还是熟悉的傅青青 傅林儿都以为 自家亲妹被人夺审了 大姐 可能是我真的太累了吧 我等会儿会去道歉的 傅青青落寞地离开 傅子称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傅林儿挡住了 估计妩媚是真的累了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吧 相比叫傅林儿等人的困惑 傅川在房间里哼着小曲 整理着 明天要请教 沈书堂补习的题目 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 傅川以为 是沈书堂发来的信息 打开一看 是金主大大 龙睡不消残久 抱歉呀 学弟 今天事情有点多 现在才有时间 看手机Oars 傅川 可 鱼眼学姐 你的马甲 都掉光了 本身傅川 还想装一下 结果鱼眼一句 学弟直接摊牌 显然是从沈书堂那儿 得知了傅川的真实身份 能叫傅川 学弟 又跟沈书堂关系那么好 除了去年 在记事一中 风靡全校的 学生会会长鱼眼 还能有谁 鱼眼 哈 堂堂让我装一下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结果我刚才回人信息 打顺手给忘了 学弟拜托别让堂堂知道 不然他铁定说我笨了 傅川 好的于学姐 那您下单 想要找我画什么呢 于尹尔 画这张照片 漫画版 于尹尔 随手丢给了傅川一张合照 是于尹尔 在兴漫艺术学院 学生会大义新生的合照 还有几名老师 傅川 于学姐 中间那位 是不是好泽老师 兴漫艺术学院 国师级别的大艺术家 自创绘画流派 享受国务院 福利津贴 能够在绘画这一行 闯出天地 让国家赏识 其在国内 乃至于全世界的艺术地位 无可撼动 即便参加国外的画展 都是重量级的嘉宾 傅川学过很多流派 最喜欢的 还是现实主义 偶然穿插一些 其次庙想变成 活力满满的新艺术 如今国内 二次原因类的创新 都受导国很大的影响 艺术无国界 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跟缺点 好泽已经有60多岁 依旧奋战在第一线 学习各式各样的新艺术 每一幅作品 都有着闪光点 为无数人追捧 新漫艺术学院 之所以能成为 国内艺术专业的佼佼者 就是有这些 国师级别的大佬坐镇 好泽老师 是傅川的偶像 上辈子跟新漫艺术学院 失之交臂 只能够去听 好泽老师的公开课 受益良多 于尔 是啊 好泽教授 是我二九求了他好久才赏脸 跟我们合照的 哼 四 傅川不由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 贵为国师的好泽教授 我听堂堂说了你高考的目标是 新漫艺术学院 加油欧学弟 堂堂那么看好你 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谢谢于学姐夸奖 这单交给我吧 还有其他要求吗 嗯 就是把大家画得好看 幸福 能吸引眼球 别出心裁的那种 会不会太笼统了 就 不笼统 等我出成品 跟于尔聊完一些构思的细节后 傅川先是盯着空白的 画板构思了 足足二十分钟 又看了几眼于尔发过来的照片 心中有了想法 开始画起来 殊不知 于尔现在 就在沈书堂的床上 打着赤脚 白皙的小腿 在席梦思大床上下晃动 抱着平板 美滋滋地刷着雅思英文体 沈书堂坐在书桌前 指尖在笔记本电脑 敲打着新作小说的大纲 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 倒映在沈书堂的眼镜 玲珑溺鼻 泛红的唇青青 明起 忽然将刚才打出来的大纲 全部删掉 摘下了眼镜 将眉腿放在了人工学椅子 头仰着看向天花板 闭上双眼 摆烂放空 于尔放下了平板 从床上下来 走到沈书堂身后 小手环绕着沈书堂的后颈 怎么了 堂堂 今晚看你心不在焉 写了一晚上大纲 都删了 沈书堂揉了揉太阳穴 灵感不足够了呀 写出来的都不合心意 对了 傅川学弟 毁你了吗 兮兮 堂堂 你真的好好懂哦 是不是在挂念着你的傅川学弟 所以心烦意乱 没有灵感呀 你们明天不是要去约会吗 于尔坏笑着开口 真是亲眼见证历史了 因为社恐 而被人奉为高冷女神的沈书堂 竟然会对学弟动了心 哇咔咔 学弟这是得帅的多人神共愤啊 于尔得亲眼拜见拜见 沈书堂狠狠揉了一把于尔的胸 是补习了 尔别瞎说 哎呀 堂堂 你敢偷袭我 看我不修理你 正当于尔想要抓住沈书堂 来个舒服的洗面奶 叮咚 傅川的信息发了过来 你的宝贝学弟发信息过来了 暂时放过你 我要好好看看 于尔飞奔到床上 拿起平板 看着傅川发过来的画板样图 眼睛一亮 哎呀 好有意思 堂堂 你看 第26章 傅川 对不起 沈书堂抬眸望去 看到傅川别出心裁地 将学生会成员合照 变成了国卖里的人物 小小的画板 吐出了每个学生跟老师的特色 脸上洋溢着夸张式笑容 又带有海贼王作者的韵味 是一幅完成度很高的作品 没想到我说得那么笼统 傅川学弟竟然能画得那么好 嘿嘿 不愧是堂堂看上的学弟哦 于尔立马回了傅川 堂堂跟我都很喜欢 学弟 你真是太棒了 傅川没想到 于尔就在沈书堂身边 连忙回复 沈学姐有给出什么建议吗 于尔见状忍不住笑了 为什么学弟有点蠢之男的感觉啊 诺 堂堂 学弟求你给建议哦 沈书堂没顾上跟于尔开玩笑 认真思索后开口 色调在电脑条的明艳点 对比度放高点 会更符合你的口味 OK 于尔讲沈书堂的话 如实已告 最后补充了一句 是你最最最爱的沈学姐给的建议哦 于 赢 尔 沈书堂按耐不住了 抓着于尔 就来了一个暴跳如雷的洗面奶 一日 跟沈书堂约定的时间是早上十点 傅川难得睡了个懒觉 早上八点半才起床 劳逸结合 方能事半功倍 将东西装到书包里去 傅川下楼 恰好撞见了傅心灵 傅心灵看到傅川 脸色有一瞬间变得很难看 该死 怎么那么巧装上了傅川 二姐 傅川淡淡点头示意 越过了傅心灵的身边 傅心灵一忍再忍 捏紧了拳头 最终还是开口 傅川 傅川像是没听到 已经加快了下楼的脚步 傅川 我跟你说话 难道你没听到吗 啊 傅川回过头来 有事 你明明听到了 为什么不停下脚步 一个精英律师 一个超级学霸 怎么连一点成年人的拒绝 都看不懂呢 不回应 就是故意躲避 不想理会啊 就跟傅青青 傅心灵以前对傅川的 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傅川沉默 傅心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嘴角狠狠一抽 是啊 傅川故意不回应傅心灵 就是不想跟傅心灵扯上关系 到底什么时候 他们的关系位置变成这样了 明明以前作为舔狗的人是傅川 现在 搞得傅心灵像是舔狗 故意挽留傅川一样 傅心灵知道 必须得为那天晚上的事情 做一个了结 不然傅心灵 永远像是 欠了傅川什么 作为律师的自尊 让傅心灵抬不起头来 傅心灵撇了撇嘴 傅川 那天晚上我 为了子称弟弟太过着急 误会了你 对 那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傅心灵道歉到的 那叫一个不情愿 这可是傅心灵 第一次对傅川道歉 以前心情不爽 让傅川 作为工具人 干着干那 逼着傅川有自知之明 离开傅家 傅子称在傅川房间昏迷 傅心灵发现后 没控制住情绪 打了傅川一巴掌 傅川都一脸讨好 跟流浪的小狗 甚至跪在傅心灵的面前 再三保证 生怕傅心灵不要 傅川这个弟弟 要对这么一个 曾经处处讨好的弟弟道歉 傅心灵感觉跟吃了苍蝇难受 哦 像傅心灵这种人 会对傅川道歉 但是傅川记忆之中的傅心灵 冤枉了傅川无数次 哪怕证据砸到脸上 是傅心灵做错了 还是一副不情不愿 好像傅川 欠了他几条命高高在上 这第一次道歉 道得如此委屈 呵呵 傅川对傅家人早就不抱期望 下楼 离开 傅心灵道歉 或者不道歉 傅川都无所谓了 没有期待 没有爱 没有恨 只剩下了陌生人的末世 傅心灵愣住了 他都低下头 主动跟傅川道歉了 怎么傅川的反应那么平淡 想象之中的傅川 感恩灵涕的模样不在了 等傅心灵回过神 追上去的时候 傅川正好跟在门口的傅子琛相遇 傅子琛看着傅川背着包 愣了一下 旋即眼神闪过一抹恶趣味 傅川哥哥 你也要出去呢 我们一起 嗯 傅川淡淡应了一声 破天荒地答应了傅子琛 傅子琛刚想说些什么 紧接着看到追出来的傅心灵 二姐 子琛弟弟 你不是要去跟秦简约会 怎么还在这里 嗯 现在出发 傅子琛脸色微微泛红 并非情窦初开 而是想着 要拿下这么一朵 人间富贵花 剑接拿下整个秦氏集团 抢走上辈子 被傅川走了 狗屎运拿到的荣华富贵 窃喜不已 从照片看秦简 长得还可以 是傅子琛喜欢的类型 傅子琛自身条件不错 长相俊美 是傅氏集团最宠爱的少爷 秦简见到傅子琛不得要死要活地 巴结着傅子琛 到时候傅子琛略施小计 彻底拿下秦简 就能够等着秦氏集团飞黄腾达 坐享其成了 这一切只有重生后的傅子琛知道 傅川不知道 看着傅川面无表情 估计心中 还在庆幸着傅子琛 抢走了日薄西山的秦氏集团千金 不用被迫 跟秦家举行娃娃亲 提前掌握 未来剧本的傅子琛暗爽不已 有傅子琛 在傅心灵不好多 跟傅川说什么 只能够对傅子琛 各种细心叮嘱 一副好姐姐的模样 暗暗看着傅川的反应 傅川却一点都不在意 却没离开 捏着背包带子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傅川 这样傅心灵心里 竟有一点高兴 看来傅川 并没有他所说的所做的 对他们这些姐姐 完全失望绝情 心里头 还是记挂着傅心灵的 傅川低下头 是不想要被傅心灵看穿 他对傅子琛那么好 眼神控制不住的极度吧 傅川跟傅子琛 并肩离开了傅家 这一幕落在了 在三楼傅清清房间的傅琳儿眼里 傅琳儿拉上窗帘 看着刚睡醒 显得有点魂不守舍的傅清清 妩媚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姐 没有 妩媚 在大姐面前 你还想隐瞒吗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小秘密 我也不例外 如果你不说 我不勉强 只是看着 你这样大姐 真的很担心 面对傅琳儿生生真挚的话音 傅清清如动了一下嘴唇 想了很久 最终 还是将昨天发生的事情 告知给了傅琳儿 刻意忽略了傅川 才是那个帮助傅琳儿 缓解头疼症的恩人 不然 傅清清怕在傅琳儿心里 傅子琛的印象 会一落千丈 不再是那个 可怜惹人爱 需要好好保护的弟弟 而是一个 霸占了傅川功劳的说谎经 第27章 国产初恋天花版 傅川的作品 真的有那么厉害 傅琳儿挑了挑眉 他听傅清清跟傅心灵提及过 只是因为傅川的才华 导致傅清清彻底改观 这是傅琳儿 想都想不到的 以前某种程度 傅清清比傅琳儿 对傅川的末世还要深 难以扭转 是 傅清清 将傅川作品的照片 给傅琳儿看 傅琳儿看了后眸光 闪过十足的惊艳 沉默片刻 道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 难怪你会亲自给傅川 打造了一个绘画室 傅川的才华 不须过多打磨 傅琳儿 按照这样的速度成长下去 傅琳儿不敢想象傅川以后 在这一行能取得多大的成绩 能成为傅家脸上有光的存在 可是 傅川不需要了 好奇怪 大姐 我明明是希望傅川消失的 她对我们不屑一顾最好 就不用应付她的讨好 可是傅川真的变成这样 我却觉得很难受 傅清清眼神 染指迷茫地看着傅琳儿 如果是爱惜傅川的才华 傅清清不至于 为了傅川的态度 变得那么不像是自个 只要在背后 默默看着傅川 别让傅川走错路 就是 傅琳儿已经猜到了什么 拍了拍傅清清的肩膀 坚定地开口 你只是爱惜傅川的才华罢了 可是 没有 可是 妩媚 不等傅清清说完傅琳儿 直接打断 不抱着这样的想法 面对傅川 傅琳儿能预见到 傅清清的下场有多惨 会变成以前那个舔狗 倒没有尊严的傅川 到头来伤害的 只会是自个罢了 真是算漏了 向来不管 不理 不问傅川的傅清清 竟然在内心里 会对傅川 有着这么敏感的亲情 傅清清颓废地开口 大姐 那我该怎么面对傅川 该怎么面对 就怎么面对 妩媚 无论是亲情 友情 爱情 先示弱的那一方 就是彻底的输家 你也不想变成 以前那个没有尊严 疯狂讨好我们的傅川吧 想到以前傅川拼命 讨好他们一家人 当牛做马 没有尊严 跟个小丑一样 傅清清涌上心头 第一感觉是后悔 第二是害怕 傅清清不想要变成那样 可是对傅川这种 无法控制 想要弥补的心情 傅清清又该怎么办 不过 你提供给我一个 很重要的消息 傅川跟沈书堂的关系 确实很好 沈书堂还要求 傅川画画送给他 看来沈书堂很早之前 就察觉到了傅川的天赋 傅林儿的眼神 闪闪发光 正愁着 要怎么跟沈氏集团 打好关系呢 本来傅林儿对 傅川不抱有什么希望 傅林儿曾经暗示过傅子称 去接近沈书堂 奈何沈书堂的眼里 根本没有傅子称的存在 连那么优秀的傅子称 都接近不了沈书堂 指望傅川 笑话 傅林儿确实被打脸了 不过傅林儿很高兴 这样就能够更加接近沈家 那一边 傅川跟傅子称来到了外面 傅子称是由卖八盒专车 送过去的 傅川坐的是公交车 傅川哥哥 你要去哪里 我先送你过去啊 傅子称假仁假意的开口 不用啊 傅川已经看到了傅子称 跟勤俭第一次约会的结果 虽然对经过很感兴趣 不过傅川的目标 还是傅学姐的约会地点 目送着傅川离去的身影 傅子称心中冷笑 傻逼傅川 估计还不知道 秦氏集团未来逆天改命 还以为秦氏集团 会一直颓废下去吧 再加上傅家的帮助 相信秦氏集团起来的速度 会更快 到时候傅川只能够跪舔 羡慕极度恨吧 走吧 司机叔叔 傅川赶到了 跟沈淑堂约定的广场附近 逃出手机 发送绿泡泡 学姐 在哪里 喷泉水池这边 OK 沈淑堂戴着贝雷帽 穿着洗白的牛仔裤 一件粉色的女士衬衫 青春靓丽的气息一览无遗 蹲下身 为着几只在喷泉广场聚集的白鸽 时不时环顾四周 见傅川赶来 微微一笑 朝着傅川招手 学弟 这里 学姐 傅川凑过来 心中想着刚才那一幕 要是学姐没发现 偷偷拍照就好了 肯定能成为 傅川构思新作品的灵感 喷泉池旁 陪着白鸽戏耍的少女 成为了多少人窗子的风景线 附近有家瑞幸咖啡 里面位置很大 我们去那补习吧 嗯 学姐想喝什么 我先点 不然怕要排队很久 傅川掏出手机 你有没有XU App 那边经常有咖啡的活动 你在那下单程C美式吧 有啊 傅川按照沈书堂的指使 在XU搜索 关于瑞幸咖啡相关 还真有 酒快多一杯 自选咖啡 太优惠了 等傅川下完单后 朝着沈书堂比了个大拇指 得亏学姐能发现这个渠道 以后喝咖啡 能省不少钱了 沈书堂撩了一下发丝 俏皮的开口 有优惠不用 那就是笨蛋 学弟 记着 有钱人每个 都是猴金猴金的 记着了 学姐 我来帮你拿书包吧 嗯 傅川顺势帮着沈书堂 拿着书包 走人行道的时候 让沈书堂走里面 竟显身世利益 沈书堂敏唇倾笑 学弟 看哪部电影学的 嘿嘿 还是瞒不过学姐 我的少女时代 沈书堂跟傅川一口同声 学姐也看过 国产初恋天花板 怎么可能没看过呢 看到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我就想到电影情节了 沈书堂跟傅川 有说有笑的画面 引得无数人侧目 阳光洒在俊男美女的身上 洋溢着青涩 暧昧果实的气息 不禁让无数 被社会打击成形师 走肉的射处 感慨一句 年轻 真好 等沈书堂跟傅川拿了咖啡 找了张角落的桌子 傅川拿出了早就 准备好的练习本 详细询问着沈书堂 沈书堂的解答通俗易懂 一点极通 加上傅川 学习天赋不差 两个人钻研习题的劲 老瓜子挺聪明的 沈书堂单手托着腮 美眸含着流光 吸了一口手中的诚思一美诗 傅川在草稿纸上 解答着公式 谦虚地开口 还是学姐教得好 学姐 你看这么做对不对 沈书堂拿过草稿纸看了一眼 用红笔画了一个 要每个学生像你这样 我都想去做老师了 学姐不是立志成为 世界文明的小说家吗 因为每个学生 不可能像学弟你那么聪明 所以这个理想 注定不可能实现 哇 学姐这夸奖 真的让我感觉无比荣幸 正当沈书堂 跟傅川聊着天的时候 咖啡店门打开 走进来了两道身影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啊 勤俭略险嫌弃的声音传来 第28章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怎么 不行吗 傅子称温柔地开口 实则想杀杀勤俭的锐气 勤俭典典型 就是被宠坏的千金小姐 别看如今勤士集团日博西山 底蕴还在 以前勤士集团发达的时候 勤俭要天上的星星月亮大人 都愿意帮他摘下来 因此养成了勤俭大手大脚 不顾旁人感受的坏脾气 傅子称要的是 未来勤士集团逆天改命带来的利益 狠狠恶心傅川 但他不打算讨好勤俭这个脾气臭的千金小姐 傅子称跟上辈子的傅川地位不同 他是傅家最宠爱的少爷 勤士集团为了讨好傅氏集团 就算知道傅子称身患绝症 自家女儿迟早守活寡 都得接受这门亲事 让勤俭跟傅子称见面 我一个勤士集团千金小姐 你一个傅氏集团少爷 我就不求什么三星级米其林了 你带我到这个地方 你不嫌丢脸 我都嫌弃丢脸呢 勤俭小声嘟囔着 勤俭 你说这样的话 要是被我姐姐们听到影响十分不好 他们不喜欢仗着家里有钱随意挥霍的女孩子哦 傅子称以为这么说 勤俭就会害怕 勤伯父出门前 肯定叮嘱过勤俭 勤俭 绝对不能在傅子称面前使小性子 生怕惹得傅子称不高兴 对现在的勤士集团 无异于雪上加霜 怎料 那就不喜欢了 反正我也不想跟你结婚 勤俭一点都不给傅子称面子 要不是老爸几次哀求 勤俭压根就不会跟傅子称见面 一个得了绝症的男人 难道真的要勤俭嫁过去守活寡吗 开玩笑 傅子称脸上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万万没想到 勤俭竟如此嚣张跋扈 明明现在秦氏集团跟傅氏集团一个地一个天 他不讨好傅子称就算了 还当着傅子称的面术这样的话 想到秦氏集团未来能有多大的价值 傅子称深深吸了一口气 没事 女人嘛 就是要好好调教驯服的 一开始就听话 那跟养狗有什么区别 就当给傅子称消遣时间了 也许相处一下 你会发现我的好 你都不舍得给我花钱 第一次约会就来这破地方 你想让我看到你什么好呢 哼 看在老爸亲自哀求的份上 秦俭有很多话不想说的太难听 只想着赶紧结束约会走人 拿着限量款的香奈包包 找了个位置坐下 捏着鼻子 似乎嫌弃这种低端咖啡店的环境 就连星巴克秦俭都看不上 喝咖啡 只喝金牌咖啡师制作的手某某屎咖啡 像这种击打的秦俭 喝一口都想吐出来 装得再好的傅子称 脾气都有点收不住了 对着店员冷言冷语地 点了两杯美式咖啡 沈书堂的位置刚好对向了前面 将刚才傅子称跟秦俭的争吵收入眼底 小声开口 学弟 那边有人在吵架 啊 傅川刚才专心制制功课难题 没有闲暇心情 注意周围的环境 被沈书堂这么一提醒转过身去 恰好看到傅子称那张跟吃了屎一样的表情 卧槽 这世上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傅子称跟秦俭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店 他们两个身份 去约会 不应该选顶级的餐厅吗 旋即傅川想到傅子称重生了 他肯定是想用自己的方式 杀杀秦俭的锐气 哼 要是秦俭真的那么容易被傅子称驯服他 就不是秦俭了 这个女人的骄纵 刻入了骨子里 就算秦氏集团现在不行了 也不可能弯下他的腰 傅子称没有发现 傅川跟沈书堂坐在角落 等两杯美式咖啡送上来 傅子称调好糖度后 送到了一脸嫌弃的秦俭面前 尝尝看 冰美式 七分糖 乃精加了两个 是你最喜欢的搭配 傅子称显然提前调查过秦俭的喜好 做过功课 秦俭听了后嘴角微微一抽 没有说什么 从傅子称手里借过咖啡喝了一口 噗 秦俭直接喷了傅子称一脸 这什么玩意 那么难喝 这番操作 引得店内的人 投来惊讶的目光 唯一不震惊的人 就是傅川 傅川见识过秦俭真正恶劣的性格 现在对于傅子称来说 只是开胃小菜 只能说 傅子称上辈子的记忆害了他 能够掌握未来的秦氏集团 殊不知竹篮打水一场空 跟秦俭扯上关系 讨好秦俭 这辈子傅子称只会过得更惨 傅子称被喷得一脸冰美式 周围细细碎碎的声音 传入傅子称的耳畔 只让傅子称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从小到大 傅子称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我受不了了 你带我来喝这么难喝的东西 摆明就是不尊重我 秦俭可不会在意傅子称的感受 将锅拳甩给了傅子称 拿起包包气冲冲地离开 留下傅子称待在原位 脸上表情彻底绷不住了 咖啡店的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上前来 这位先生 你 你还好吧 真是抱歉 我女朋友他脾气不好 店内多少损失 我全赔了吧 傅子称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深视地拿出钱包 付清了所有的损失 沈书棠得出一个评价 这个男人太舔狗了 扑 傅川忍俊不惊 傅子称不是舔狗 而是知道 秦氏集团未来一定能够发达 这是放长现钓大鱼呢 估计傅子称心里 都想要将勤俭千刀万剐了 被傅家人当作宝贝呵护 这是傅子称人生 第一次在别人面前那么丢脸 还是被一个女人弄的 这些都是上辈子 傅川经历过的事情 如今傅子称重生 自以为掌握未来剧情 全抢了过去 苦都是他受着 还真是因果循环 学爹 男人一定不要做舔狗 真正的爱情是 双向奔赴 不能只有一方付出 这样的感情不长久 也不会快乐 沈淑堂轻轻呢喃着 不只是爱情 亲情 友情都是这样 傅川补充了一句 这句话 像是打开了沈淑堂内心秘密盒子的钥匙 沈淑堂眉目多了几分肯定 你说的对 学姐的小说 追求的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吧 傅川翻过沈淑堂写的好多本小说 无男主 纯爱 从不开后宫 后来沈淑堂跨越南平再战高峰 写的很多文都是无女主 唯一一本狗粮文写的还是青梅竹马的爱情 一生一世一双人 多美好的感情 不是吗 是 傅子琛这时发现了角落里的傅川跟沈淑堂 心头咯噔了一下 该死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什么时候来的 无数个疑问盘旋在傅子琛的大脑中 傅子琛没想到傅川跟沈淑堂关系那么好 竟然到了周日约会的地步 沈淑堂这等高冷的女神 不应该是傅川这种 没人疼没人要能够染指的 就连傅子琛沈淑堂都不屑一顾 傅川凭什么 他到底凭了什么 嫉妒的情绪在傅子琛内心疯狂燃烧着 傅子琛竟然会嫉妒傅川 嫉妒一个处处不如他 在傅家完全没有地位的傅川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第二十九章 杀人诛心 还是学姐厉害 如果能追到沈淑堂 傅子琛宁愿不要勤俭家的荣华富贵 可是傅子琛追不上 又不想便宜了傅川 只能够退而求其次 抢走秦家的婚事 现在看着傅川跟沈淑堂这么要好 傅子琛瞬间觉得 输了傅川好几截 傅子琛嘴角抽了又抽 最终像是刚发现傅川跟沈淑堂的样子 主动上前去打招呼 傅学长 沈学姐 好巧啊 沈淑堂冲着傅川眨了眨眼睛 你认识 不等傅川回应 傅子琛立马委屈巴巴地开口 沈学姐难道不记得我了吗 傅子琛的表情看得较一个可怜 加上她偏女性化的长相 因为生病导致偏惨白的肤色 引起凄凉人设 简直得天独厚 傅川觉得傅子琛这货 能直接进攻登塔国的奥斯卡了 说可怜就可怜 掉眼泪更是信手拈来 比女的还要绿茶 这演技不拿个国际影帝 给国家蒸蒸光 结果这一招换来沈淑堂一脸迷茫 没印象 沈淑堂知道 认识她的人很多 不过很多人沈淑堂都没印象 包括眼前的傅子琛 既然叫学长学姐 定然是济世一中的学生吧 傅子琛下意识咬了咬牙 之前傅子琛得到了傅琳儿的暗示 各种追求沈淑堂 沈淑堂不屑一顾 按理说在沈淑堂面前 刷了那么多次脸 他们还在豪门宴会碰过几次 沈淑堂应该对傅子琛有印象才对啊 结果一脸迷茫 不是沈淑堂装出来的 沈淑堂看不上傅子琛就算了 结果现在连傅子琛这个人的存在都不清楚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小丑的吗 没有了 傅子琛装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结果沈淑堂压根不理会傅子琛的绿茶 看向了傅川 学弟 你题目做完了吗 嗯 做完了 傅川将草稿纸给了沈淑堂 沈淑堂细心批改起来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道题做得很好 继续下一道吧 沈淑堂默视了傅子琛 本身就不认识 加上沈淑堂轻微社恐的性格 很多时候 沈淑堂都是将周围人当作空气的 不然沈淑堂会下意识紧张 这样的做法导致很多人以为沈淑堂高冷 学长跟学姐是在这里讨论功课啊 傅子琛的心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 要是傅川跟沈淑堂是在谈恋爱 傅子琛真想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凭什么傅子琛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会看上傅川这个废物 转念一想 傅川能够得到沈淑堂亲自辅导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明明上辈子傅川跟沈淑堂 就是两条平行线啊 要说傅子琛重生蝴蝶效应改变 对傅川太好了吧 不只是心心念念的傅家人变得冷淡 还跟沈淑堂扯上了关系 前途一片光明 学长 这道题我不会做 你能不能顺便教教我 傅子琛转了转眼珠子 故意开口 就是要破坏傅川跟沈淑堂的约会 你不去追你女朋友 还在这里做什么 沈淑堂冷冷地看着傅子琛 他跟傅川在一起 不想被不认识的人打搅 这让沈淑堂会觉得全身不自在 傅子琛心头一跳 赶紧解释 啊 学姐 你别误会 那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只是 只是 你刚才对店员说了 是你女朋友 现在又否认 舔狗就舔狗 敢做不敢当 反而让人不耻 沈淑堂骂人不带一个脏字 却自自产生了暴击伤害 傅子琛脸色一片青一片红 只能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傅川 傅子琛不信傅川不帮忙 要不今天的事情告知给了姐姐们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饶了傅川的 结果 我跟学姐不喜欢有旁人打搅 你能够离远点吗 傅子琛在傅川跟沈淑堂面前演绿茶 这还用补习功课吗 全看傅子琛倒胃口算了 竹克令吓到这个份上 傅子琛没法继续死皮赖脸下去 气得浑身控制不住的颤抖 先是请简的羞辱 沈淑堂的无视 现在傅川都敢对傅子琛如此无情 傅子琛暗暗将这笔账记在了心上 等回去肯定要好好跟姐姐们告状 真是对不起 学长 学姐 我先走一步了 傅子琛作为演员最后的一丝丝倔强支撑着她 演完这出戏 落荒而逃 学弟 她跟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心思缜密的沈淑堂 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学姐 她与我无关紧要 对我来说价值还不如这一道高考可能会出的数学题 傅川平静地说出内心的感受 不只是傅子琛 傅家其他人都是这样 傅川现在的目标只有考上新漫艺术学院 成全这一世的人生 其他的 不会在意 也无需在意 行 沈淑堂知道傅川这句话 发自内心 无关紧要的人 确实不用多费口舌 补习结束了 傅川看时间才到下午三点 道 学姐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要不我请你吃点东西 不必 我们吃这个 沈淑堂从书包里拿出了个保温便当盒 打开之后 香气浓浓 是寿司 傅川微微一正 学姐亲手做的 嗯 尝尝看 傅川拿了一个金枪鱼寿司放入嘴中 品尝之后 眼神发光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沈淑堂拿了个八爪鱼寿司 细嚼慢咽着 尹儿的作品 你什么时候导入电脑啊 等送完学姐我就去 不然 你操作一下 我在旁边看着 我只看过学弟你画画的样子 还没看过你怎么操控电脑的呢 沈淑堂学过类似的技术 就是没看过认可的傅川学弟操作是什么样 当然 沈淑堂最认可的还是傅川现场作画的技术 审美色彩构图无与伦比 和到了沈淑堂的新巴子里 学姐有兴趣 当然可以啊 行 多吃点 吃完就出发 等傅川找了个有条件的绘画楼 支付了借用金 凭借着昨天晚上通过鱼眼的作品 很快就在电脑操作出了成品图 用沈淑堂给的建议 调整了一下亮度 对比度 再给沈淑堂确认一下 学弟 介意我操作一下吗 当然可以 学姐 傅川保存了原图 让开身为让沈淑堂操作 沈淑堂熟练使用软件工具 将构图调整得更加明亮 学弟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 学姐 没想到你也有作画师的天赋啊 傅川这句话不是恭维 经过沈淑堂的调整 构图确实显得更加好看 符合鱼眼说的幸福 还没遇到学弟之前 小说封面都是我自己做的美工图 学姐 真的好优秀 傅川发自内心的感慨 夸奖 年少成名 家境富裕 长得纯然漂亮 学习成绩优异 还懂得电脑画图 傅川知道 这只是沈淑堂能力的一小部分 他还有太多太多的优点 没被傅川发现 沈淑堂就像是一座宝藏 越是深入了解 就会发自内心的敬佩 这才是造物主精心雕刻的作品 其他人就是随便弄弄 对比感太强烈了 你这句夸奖我收下了 学弟 不过 沈淑堂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起身 伸出指尖点向了傅川 笑也如花 有学弟做我的专属画师就够了 遇到傅川之前 小说封面都是沈淑堂亲力亲为 遇到傅川之后 沈淑堂可以放心将角色 封面一类全交给傅川了 傅川能完美契合沈淑堂的心灵 创造出最好的作品 没有比傅川更好的存在了 对上少女眼眸中期待信任的色彩 傅川瞬间觉得重任在身 用力点头 绝对不会辜负学姐的信任 第三十章 二姐 原来你也会疼啊 将原图发送给了鱼眼后 不一会儿鱼眼发来一条激动的语音 太完美了学弟 我要的就是这种 你果然跟堂堂说的一样 是天才 有沈学姐的功劳 傅川不敢鞠躬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知给了鱼眼 哦 那你们两个今天约会的怎么样 如果打的是视频通话 傅川肯定能看到鱼眼坏笑的表情 鱼学姐 我跟沈学姐是补习功课 哎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懂得懂得 学弟偷偷告诉你的秘密 你是第一个能让堂堂这么在意的男生 以前我都以为堂堂是百合贴贴呢 再偷偷放的大招 堂堂超级喜欢洗面奶 音音音 好了 我先跑路 洗面奶 是傅川理解的那个吗 傅川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沈书堂 沈书堂朝着傅川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不要理会笨蛋的话 会变傻 学弟 嗯 傅川有一种预感 于学姐好像会死得很惨 等傅川回到了傅家 刚经过客厅的时候 就被人叫住了 傅川 你进来 傅心灵带着几分怒气的声音传来 傅川已经猜到 傅子称肯定告状了 一脸淡定地走进了客厅 见傅子称 傅心灵 还有傅清清在 傅清清看到傅川走进来的时候 垂了垂毛子 要是以前 傅清清肯定用着冰冷无情的眼神 盯着傅川 因为傅川 今天让傅清清最疼爱的弟弟傅子称出囚了 现在 傅清清想要按照傅灵儿的教导 只是出于爱惜傅川的才华 并没有其他感情因素 去面对傅川 结果真正见到傅川 傅清清的心 还是疯狂颤动 做不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傅川 你好端端的 手机为什么关机 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手机没电了 傅川单手插兜 面对众人的眼神 显得那叫一个风轻云淡 有事吗 傅心灵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还好意思说这句话 今天你 是不是跟子称弟弟碰面了 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子称弟弟难看 这是傅子称跟你说的 傅川扫了一眼傅子称 傅川哥哥 我本来不想说的 傅子称表现出一副 柔弱无比的样子 你别想着兄子称弟弟 是我强硬问出来的 子称弟弟一回到家就进房间哭 什么话都不肯说 我就知道出事了 但我没想到 是你造成的这一切 傅川 你到底藏的什么信 傅子称回到家一顿装 逼得傅心灵主动问 傅子称便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说给了傅心灵听 傅心灵瞬间大发雷霆 秦简竟然这么不给傅子称面子 当众将咖啡 喷到了傅子称的脸上 随后逃跑 后来傅子称发现了 傅川跟沈书棠在咖啡店 傅川不只是没安慰 反而联合沈书棠 让傅子称彻底下不来台 傅心灵光是听着 就觉得心痛无比 从小到大 被他们这些姐姐保护极好 从来不敢 让其受伤的宝贝弟弟 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变成小丑 他不允许 一定要帮傅子称讨回公道 我跟学姐一起做功课 不想被别人打搅 就这么简单 你 看着傅川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傅心灵气炸了 仰手就要给傅川一巴掌 二姐 傅心灵没想到 傅心灵竟然要对傅川动手 以前傅心灵打过好几次傅川脸 傅心灵只觉得 为傅子称出气过瘾 就傅川伤害傅子称的行为 是最无可赦的 这一次 傅心灵竟然新纠成了一团 想要阻止却来不及 傅子称见状 眼眸闪过了一丝得意之色 傅川 让你在沈书堂面前 给我难看 这就是代价 下一秒 傅川抓住了傅心灵 挥过来的那一巴掌 一米八八身高 正值青少年最壮时候的傅川 面对只有一米六六身高的傅心灵 他仰起手 还得仰视着傅川 才能够打中傅川的脸 娇小的手臂 压根伤不了傅川半点 除非傅川自怨 只是傅川不再是当年那个任劳任怨 被打骂 还笑嘻嘻巴结着姐姐们的舔狗了 傅川 你造反了是吗 傅川不说话 手腕越发用力 压得傅心灵疼得翘脸扭曲 痛脚出声 傅川 傅川哥哥 你快放手 傅青青跟傅子琛反应过来 赶紧上前阻拦 原来你也会痛啊 二姐 傅川冷冷嘲讽一声 将傅心灵甩开 傅子琛跟个贴心棉袄凑上前去 二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傅心灵的手疼得要死 对上傅子琛担心的模样 只能够强行安慰 愤愤地瞪向了傅川 傅川 你 你先动手的 指望傅川 还像过去那样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呵呵 傅川为了未来着想 并不是没有底线 傅心灵再想对傅川动手 就必须付出代价 你真是翅膀掌硬了 敢对你的亲姐姐还手了 傅家已经容不下你了 你给我滚 出傅家 这三个字 一股神秘的力量 止住了傅心灵的冲动 没有说出来 对上傅川毫无感情的眼神 傅心灵有一种预感 他要是说出这样的话 傅川真的掉头就走 再也不会 回到傅家了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为了不被赶出傅家 跟条小狗一样 在他们面前摇尾起怜 为什么 明明傅川离开傅家 是傅心灵梦寐以求的 这样就不会危害到傅子称的地位 傅家还能够跟以前那样幸福 可是真正意识到 无法在傅川面前大呼小叫 傅心灵要赶走傅川 傅川不会犹豫 转身离开的刹那 傅心灵竟然说不出口了 这样的恶人 傅心灵不想做 对 一定是这样 二姐 你别说了 傅心灵赶紧阻拦 顺势给了傅心灵一个台阶下 傅心灵脸色青红胶织 变得格外出彩 发生什么事情了 傅灵儿不悦的声音传了进来 傅灵儿刚从公司回来 管家就来禀告 说是客厅里吵起来了 让傅灵儿赶紧过去看看 大姐 你来得正好 傅心灵赶紧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知给了傅灵儿 傅灵儿挑了挑眉 看向傅川 你今天出去 是跟沈书堂见面 嗯 傅川轻轻应了一声 已经猜出了傅灵儿 内心真正的用意 没什么事 我就先上去休息了 你上去吧 几乎是傅灵儿刚开口 傅川就离开了客厅 傅心灵目瞪口袋 大姐 你 你就这么让傅川走了 傅灵儿并未着急开口 而是看向了傅子称 子称弟弟 秦简对你做的事情确实过分 我会找秦家要一个公道 以后你在外面看到了傅川 跟沈书堂在一起 你就别上前去了 傅子称的脸色变得 很难看 原以为傅灵儿回来 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定会狠狠惩罚傅川 结果就这么简单 放傅川走了 沈书堂这个女人 真的对傅灵儿的吸引力那么大 我 我知道了 傅子称乍列归乍列 还是记得保持着好弟弟的人设 低着头 无比凄凉地离开了 这一次 却换不回傅灵儿的联系 大姐 今天傅川明明对子称弟弟 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你 第31章 傅川有着更重要的约定 沈书堂 傅灵儿吐出这三个字 打断了傅欣灵的话 为了傅氏集团的利益 我们需要一切能够跟 沈氏集团交好的因素 包括这位沈家引以为傲的千金 傅川跟沈书堂的关系越好 到后面沈氏集团知道了 傅川的真实身份 会成为他们选择 跟傅氏集团合作的因素之一 傅欣灵不可置信地开口 什么 大姐 难道你还想公布傅川的真实身份 那子称弟弟 连傅欣灵都愣住了 在傅灵儿心里 傅子称的地位何等重要 为了一个沈家 傅欣灵竟然纵容傅川的所作所为 无视傅子称的感受 必要时候我会这么做的 实话说吧 傅氏集团现在虽然很好 但发展已经到了瓶颈 想要更上一层楼 跟沈氏集团的合作必不可守 我们目前只能选择沈家 而沈家的选择很多 傅灵儿点到为止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傅欣灵跟傅欣不是笨蛋 对于傅氏集团来说 跟沈氏集团的合作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旦错过 下次想要再找到这样的机会 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以前很多事情 傅灵儿心知肚明 故意偏袒其他人 无视傅川的感受 因为傅灵儿觉得 傅川对于傅家没有价值 反而是个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如今傅川跟沈书堂有了关系 还有如此经验的画画天赋 傅川证明了他的价值 自然会让傅灵儿刮目相看 那 子称弟弟会怎么想 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会帮子称弟弟出气 现在的 以子称弟弟的脾气 他还会不谅解吗 总之勤俭的事情 我会找秦伯父好好说一下的 以后傅川跟沈书堂的事情 你们不要插手 只要傅川还想以傅家少爷的身份 在傅家生活下去 受到重视 傅川知道该怎么讨好沈书堂的 傅灵儿离开了 傅心灵坐在沙发上 双眸失神 忽然间手臂传来一阵刺疼 刚才被傅川弄出来的伤痕 还残留着 掀开袖子一看 深深的于清 可见 刚才傅川到底有多用力 丝毫不顾及傅心灵亲姐姐的身份 肆无忌惮的伤害 二姐 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傅心灵见状拿来一药箱 小心翼翼地为傅心灵上着药 五妹 关于大姐的话 你怎么看 我 我不知道 傅心灵现在很乱 对傅川复杂的感情 对傅子称的疼惜 深陷两个弟弟的感情交织之中 一片混沌 傅子称还是以前的傅子称 傅川不再是以前的傅川了 我现在就怕 大姐真的要公布傅川的身份 触及到傅氏集团的利益 爸妈一定会答应的 子称弟弟到时候在家里 学校就没有立足之地 子称弟弟一直都很坚强 心里藏有很多委屈 不敢跟我们说 要是子称弟弟绝症发作 傅心灵字字句句不离傅子称 充满了深深的担忧 傅卿轻抿了抿唇 二姐 刚才你对傅川动手 确实不应该 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 五妹 以前我打了傅川好几次 你都没这么说过 现在这么说 难道你真的对傅川的偏袒 更多子称弟弟 连我这个二姐 都要违背了吗 二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不能动手 哼 傅心灵生气地冷哼一声 将手抽回 这都什么事 我先回去睡觉了 二姐 那一遍 鱼尔已经确认了订单 还特意打赏了傅川五百块 傅川看到前后 赶紧绿泡泡发信息过去 鱼学姐 怎么还要打赏呢 鱼尔 因为你的作品 我很喜欢 以后努力给学姐干活 大大有赏地 吐蛇 傅川 改日我请学姐吃个饭吧 鱼尔 当然可以学弟 爱你么么大 笔心 扣除平台手续费 傅川赚了两千多块 算上傅川的存款 已经有六千块了 由毕卡索平台接商单 就算中途出了意外 跟傅家彻底闹翻 傅川搬到外面去 至少饿不死 就是泪点 怕影响到高考 想到沈淑堂跟鱼尔的期待 傅川瞬间跟打了鸡血 拿出错题本 继续巩固知识点练习起来 兴漫艺术学院 冲 等傅川将今天跟沈淑堂的难题 巩固得差不多了 伸了个舒舒服服的懒腰 跑出去上厕所 结果经过电脑房的时候 发现门非打开 里面还有灯 是傅清清 傅川不想跟傅清清碰上 立马掉头去一楼的厕所 结果跟正在喝牛奶的傅心灵碰上了 傅川淡定 在傅家生活 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 总会碰上的 直接无视傅心灵 傅川进厕所 结果傅心灵挡在了傅川的面前 咬牙切齿地开口 你赢了 赢了 傅川用着莫名的眼神 看着傅心灵 你跟沈淑堂打好了关系 这一招确实很高明 连大姐都对你刮目相看 傅川 我警告你 如果因为你子称弟弟出了什么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绝对不会 看着傅心灵 自以为掐住傅川命脉的样子 傅川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想笑 随便你 傅川轻描淡写 吐出这三个字 越过傅心灵的身边 朝着厕所走去 傅家人爱也好 恨也罢 都跟傅川没关系 比起这个 傅川的未来 还有着更重要的约定 跟学姐一起上新漫艺术学院 让学姐见证傅川的成绩 不要妄图阻拦傅川 傅心灵看着傅川离开 捏紧了手臂 那儿的伤口 还在隐隐作痛 要是以前的傅川 哪怕伤害他自己 都不可能伤害傅心灵 如今的傅川这么做了 毫不在意 甚至还随便傅心灵 如果傅川真的那么冷酷无情 那么今天早上 傅心灵安慰傅子称 他为什么低着头隐藏情绪 为什么 殊不知 楼梯上的傅子称 刚好听到了傅心灵的话 气得一口牙齿 都快咬碎 果然是因为沈书棠 不然傅川对傅子称 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傅林儿铁定大发雷霆 要将傅川送进警察局 明明上辈子都不会这样 傅川一直被傅子称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 重生的是傅子称 怎么受益的人变成傅川了 该从傅川手里抢回来的东西 傅子称都抢回来了 这辈子 傅子称应该过得更好才对啊 等傅川上完厕所 傅心灵还站在原地 傅川懒得理会 直接走过 啊 傅心灵突然痛叫一声 傅川条件反射得快步离开 转过身 皱着眉看着傅心灵 免得傅心灵 又编出什么话来诬陷傅川 你 你还愣在那做什么 不都是你把我手臂捏出来的伤 快拿药箱过来 帮我治疗 傅心灵这句话 说得没有多生气 反而放缓了音调 记得有一次傅心灵受伤了 傅川第一个发现 紧张得好像是他受了重伤 翻箱倒柜 找来了医药箱 想帮傅心灵处理伤口 结果被傅心灵扇了一巴掌 说不用傅川多管闲事 傅川捂着脸 站在一边 眼角闪烁着泪光 看着傅心灵将伤口处理完毕 才掩着尾巴离开 这一次 傅心灵主动让傅川帮忙 态度还变得那么好 傅川应该很高兴的吧 他的心里 还是内疚弄伤了傅心灵 不然怎么可能会停下来呢 傅心灵本应该很自信 看到傅川舔狗的模样 这一次 心里却没什么底 第32章 我真的不在意了 我不知道放哪里 刚好管家经过 傅川将傅心灵的烂摊子 丢给了他 直接上楼 傅川不知道 怎么可能 以前傅川找医药箱的次数最多 放哪里 傅川铁定一清二楚 难道 傅川真的不在意 傅心灵伤得怎么样了吗 等管家拿来了医药箱 询问傅心灵的伤势 傅心灵却无比失弱地说了一声 不必了 离开 管家傻眼了 这是在搞什么废机 一日 傅川依旧在角落吃着早餐 傅子称他们聚在了一起 明显气氛有了改变 傅林儿等人没有像以前那样 对傅子称散发着完全宠溺的嘘寒问暖 看着傅川快要吃完 傅林儿伸手敲了敲桌面 在这里 我有一件事要宣布 傅川 子称弟弟 你们都是高中生了 现在学习紧张 要花钱的东西有些多 我打算给你们提高一千块的生活费 多给一千块 傅子称面色微沉 一千块对于傅子称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表面看傅子称跟傅川的生活费一样 实则傅家人经常给傅子称送礼物 要买什么有求必应 那些东西的价值早就超过一千 不知道多少倍 生活费看似两个人提高了 其实对傅川更好 傅林儿这是间接 给予傅川帮助 傅子称心里明白 表面还得装出无比开心的样子 谢谢大姐 不过我跟傅川哥哥 还只是高中生 要那么多钱没用啊 好了 子称弟弟 听大姐的 不等傅子称说完傅林儿 直接打断 傅子称只能闭上了嘴巴 我吃饱了 上学去了 傅川整理好碗筷 拿起书包离开 对傅林儿的话语 没有拒绝 没有同意 反正傅家的钱 傅川不会用 等到了高考结束 该还的傅川会还 省得断绝关系后 傅家人还舔着脸说傅川 欠了他们什么 等傅川走了之后 子称弟弟 昨天你跟秦俭的事情 我和秦伯父说了 他大发雷霆 今天晚上会带秦俭来家里 跟你道歉 嗯 想到昨天秦俭如此 不给傅子称脸面 傅子称心里一股紫气 偏偏秦俭 是人间富贵花 想想未来的秦氏集团 傅子称只能够忍着 傅川来到学校 刚放下书包 方凯薇一脸贼兮兮的凑上前来 川哥 跟沈学姐进展如何了 傅川有点无语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沈学姐 只是学姐学弟的关系 哎呀 昨天都有人 在万达广场那边 看到你跟沈学姐 在咖啡店了 这不是约会还是什么 你听谁说的呀 傅川额头冒下三条黑线 据事真的有那么小吗 力区的万达广场 跟学校是反方向 傅川跟沈书堂 在咖啡店角落 认认真真做题 这都能被 济世意中的学生看见 太草蛋了吧 嘿嘿 川哥 你别怀疑我 情报来源的准确性 看你表情真有这件事了 还瞒着兄弟 你不够意思啊 方凯薇给了傅川一个 我懂的眼神 学姐帮我补习功课而已 别瞎想 行行行 川哥 到时候追于学姐就拜托你了 以后我方凯薇就是你小弟 你要我做什么我马上照办 说着 方凯薇给傅川塞了一大堆零食 要傅川跟方凯薇说 他已经有了鱼眼的微信 两个人还挺聊得来的 方凯薇会不会疯 傅川 李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绘画电脑管理师的李老师 傅川心头一跳 有点忐忑地来到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之前有沈书堂做担保 傅川才能够每次跟李老师 借到绘画电脑管理师的钥匙 这次李老师突然找傅川过去 难道是 想要收回这个权限 傅川 你来了 坐 见傅川到来 李老师拉了张椅子 给傅川坐下 紧接着拿出了一张合同给傅川 傅川看着合同纸 愣了一下 李老师 这是 这是学校勤工俭学的岗位 原则上不给高三学生开通渠道 不过你是孤儿 刚好符合标准 沈同学跟我说了你的事情 我想着 经常给你要是 被别人撞见了 名声不好 但你有勤工俭学的工位就不同了 能赚多份钱 还能够免费使用绘画电脑式 不是两全其美 这 真的 傅川激动不已 负责绘画电脑管理师的勤工俭学是美差 只要定时定点开门关门就行 里面设备的维护 卫生都有别人负责 关键技士一中 作为技士头等重点高中 政府给的补贴多 勤工俭学的岗位 一个月就有两千块的补贴 傅川是临时考进来的 勤工俭学岗位的报名 早就招满了 就算傅川想都没有机会 还能够免费在空闲时间 使用绘画电脑式 这下 傅川就不怕找李老师接钥匙的时候 借不到了 确认意图后 傅川拿起黑色钢笔 在合同纸签下了他的名字 我会拿去跟教务处确认 这是绘画电脑式的钥匙 等什么时候上面批下来 就正式上班 你先拿去用吧 谢谢李老师 傅川起身 朝着李老师 深深居了一躬 李老师倾咳一声 傅川同学 你应该谢谢沈同学 如果不是沈同学出面 你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要好好把握呀 学姐 傅川心里 头涌起一股暖流 走出办公室后 傅川立马拿出手机 给沈书堂发了 绿泡泡过去 学姐 谢谢你 鞠躬 正当傅川低着头 期待着沈书堂的回答时 沈书堂的消息发过来了 学弟 别做低头足 容易变成老爷爷哦 傅川抬起头来 沈书堂就在前面 对上傅川的眼神 朝着傅川招了招手 穿着清纯简单的校服 马尾竖起 眉腿在光芒中染上了一层白皙 笑叶如花 学姐 学弟 不用多说 好好把握 沈书堂十分大气地 拍了拍傅川的肩膀 傅川一米八八的身高 沈书堂一米六六 要拍傅川的肩膀 还得点起脚尖 光是气势就输了一筹 沈书堂吐了吐舌头 男孩子还真是容易长高啊 我不会辜负学姐期待的 沈书堂给傅川帮了那么多忙 傅川真的无意回报 等傅川考上了新漫艺术学院 有更多的时间 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让沈书堂知道 他的眼光没有看错 好 沈书堂眸子微微泛着流光 对上少年激情的炙热 空气在那一刻仿佛热了起来 丝丝流入心肩 痒痒的 哦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沈书堂掏出手机 翻了一下相册 给傅川看 傅川看到相册里 被绑在床上阴阴求饶的鱼影 差点眼珠子掉出来 学姐 这是 沈书堂轻轻点了一下唇 惩罚笨蛋的仪式 学弟 真的不要理会笨蛋的胡言乱语 容易变得不幸 我 我知道了 学姐 傅川抖了一个机灵 频频点头 想到鱼眼说过 沈书堂最喜欢洗面奶 我靠 难道沈书堂将鱼眼绑在床上 是要弄洗面奶 不行 傅川 不能继续伸想下去 要是喷出鼻血 那就太尴尬了 夜幕降临 傅川回到傅家 看到门口多了几双不常见的鞋子 管家走了过来 傅川少爷 大小杰让您去客厅门口 第三十三章 亲生父母赐予的绝望 我知道了 傅川隐约猜到了什么 换上拖鞋 平静地来到了客厅 果然 秦浩然带着勤俭就在客厅 面对着傅林儿跟傅子称 见到傅川到来 秦浩然等人脸色微微一变 其实 傅川才是秦浩然心中的女婿人选 不只是因为娃娃清定的 就是傅川这个真少爷 关键傅川长相帅气 身体健康 就算傅川在傅家不受宠 傅家没有想解除婚约的打算 以目前秦家的势力 万万不可能主动开口解除婚约 意味着这门亲事一定要兑现 秦浩然想的就是傅川 而不是病秧子傅子称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世了 留着秦俭守活寡 别说秦俭不接受 就是秦浩然都不接受啊 原以为傅川回来 傅子称会顺理成章 将婚事推给傅川 秦俭竟然没这么做 秦俭看着傅川帅气的面容 心底里越发讨厌傅子称 帅气的傅川谈个恋爱玩玩可以 总比废老鬼一样的傅子称 好得多啊 秦浩然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事已至此 覆水难收 只能够随波逐流走下去 真的很对不起 子称 是我家女儿从小被宠坏了 不懂事 我在家里已经教训过她了 今天是特意带她来跟你道歉的 秦俭 还不快来道歉 都是你惹出来的麻烦事 对不起了 秦俭只能够乖乖低头来认错 一眼就看出秦俭的应付 心中不服气 秦伯父 虽然说秦家跟傅家结了娃娃亲 但我看子称跟秦俭真的相处不过来 不然这娃娃亲还是取消算了 现在秦氏集团日博西山 对傅氏集团没有过多的用处 要是傅子称跟秦俭合得下去 倒也没事 但第一次见面就闹出这么大的乌龙 这还怎么凑合过下去 至于丢给傅川 别说现在傅川不可能接受 他还有着讨好沈书堂的重要用途 断然不能接受 真的 秦俭忍不住内心狂喜叫出了声 秦浩然一时不敢相信 惊喜来得这么突然 颤抖着嘴唇开口 你父母那边 都不合适 他们也不会抢求 不然耽误了两个人的幸福 罪过就大了 我会解决好的 大姐 傅子称突然打断了傅林儿的话语 我 我真的很喜欢秦俭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秦俭 我知道 我们第一次见面 发生了很多不愉快 但我想要跟你相处 想要了解你更多一点 同时也喜欢你能多了解我 啊 秦俭看着傅子称的眼神 就跟看着一个疯子 这叫什么 傅子称对秦俭一见钟情 要傅子称是个正常人 秦俭或许还会开心一点 谁不喜欢被人追捧喜欢的滋味呢 特别像傅子称这种 被宠爱的帅哥少爷 奈何傅子秦是个病秧子 迟早要死的 他不放手 真的要秦俭做个寡妇 做梦 这 秦浩然为难地看着傅林儿 傅林儿没想到 傅子称对秦俭秦身跟踪 不能自拔 按理说他们第一次见面 傅子称向来不喜欢那种无理取闹 嚣张跋扈的女生才对 缘分这两个字 还真是奇妙无比 只有傅川知道 傅子称的真正用意 他就是想要抢走上辈子 秦氏集团得到的荣华富贵 为此 哪怕秦俭是快在南肯的硬骨头 傅子称都会委屈求全 硬生生吞下去 一 哼 没想到傅子称跟傅川双重生 会出现这么戏剧性的一幕 傅川知道 傅子称跟秦俭强行绑在一起 他的人生只会过得越来越惨 傅林儿自然是护着傅子称的心意 既然如此 你们两个就再试试看吧 什么 林儿姐 秦俭 秦浩然不停朝着秦俭识眼色 逼得秦俭只能够将怒气硬生生吞下 别过了头 咬紧了嘴唇 秦俭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误会 但我们两个还年轻 还有很多时间 我会让你慢慢了解我 你哪里有什么时间 秦俭 你一个病秧子 真想让我嫁给你做寡妇 做梦 秦俭毫不留情地出言讽刺 转身冲出了客厅 秦俭 秦浩然差点脑溢血发作 这种话私底下说说就算了 当着傅子称跟傅林儿的面说 万一傅家真的生气了 针对秦氏集团怎么办 秦伯父 秦俭这太过分了吧 傅林儿冷冷开口 秦俭太不把秦家放在眼里了 当着傅林儿的面 就敢伤害他最疼爱的弟弟 没事的 大姐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知道自己 没有资格给秦俭幸福的未来 但是我对秦俭一见钟情 我实在不想轻易放弃 不管秦俭怎么说 我都有心理准备 我一定会让秦俭对我动心的 傅子称声声真挚 反倒是让秦浩然不好意思了 秦叹了口气 子称 其实你这样何必呢 哎 傅子称带着哀求的眼神 看着秦浩然 秦伯父 再让我试试看吧 如果我的人生真的所剩无几 我最想要在一起的女孩 就是秦俭 我会去劝劝秦俭的 今天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秦浩然走了 傅川看完这一出闹剧 便想转身离开 不管是何种目的 一旦沦为田狗 就不可能轻易脱身 就算是享受着傅家人全部宠爱 呼风唤雨的傅子称都不例外 傅川隐约能感受到 未来傅子称会过得有多惨 当然 跟傅川没有关系了 傅川 你过来 傅林儿叫住了傅川 怕傅川假装没听到直接离开 傅林儿甚至加快步伐 挡在了傅川的面前 傅川抿了抿唇 有事 爸妈就要回来了 哦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上去做功课了 傅川面无表情地离开 傅林儿看着傅川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奇了怪了 要说对他们这些姐姐冷漠 情有可原 爸妈一直在国外发展 傅氏集团的海外业务 每次提到他们要回来 傅川都会很高兴的 结果傅川 还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 殊不知 上辈子 傅川已经在亲生父母那儿 品尝到了太多的绝望跟悲伤 甚至比七个姐姐 给予傅川的绝望还要多 傅川有段时间 有过强烈自杀的欲望 患上了抑郁症 都是拜亲生父母所赐 第34章 不能一直依赖学姐 大姐 怎么了 傅子称看着傅林儿怪异的脸色 忍不住开口询问 没事 那一遍 于尔将傅川的作品 发到了当初何颖的微信群里 获得众人一致好评 顺带着又发给了自家二九 二九 我花钱找人画的漫画版合影 您作为新漫绘画系的教授 给点评价 好不好啊 于尔发完信息 就继续刷题去了 顺带着柔胸 昨天被沈书棠冲到家里 直接绑在床上 疯狂洗面奶 搞得于尔现在胸口还疼 难受香菇 好泽正喝着黑咖啡 追着漫画 作为一名国师级别的老艺术家 好泽的风格 偏向于传统绘画 但他并不排斥倒国的漫画 相反很喜欢追着他们的画风剧情 主打线条的火影忍者 主打时髦剪辑的死神 主打信息量的海贼王 在好泽眼里 能够获得世界级别的追捧跟热度 作者的创作力 跟画工占据主导地位 无法动摇 曲长不短 方能一直成长 好泽从不顾不自封 满足于目前的成绩沾沾自喜 这也是好泽能成为 世界级认可的大事原因之一 等好泽发现 于尔发来的信息 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摘下眼镜 点开了于尔发来的作品 第一眼就不由地放大了双眸 外行人看整体感受 内行人看的是构图 线条这些知识性代言词 这幅作品 无论是在外行内行眼中 天衣无缝 关键好泽能感受到 画作之中 蕴含着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这是玄之又玄的说法 通俗易懂地说 能让观众感受到 创作者在这幅画 想要表达的情感 好泽将这幅作品解析完毕 立马打了个电话给于尔 二舅 怎么了 尔儿 这幅作品是谁画的 好泽的声音显得几分急促 据事意中的学弟 是不是画得很好啊 二舅 于尔还想着给傅川做下广告 你这下可真捡到宝贝了 赶紧给二舅引剑引剑 啊 于尔傻眼了 这叫什么 你预判了我的预判 傅川复习完功课 正准备上床 于尔发来信息 学弟 睡了吗 还没 学姐 怎么了 我二舅想跟你约一次见面 方便吗 二舅 好泽教授 傅川内心狂跳 那可是傅川的偶像啊 这种感觉 就好比粉丝被狂粉的偶像抽中见面 一瞬间 傅川明白 那些追星族 为什么这么疯狂了 现在傅川激动的手指头都在颤抖 打字都打不稳 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平复心情 通过于尔的关系 约定了下个周日 去好泽教授家里做客 傅川在床上兴奋地蹦跌起来 能那么快就见到偶像 还是私底下的见面 傅川有无数个想法 想要跟好泽教授好好倾诉 对了 这么开心的事情 先跟沈学姐分享一下 傅川马上发了个绿泡泡 给沈书堂 丝毫没意识到 如今傅川所有的惊喜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是沈书堂 而非其他人 沈书堂很快回复了 尔跟我说了 学弟 把握好这次机会 有什么麻烦找我 傅川 好的 学姐 这时傅川注意到 沈书堂转发了一条朋友圈 内容是 H市的大神作者交流会 傅川再翻阅了一下 发现沈书堂的朋友圈 都是转发的作者会议信息 关于沈书堂的日常生活 没有发过 想着沈书堂的性格 学姐不会是那种 喜欢在朋友圈热络 分享生活的女孩 在现代社会 可以算是一股清流了 傅川想了一下 还是发了条信息 学姐 一路顺风 挥手 过了十秒钟 沈书堂回复了一张自拍 沈书堂带着口罩 坐在高铁上 朝着傅川比了个耶的手势 将马尾放下 散落着鱼尖上的青丝 眉目弯弯 带着几分笑意 美得惊心动魄 傅川忍不住 将这张相片 保存到手机里的 隐私相册里 可 美女吗 谁不喜欢呢 时间眨眼到了周六 傅川同学 这道题你解答一下 啊 诗神的傅川 被火眼金睛的数学老师 当场抓包 叫到黑板上解题 靠 这下麻烦了 方凯威想给傅川一点提示 奈何数学老师 讲解的这道题难如登天 可以放在高考数学 最后一题 做尖子生分化线的那种 无能为力 刚刚傅川试了神 都没认真听老师说 现在根本没可能做得出来 恰逢老师现在四十多岁的更年期 被老师当场抓住走神 解答不出来 估计要被骂得狗血淋头 果不其然 老师在讲台敲着桌子 阴阳怪气 同学们 现在是高三 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即便是艺术生 也不该松懈文化课 要不差几分 错过了梦想的大学 是一辈子的遗憾 老师自以为这道难题 没有听课的傅川 根本解答不出来 肆无忌惮地拿着傅川 当作负面例子 教训在场的学生 哪里想到傅川拿着粉笔 看了一会题目 很快就在黑板上 写出了解答公式 好比这位傅川同学 我观察很久了 上课一直在走神 不认真听讲 这样怎么取得好成绩 老师 我答完了 你站一边去 老师本想着 傅川是随便搭搭的 正想要揪着傅川的错 好好挑刺一番 结果看到傅川 做出来的答案傻了眼 简洁 天衣无缝 完全挑不出一点毛病 对 对了 老师 我可以下去了吗 你下去吧 老师的眼神 瞬间变得很复杂 有口气儿 想要从胸口宣泄出来 结果傅川完美堵住了气口 憋在心头 别提多难受了 傅川回到座位 方凯威压低声音 崇拜地说道 卧槽 川哥 你文化科那么牛逼的 这道题你都会 我听老师讲 都跟听天书一样 完全不懂 刚巧学过 上次跟沈书堂在咖啡厅 这道类似的提沈书堂 讲过给傅川听 傅川印象上辈子的数学高考 这道题就是压轴大题 今儿个正好救了傅川 不然做错了 肯定要被数学老师罚站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午休时间 下午没有专业课 提前放学 傅川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想不出该带什么伴手礼 送给好泽教授 傅川翻着绿泡泡的聊天记录 深深叹了口气儿 傅川问过鱼眼 他只说 让傅川带着他画的那幅学生会合照的样图 去好泽教授家里 其他的鱼眼都会搞定 傅川每副感觉满意的作品 都会留下样图保存 不成问题 出于成年人的理解 第一次空手去好泽教授的家里 着实不好 太贵的傅川买不起 送太便宜的不行 还是摸不准好泽教授的喜好 该怎么给好泽教授留下深刻印象呢 傅川的指尖 停留在了跟沈书堂的聊天框 鱼眼那边打探不出消息 傅川想过问沈书堂 刚发了的 在吗 就后悔了 赶紧撤回 后面沈书堂回复了消息 傅川只说发错了 不能一直依靠沈学姐 还是送多一副我的作品 不过好泽教授看得上吗 正当傅川纠结的时候 叮咚 特别关心的提示音响起 第35章 那么喜欢管闲事 你去管管非洲难民吧 沈书堂刚好发了信息过来 上天台来 学弟 学姐回来了 傅川微微一震 发了个OK过去 便来到了高三楼的天台 看着前方大道沐浴着阳光的倩影 傅川脚步不自觉地雀跃起来 学姐 沈书堂转过身 手里还拿着个袋子 朝着傅川走过来的同时 将袋子递到了傅川的面前 诺 学弟 傅川一脸莫名 这是 沈书堂微微一笑 送给好泽教授的伴手礼 他会很喜欢的 啊 学姐 你 你怎么知道 你上次发信息给我 又故意扯开话题 我就知道 你在烦恼什么 你的想法 很对 也然是好泽教授的外甥女 他打空手去好泽教授都笑脸相迎 当然不是说你去好泽教授不欢迎 送给人家喜欢的最好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没想到沈书堂想得那么周到 直接为傅川解了燃眉之急 傅川感激地开口 这里面多少钱 学姐 我专给你 不值什么钱 可是学姐 听学姐的话 笨蛋学弟 沈书堂轻轻拍了一下傅川的手臂 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我这是战略性投资 相信你一定能够大红大紫 什么时候扬明天下后 记得别忘了学姐就好 沈书堂继而朝着傅川比了个 加油的姿势 好泽教授鲜少对一个人这么夸奖 不愧是我认可的学弟 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不要辜负自己 OK 学姐 傅川感觉鼻尖酸酸的 心中泛滥着暖意 每一次我有困难 都是学姐帮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学姐才好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人对傅川这么好 在傅川每次需要帮助的时候 雪中送炭 怎能不让傅川 为这份情意感动吗 你还好意思说呢 啊 我不是发信息给你说 有麻烦尽管找我帮忙吗 结果还要我帮你猜 万一猜错了 不是浪费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吗 沈淑堂气呼呼地鼓了鼓嘴巴 跟个包子一样 让人想要戳一戳 知不知道错了 原来学姐生起气来那么可爱 抱着这样的想法 傅川点头如捣算 知道了 学姐 我下次不会了 沈淑堂对傅川的手臂 来了几发小圈圈 唇角歪着 还有几分火气 先告诉你哦 我还没消气 今天得让你好好出血 午饭请我吃烧烤 傅川阔气地开口 只要学姐开心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了 笨蛋学弟 看来我对你太好了 午饭我 可得吃穷你 嘿嘿 吃穷你还傻笑 笨 但 夜幕降临 傅川背着书包 提着沈淑堂 给的半手里袋子 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傅家 正想避开所有人上楼的时候 一道人影 刚好从客厅里走出来 两人相见 对方的表情 瞬间想吃了屎一样难受 你死哪里去了 现在才回来 说话的人是傅川的三姐 傅月清 脾气臭 性子值 是傅月清的标签 含着金汤匙 作为附加三千斤的傅月清 确实有冲撞别人 肆意妄为的资本 偏偏生了一副 人畜无害的娃娃脸 典型的表里不一 傅月清职业是做中间商的 顾名思义 就是从甲方那 领取到预算跟采购方案 从预算中赚差价 这些年来 搞得风生水起 开了一家属于傅月清的公司 傅月清不喜欢留在集团工作 被束缚 生性放荡不羁 爱自由 傅川才不会给傅月清好脸色看 关你屁事 你 你再说一遍 傅月清不敢相信 刚才听到了什么 傅川竟然对傅月清说关你屁事 这家伙 是吃雄心豹子胆了 那么喜欢管闲事 你去管管非洲难民吧 想多听几句 傅川直接成全 抛下这句话 傅川直接撞开了傅月清 朝着楼上走去 傅月清打从傅川回到傅家后 说的每句话都是带赃的 生殖器官 父母爆炸 多难听的话都说过 连傅铃都看不下去 开口斥责 生性自由的傅月清改不掉 这种人竟然跟傅川流着同样的血 傅川都觉得恶心无比 没素质的人最讨人厌了 傅月清被撞得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怒火中烧 冲上去就要抓住傅川 你骂了个逼的 三妹 你在做什么 刚好傅铃从楼梯走下来 呵斥着傅月清 大姐 傅川这个王八犊子 刚才对我不恭敬 还撞我 不教训教训 他这个王八蛋 肯定要翻天了 向来嚣张惯了的傅月清 面对曾经毕恭毕敬 靠着傅家施舍 才能生存的臭弟弟 如今变得如此硬气 甚至还妄图 骑在傅月清的头上 实在受不了 得狠狠揍傅川一顿 当沙包出气 傅川 你先上去 傅川看都没看傅铃儿 跟傅月清一眼 面无表情地离开 大姐 你干嘛放过这个臭傻逼 你住嘴 拜托你了傅月清 你是成年人了 能不能整理一下自己的语言 想清楚了再说 第36章 学姐别作死 听着傅月清的乱喷 傅铃儿一个头两个大 要不是 DNA鉴定报告 明明确确说明 他们是亲姐妹 傅铃儿都以为傅月清 是不是爸妈 在他们不知情的时候 抱回来养的 从小到大 脾气臭就算了 偏偏还喜欢出口成脏 特别对着傅川说出的那些话 是如此不堪入耳 傅月清不觉得丢脸 傅铃儿都觉得丢脸 别忘了家里不只是他们 还有佣人 管家 传出去丢不丢人 我就这脾气 改不了 还有大姐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竟然为了傅川对我 傅月清 你要不想被我赶出去 就闭上你的嘴 见傅铃儿真的生气了 受制于大姐威压 傅月清缩了缩脖子 算了 我找紫辰弟弟去 说完傅月清赶紧上楼了 傅铃儿揉着太阳穴 真不知道傅月清随的谁 管都管不了 一日 傅川带着沈淑堂给的伴手礼 袋子下楼 无视正在吃早饭的傅家人 就要离开 傅月清见状 脾气一下子就炸了 将手里的筷子砸向了傅川 傅川 你见到 我们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你妈的白谱是吧 咳 傅铃儿重重咳嗽一声 连傅铃儿跟傅清清都觉得 傅月清这嘴 真脏 大姐 您这次别拦着我了 昨天晚上 傅月清来到傅子琛的房间 了解最近发生的事情 傅月清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 但在傅月清眼里 还是那个臭弟弟 特别对他们这些姐姐不恭敬 还让傅子琛脸色难堪 要不是傅子琛强硬拦着 傅月清早跑去找傅川算账了 今天早上 傅月清还想着 有重要事情办 不想跟傅川一般见识 结果傅川到后 傅月清没找傅川算账 他反而得寸进尸 鸟都不鸟他们 不欠骂骂 傅铃儿冷冷开口 傅月清 你要么离开家 改掉你的臭脾气再回来 要么闭上嘴乖乖吃饭 大姐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傅月清憋得脸色胀红 嘴唇抽动 最终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大姐果然变了 就跟子称弟弟说的那样 因为傅川跟沈书堂勾搭上了 傅氏集团 需要沈氏集团的合作案 更上一层楼 所以傅铃儿 对傅川的态度变了 要是以前 就算傅铃儿 对傅月清再不满 也不会当着傅川的面 说傅月清 傅铃儿压根就没将傅川 当做傅家人 怎么会让傅月清 在傅川面前丢脸呢 真 小丑 傅川心里 给傅月清贴了标签 禁止离开 有了傅月清 这个挡箭牌 以后 傅川想不理会傅家人 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了 傅子称捶了捶毛子 本来就没指望傅月清 能对现在 被傅铃儿重视的傅川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傅月清 在七个姐姐中 是最不讨喜的那个 傅子称心里 也很讨厌这个 没素质的三姐 只是乖弟弟的样子 还是要装出来 吃完早饭 傅月清 还拉着傅清清 跟傅心灵吐槽傅铃儿的偏袒 大姐真是疯了 明明针对傅川是 我们一致同意的 现在反而让我在傅川面前 下不来台 就一个省市集团 至于吗 傅清清 轻叹了口气 三姐 大姐并非故意偏袒傅川 而是你的脾气 你确实地改改 是啊 咱妹 你心里有再多不满 至少别脏话连篇吧 好好说话不行吗 自诩高贵典雅的傅心灵 哪里看得惯傅月清的性格 说这句话 还带着几根刺 二姐 你的手臂 被傅川弄伤了 五妹 你大发慈悲 给傅川准备了电脑室 人家不屑一顾 你们还为他说话 你们都被傅川 灌了迷魂汤是吧 好好好 这个家 我真带不下去了 我走 傅月清人都快气炸了 直接冲出了傅家 傅清清想说些什么 却被傅心灵拦住了 五妹 你就别管了 三妹这性格 要再改不掉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相处 我还怕以后傅家 会因为三妹出大事呢 傅清清只能够用担忧的眼神 目送着傅月清离去的方向 傅川乘坐公交车 按照导航来到了 好泽教授的家里 是一处交室楼 地处于济市最繁华的地带 配套齐全 包括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中 在济市 都是排得上名号的 寸土寸金 一平方米都被炒上了十几万 交室楼的外墙经过了翻新 由于年代久远 无法加装电梯 好泽教授的家在四楼 傅川爬上楼梯 按下了门铃 按捺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深深呼吸 吐气了好几口 咔嚓 门飞打开了 露出鱼眼那张绝美的小脸 哎呀 傅川学店 快进来快进来 鱼眼的声线无比欢快 像是百灵鸟 听着就让人心悦 一中作为G市最好的高中 学生会更是一个小型权力中心 鱼眼当年在学生会投票 是碾压第二名当上的会长 可见鱼眼 天生领导力 清和力Max 跟沈淑堂 是两个类型的女人 鱼眼是温暖的小太阳 属于天生让人想要清静的存在 加上鱼眼绝美的颜值 简直行走的人间大杀气 难怪当年鱼眼的课桌 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情书 沈淑堂是柔和的小月亮 看似高冷难以接近 深入了解后 便能明白 能够驱散无边黑夜的存在 唯有天上一轮明月 没有比这更加清和的存在了 盯着眼前一米六六 身穿白色连衣裙 娇小可爱的鱼眼 傅川恭敬地叫了一声 鱼学姐 说来我们两个 还是第一次见面呢 哈哈傅川学弟 果然跟我想象中一样的帅气 张子拍先 茄子 啊 傅川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鱼眼拉着自拍了一张 就算没做表情 在相片中的傅川 依旧帅气逼人 这还是不上镜的 真实看起来 傅川能原地出道 身高 颜值 身材管理完美无缺 加上常年学艺术 以及重生 看破一切的淡然 气质秒杀 没有内在的小鲜肉 鱼眼心满意足地收起手机 OK等下 发给唐唐 让他好好吃醋一下 啊 傅川挠了脑后脑勺 想到之前沈书堂 给傅川看的鱼眼 被绑在床上的照片 嗨嗨 傅川是不是该劝一下 鱼眼别作死 第37章 报警 傅川来了 好泽爽朗的声音传来 不等鱼眼介绍 像是提着小鸡仔 将鱼眼提开 无视弃成了熊猫脸的鱼眼 透着镜片 沉淀阅历的双眸 盯着眼前 这位帅气高大的少年 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说对视不对人 但谁不喜欢赏心悦目的帅哥美女呢 光是傅川这模样 哪怕穿着地摊货 都给人印象极好 好泽教授 傅川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将伴手里送过去 终于能见到您了 人来了就好 还带什么礼物呢 应该的 将伴手里放下去后 好泽拉着傅川聊了一下 发现傅川的创作思路 理念跟好泽很像 又不是刻意研究讨好好泽 而是真正走着好泽留下来的经验之路 通过自身风格进行改良 见傅川任认真 真回答着好泽的学术问题 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好泽的心理 对傅川越发欣赏 两个人关于艺术绘画 像是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鱼眼被晒在一边 准备一大堆向二舅推荐傅川的说辞 全然没用了 看着好泽跟傅川相见恨晚的样子 妈爷 别说傅川是不是好泽的亲外伤了 简直比亲儿子还亲啊 鱼眼都没见过表哥 跟二舅聊得这么热络呢 反而显得鱼眼多余了 这种委屈鱼眼受不了 立马拍照发给沈叔堂 进入吐槽模式 吐槽完毕 鱼眼爽快了 堂堂你放心吧 学弟跟二舅聊得很好 我去楼下奶茶店找你 沈叔堂今天来了 就在楼下奶茶店 傅川进教师楼的时候 沈叔堂看到了傅川 没有朝着他打招呼 而是四季带动 沈叔堂是最后的杀手锏 万一好泽教授跟傅川聊不过来 鱼眼帮不上忙 就靠沈叔堂亲自出马 强强联合 帮傅川彻底拿下 现在看来都不需要鱼眼跟沈叔堂了 还说什么学弟一个人可以的 其实自己很担心吗 鱼眼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咱家这设恐闺蜜 这次估计真的对学弟动了心 成为最有希望的一对了 能吃闺蜜得利爱瓜 别提多香了 等会儿见到沈叔堂可得 好好阴阳他一下 哼哼 又看了一眼 旁若无人的好泽跟傅川 行 你们男人的感情 从来就没有女人的余地 俺懂 鱼眼要出去的时候 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门口 正是提着名贵礼物的傅月卿 鱼眼眉头不留痕迹的一皱 你是 我是傅月卿 傅氏集团三千金 今天特地来拜访 好泽教授的 傅月卿主动抱上名来 傅月卿不说脏话 脾气控制好的时候 那张人处无害的娃娃脸 确实很有欺骗性 换做其他人 估计真会被傅月卿第一印象欺骗 不过鱼眼有经验 瞧着傅月卿 没有预约 还提着大包小包 今天好泽 专程招待傅川 不可能会接待其他人 一看就是为了讨好好泽而来 鱼眼礼貌地开口 不好意思 二舅他现在很忙 没空接待 请您下次再来吧 言语间逐客令不言而喻 傅月卿 可不打算这么打道回府 他都来找好泽好几次了 连面都见不上 特别里面传来好泽的说话声 夹杂着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 奇怪 怎么那么像 傅川那个王八犊子 鱼眼见傅月卿 没有离开的想法 便想着 先走出去将门关上 结果傅月卿抢先一步 将手拍在了门上 强硬地挤开鱼眼 冲进房内 鱼眼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亮呛一下 撞到了手肘 这个动静自然引来了傅川跟好泽的关注 傅川 你怎么在这里 傅月卿千想万 想都没想到傅川 竟然跟好泽教授扯上了关系 他凭个什么啊 鱼学姐 傅川赶紧过去看鱼眼的伤势 你没事吧 鱼眼 疼得小脸发白 朝着傅川摇了摇头 没事 你 好泽气得半死 他的外甥女 从小到大万千宠爱急于一身 捧在手心里 生怕融了化了 这个不认识的女人 跑到好泽家里 仨也不说 还伤了鱼眼 对 对不起 刚才我是太激动了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傅氏集团 三千斤傅月卿 我管你是谁 好泽拿出手机立马报警 喂 110吗 我家闯进来个疯女人商人 你们快来 卧槽 好泽教授 傅月卿情急之下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刚想上去阻止好泽 却被傅川死死拉住 道 歉 一字一顿 傅川心红的双眸 像是一头恶狼 要将傅月卿生吞活泼了 你妈的傅川 吃了雄心豹子 傅月卿本能地想要对回去 一个臭弟弟 竟然敢要求傅月卿做事 他算老几啊 对上傅川那双痴人的眼睛 傅月卿竟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恐惧 话音断了 好像傅月卿不道歉 下一秒就要被傅川给杀了 这是拥有生命智慧的 物种下意识的惧怕 无法抗拒 等傅月卿反应过来后 看着鱼眼的伤 这才开口 对不起 我刚才太冲动了 真的很对不起 不是怕了傅川 而是傅月卿 有错在先 再怎么嚣张跋扈傅月卿 都不至于没脑子 在别人家里闹事 还是傅月卿崇拜的 好则教授家里 这次来 是为了谈一笔大生意 渐渐偶像的 人家反手要将傅月卿 送到警察局 真要闹出这个乌龙 被大姐他们知道 傅月卿铁定被骂死 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为了彰显傅月卿 不怕傅川 傅月卿恶狠狠地回应傅川事件 实则手腕 都快被傅川弄脱臼了 疼得要命 不 就算输给全世界的人 傅月卿死 也不想输给傅川 硬生生扛着这股剧痛 直视傅川恐怖的眼睛 傅川学弟 你冷静点 渝尔怕傅川在愤怒之下 对傅月卿做出什么事 到时候定义为 护殴就麻烦了 反正好则已经报警 警察一到 该给傅月卿的惩罚少不了 渝尔硬生生搬开了傅川 抓着傅月卿的手 傅月卿立马 将手抽回放到口袋里 暗戳戳地倒吸着凉气 心中早就 将傅川给骂的祖宗 十八代冒青烟 都忘了两个人 可是清洁店 同一个老祖宗 第38章 趁他病要他命 警察火速上门 好则所在的地方 是重点辖区 周围警力资源充沛 特别像好则这种身份的 一报警 警察自然优先排除隐患 同时来的 还有沈书棠 沈书棠在楼下左等 右等没看到鱼眼来 反而有两个警察行色 匆匆递上了教师楼 就知道出了什么事 赶紧跟着过来 沈书棠进入屋子 担心地看着鱼眼 银儿 你没事吧 堂堂 我没事 鱼眼捂着手臂 假装坚强 沈书棠赶紧将鱼眼 抱入怀中 柔身安慰 为首带着眼镜的中年警察 来到了好则的面前 柔身开口 好则教授 到底什么事 小华 你来得正好 这个女人私闯名宅 还伤了我外甥女 你赶紧把她抓起来 警察同志 我真不是故意的 当时情况紧急 而且我也受伤了 都是她害的 傅月青赶紧甩锅给了傅川 同时对着傅川使着眼色 如果傅川愿意为傅月青求情 傅月青可以看在这次人情的份上 下次对傅川态度好点 再让傅川帮忙促成傅月青这桩生意 跟好则教授打好关系 岂不是两全其美 他直接闯进来 还伤了于学姐 我以为他 要对好则教授动手 便出手制止 傅川毫不犹豫 将黑锅反扣在了傅月青的头上 趁他病要他命 你骂个逼的 我哪里想跟好则教授动手了 你诬陷我 傅月青彻底绷不住了 操着一口流利的祖安口头禅 对着傅川乱喷 沈书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傅月青好像认识傅川 加上他们两个都姓 难道是有什么联系 这位小姐 请您跟我们走派出所一趟 黄龙知道 好则教授在艺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向傅月青这种行为 必须带回去 彻彻底底地调查 给好则教授一个交代 立马对着属下蛇的眼色 拉着傅月青就要离开 我真的是无辜的 傅川 你等着 这笔账我绝对不会算了 闭嘴 不然我就用手铐了 傅月青骂骂咧咧地 被警察带走了 现在我们还需要人配合去做笔录 好则教授 你 我们去吧 堂堂 尹尔就拜托你照顾了 沈书堂点了点头 警察局 警察对好则跟傅川做了笔录 根据鱼尔的伤情鉴定 连轻伤都够不成 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和解 他们只能够拘留傅月青一天 听到要拘留一天 傅月青瞬间炸了 拘留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出去问问傅氏集团是什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黄龙猛地一拍桌子 每个进来的人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做错了事 就要承担代价 说对不起有用 那还要警察做什么 你你你 傅月青表面强硬 其实内心慌得一笔 要是这件事被大姐他们知道的话 踏踏踏 黄队 犯人的家属来了 你说什么 黄龙还没来得及开口 傅月青先叫出了声 这么小的事情 你们找我家人做什么 不找你家人 怎么做担保把你放出去 黄龙鄙夷地看了一眼傅月青 最讨厌这种仗势欺人 没有素质的狗东西 偏偏长了这么一副人畜无害的面容 真是相不由心生 不 不要找他们 放我出去 你们这是非法囚禁 黄龙懒得理会傅月青 走出了关押室 傅铃跟傅星铃 正在警察办公厅里交集等候 见黄龙过来 傅星铃对着傅铃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这个精英律师去办 走上前来问道 警察同志 我是律师 请问傅月青的事情怎么样了 有律师在 黄龙便拿出记录 详细说明了一下 刚才发生的事情 傅星铃跟傅铃 差点被傅月青气死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三妹 就知道她的性格 迟早会惹出问题 别以为之前一直相安无事 没有傅家 就傅月青这样 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现在还敢闹到好泽的家里 这等世界文明的艺术家背后 牵扯到的关系千丝万缕 就算傅氏集团招惹到了 都得惹一身心 如今受害者一方不愿意和解 我们只能够将傅月青小姐 拘留一日进行赔偿 不能拘留 这么大的事情要是传出去 傅家的颜面往哪里放 黄龙耸了耸肩 那你们只能争取 受害者方的谅解了 请警察同志 带我们去见见好泽教授吧 好 当傅铃儿跟傅心灵走进休息室 看到好泽跟傅川坐在一起 两个人都愣住了 傅川怎么在这里 傅川没有去看他们 安抚着好泽的情绪 紧接着别过脸 闭口不言 好泽教授 我是傅氏集团总裁 傅月青的大姐 傅铃儿 傅铃儿主动走上前去 摆出一副虔诚的态度 哼 尽管好泽跟傅铃儿 在宴会见过几次 对这位年轻貌美 手段雷厉风行的总裁 颇有欣赏 但这次傅月青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好泽对傅家的印象 坠入谷底 能交出这么一位好千金 看来傅家 也算不得什么东西 好泽教授 这件事确实是三妹做错了 我们愿意尽一切 所能进行补偿 我不需要你们的补偿 我外甥女 可是我们家的心肝宝贝 谁都不敢让她受点伤 警察 不是做出决断了吗 我就要她拘留一日 傅川 我们走 好 好泽拉着傅川 便要离开 请等一下 好泽教授 傅心灵挡在了好泽跟傅川的面前 听闻好泽教授 喜欢顾凯之 落神富途 我们愿意将真迹 送给好泽教授 当作陪礼 哟 落神富途 相传真迹落入了某个收藏家 没想到是你们傅家 见好泽停下了脚步 有动摇的迹象 傅心灵赶紧乘胜追击 只要好泽教授 愿意原谅三妹的所作所为 我们愿意将真迹送给您 傅心灵提出这样的要求 一是为了将傅月清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是找到渠道讨好好泽 送出这么一副价值连城的瑰宝 作为艺术家的好泽 不可能不动心 世界大师级别的好泽手里 肯定握有很多资源人脉 亏是亏了点 总比让傅月清拘留一天 留下暗底好得多 傅川没想到 为了傅月清傅心灵 愿意拿出这等瑰宝进行交易 在傅心灵心中 其实挺讨厌说话口无遮拦 自大无比的傅月清 即便如此 在外人面前 不愿意让傅月清受到伤害 如果换作傅川 估计傅灵儿跟傅心灵来都不会来 直接让傅川等死吧 他们可是能亲手将傅川送进监狱 还问道打一耙 问傅川知不知错呢 傅川眼神闪过了十足的冷漠跟嘲讽 恰好映入了傅心灵的内心 傅心灵忽然间内心有点难受 眼下是跟好泽交涉的时候 出于律师的素养 傅心灵必须将多余的感情抛开 摆出正直理智的模样 不去想傅川的眼神 到底蕴含着什么意义 但是 我拒绝 第39章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好泽瞬间变脸 原本还抱有点希望的傅心灵 瞬间被整不会了 好泽教授 你该请求原谅的人不是我 而是我外甥女 于尹而不原谅 就算是天皇老子来求情都没用 傅林儿见好泽软硬不吃 只能朝着傅川实眼色 虽然不知道 傅川是怎么跟好泽出现在这里的 但是他不能袖手旁观 傅川作为傅家人 一容俱损 这个道理他应该懂 现在就是彰显傅川价值的时候 结果傅川直接无视了傅林儿 跟着好泽离开 多留在那儿 看一眼傅林儿跟傅心灵道德绑架的模样 傅川都觉得恶心 傅林儿跟傅心灵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无法明说傅川的真实身份 要是傅子琛知道的话 大姐 傅川是怎么跟好泽教授扯上关系的 傅心灵忍不住出声问道 这个向来以傅家为重心的弟弟 在那一天傅林儿亲手送进派出所后 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在乎傅家 还跟沈淑堂好泽好上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压根就不是傅川这种级别的人能接近的 我也不知道 二妹 你继续留在这儿 争取能不能让三妹不被拘留 我得回公司 去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傅月清这事要是传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傅氏集团总裁的傅林儿 必须做好一手准备 我知道了 傅川送着好泽回到教师楼 于尔已经被沈淑堂送到医院处理伤口 医生说只是碰到了亲子 并没什么大碍 涂药膏打上绷带 注意别沾水就行 真没想到今天出了这个事 傅川啊 下次来我家 我们再好好聊聊 好 分别前 好泽主动跟傅川换了联络方式 傅川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 刚好看着沈淑堂跟于尔走出来 哎呀 堂堂 我有那么金贵吗 还要做全身检查 夸张了 于尔看到傅川过来 犹如看到了救星 立马躲到了傅川的身后 学弟救我 你找学弟救命都没用 因而 钱是小 身体是大 懂 哎呀 医生都说不用了 一点小伤 我先闪人了 北北 趁着这个机会 于尔脚顶抹油 撒腿就跑 要不被沈淑堂逮住了 来个全身检查 今天于尔待医院就行了 沈学姐 对不起 傅川捶了捶眸子 眼眸闪过几分恨意 这分恨意 并非来自于傅川在乎傅家人的表现 而是对于傅家人 伤害了对傅川好的人的恨 学弟 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要道歉呢 我 傅川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却说不出口 发自内心的抗拒 跟傅家人是家人的事实 这样以利益为中心 无视亲生儿子 甚至还伤害了于学姐 傅川如今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脱离傅家 就算为了前途着想 傅川都待不下去了 他想要将户口签出傅家 跟傅家正式签订断绝关系的契约书 刚刚重生 傅川为了前途 手上没钱 没有把握 只能够摆烂 漠视 现在因为沈书堂的帮助 傅川有可以脱离傅家的机会 看着眼前少女关切的表情 傅川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傅川心中 沈书堂是值得信任的存在 如果没有沈书堂 现在傅川根本没有能力离开 毕卡索的单子 能够认识偶像 还有学校勤工俭学 符合傅川最大需求的工作 都是沈书堂带给傅川的 学姐 其实我跟傅家 嘘 沈书堂忽然伸手点住了傅川的嘴唇 谢谢你愿意坦白 学弟 如果是很难过的事情 就不要说了 学姐 难过归难过 我不想对学姐有所隐瞒 学弟 秘密在我眼里意味着交换 如果你说了 我就想把秘密交换给你 我们是平等的 不能只有我知道你的秘密 而我必须隐藏啊 我还没想好呢 说出这番话 沈书堂的眼里 是控制不住的悲伤 哪怕他是笑着的 融合了苦涩 傅川刚认识沈书堂 不久就察觉到 他内心隐藏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看似年少成名 典型白富美 风光无限 是无数人眼中完美无缺的代言词 实则轻微色恐 高冷 不愿意跟陌生人接触 这些性格 都是沈书堂对外界环境敏感的体现 学姐 什么时候我成为 你认可的男人 想将心事倾诉 我会做一个忠诚的听众 陪在你身边 少年明亮的眼神 触动了沈书堂的心 圈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沈书堂抿了抿唇 继而伸出了小拇指 嗯 这是约定 两根小拇指交织 纠缠到一起 傅川的声音无比坚定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沈书堂唇角轻钩 收起傅川热络的心 后退两步 背着手 望着医院外的天空 学弟 还有时间吗 虽然今天发生了糟心的事情 我还不想回家 真巧 我也不想回去 傅川已经下定决心 待是时候在学校外找房子了 第四十章 对一个人好事 不需要理由的 为了彻底堵住傅川的嘴巴 傅川得做好万全之策 不对傅川毫无下限的所作所为 抱有期待 特别傅清清 还是记事一中的老师 这女人上辈子 对傅川各种漠视 不说话 这辈子反而变了一个人 要是傅川断绝关系 导致他们恼羞成怒 暗中给傅川学习下套 没法去自主招生就麻烦了 上辈子为了傅家傅川 已经毁了自我的人生 有机会重生一世 傅川无法改变自己身上流着的血 至少他这辈子的人生 必须有所改变 不能再出意外 傅川跟沈书堂走在江岸河畔 有很多人在对面的草坪放风筝 沈书堂停下驻足片刻 忽然扭头 看向了满怀心事的傅川 学弟 我想要跟你再加一个约定 傅川堪堪回过神来 啊 沈书堂走到傅川面前 强行牵起傅川的手 两个人的小拇指拉钩 有麻烦 一定要找学姐帮忙 傅川微微一笑 这个在天台的时候 好像被学姐说过 你是男孩子 总有几分傲气 不愿意向女孩子低头 多点保障吗 学姐 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傅川没忍住 将内心的疑问说出来 其实很久以前 傅川都想问了 如此遥远尊贵的女孩 为何会关注凡尘中 一粒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的沙子呢 沈书堂右手食指戳着脸颊 歪着头 带着几分玩味的表情 看着傅川 如果我说你长得帅才对你好 你会不会很开心 傅川被逗笑了 那是很开心 其实对一个人好 是不需要理由的 想对他好 就这么简单 沈书堂踮起脚尖 用双手拉扯着傅川的脸颊 美眸泛滥着流光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笨蛋学弟 嘿嘿 有学姐在身边 真好 是啊 对一个人 好不需要理由 对一个人 坏更不需要理由 好比萍水相逢的沈书堂 成为了救赎傅川 这一生的月光 跟傅川血脉相连的 亲生家人 一个个巴不得傅川下地狱 傅川发自内心的祈祷 愿这一生傅川 都有机会像今天这样 跟学姐并肩 守护这个女孩 夜幕降临 傅川回到傅家 每走进一步 身体都在抗拒 闻着傅家的空气 傅川都无比恶心 正想要一声招呼 不打就上楼 奈何某个人听到傅川回来的脚步声 立马冲到了面前 是绿茶傅子称 傅川哥哥 事情真的不是你说的那样 对不对 三姐就算再怎么样 都不可能故意伤人 就是这样 傅川冷漠无情的话语 直接打断了傅子称的话 傅子称内心暗喜 就要傅川呛起来 这样才能够联合傅家人 打击傅川 最近傅家人 对傅川的态度越来越奇怪 就算他们还是 一如既往地宠爱着傅子称 傅子称知道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必须想方设法 让他们跟以前一样 不在乎傅川 傅川 再怎么样 傅月卿都是你的三姐 你身上流着傅家的血 你明明跟好泽教授认识 你之前不说就算了 三妹被误会了 你为什么不帮她求情 一定要让她坐牢留下污点 傅心灵从客厅走出来 怒视着傅川 因为她活该 你 面对傅川冷漠无情的模样 傅心灵下意识地想到了 下午在派出所傅川鄙视的眼神 不想跟傅川有激烈冲突 难得耐着性子 你回到傅家三年了 应该知道 三妹是刀子嘴斗傅心 她说话虽然难听了一点 但我们打断 手脚都是连在一起的一家人 傅川冷笑出声 打断了傅心灵的话 傅心灵 你在装什么呢 我 我哪里有装什么 而且这是在家里 你不应该叫我二姐的吗 不知怎么 傅心灵不想要傅川直呼齐名 明明以前 听到傅川叫姐姐傅心灵心里烦都烦死了 到底什么时候 傅心灵的内心变成这样了 傅月清在傅家 就是最不受宠的那一个 所有人都讨厌她 她说话口无遮拦 行事嚣张跋扈 特别是你傅心灵 当然比不上我这个稍微犯点错 就被送进警察局的气子吧 傅川本来还想装到高考结束再说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傅川断然不可能帮傅月清欺负于尔 傅家人肯定要拿这件事做文章 索性摊牌算了 大不了 搬出傅家去中 傅川 我 你这是污蔑 我污蔑 是 你讨厌傅月清 但心底里还是将她当做亲妹妹 她伤害于学姐 在好泽教授家里闹事 被拘留一天 你都愿意拿出价值连城的瑰宝 来跟好泽教授交易 而我被送进派出所不低头 拜你们所赐 这叫污蔑 如果是以前傅心灵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出 傅川一个外来者 拿什么脸跟傅月清比 就算傅心灵讨厌傅月清改不掉的出口称赃 她终归是跟傅心灵一起长大 血脉相连的亲妹妹 这一次傅心灵说不出口 傅川不可能惯着她 真的会立刻搬出傅家 明明这是傅心灵希望的 为什么会迟疑 傅心灵自己都不明白了 二姐 傅川哥哥 你们别吵了 傅子称立马劝架 摆出柔弱无助的样子 实则内心叫嚣着 打起来要看到血流成河 要看到傅川被傅心灵狠狠羞辱 赶出傅家 这样才能保证傅子称的地位 二姐你的战斗力 哪里去了 快干傅川啊 超出傅子称预料的是 傅心灵真的接着这个台阶下了 算了 我懒得跟你吵 说完傅心灵转身走进客厅 留下傻眼的傅子称 这 这就没了 二姐你的战斗力 不是很强的吗 怎么现在跟变了一个人 不对傅川又打又骂了 傅川没有理会 走上楼梯 在拐角处 看到了眼神复杂的傅清清 有屁快放 傅川的声线十足的冷漠 恶毒 引得傅清清的心狠狠一阵 明明说好 不要为了傅川而心烦意乱 此刻因为傅川的不敬傅清清 竟觉得无比委屈 傅川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又不是我闹的事 没事滚开 傅川说出这些话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不过就是将以前傅家人 对傅川的所作所为 照本宣科 怎么 这就受不了了 因为傅月清的归来 这次傅川的导火索彻底点燃 反正有谋生手段便不在乎 要是他们恼羞成怒 真的将傅川赶出傅家 傅川大可以顺着台阶 牵出户口断绝关系 去学校外面租房子住 一开始的隐忍 都是想着跟傅家人相安无事 傅川不做舔狗 不讨好他们 他们巴不得相安无事 好好度过高三最重要的一年 现在 他们直接突破了傅川的底线 傅川不伺候了 第41章 傅离儿晕倒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说话 我可是你无解 傅清清 这不是 你希望的吗 说得那么好听 你有拿我当过弟弟吗 在我心里 你什么都不是了 仿佛一道惊雷 狠狠披在了傅清清的头上 傅川从未对傅清清 说过这么绝情的话语 今天傅川说了 说得那么无所谓 好似巴不得跟傅家彻底闹翻 傅川没有理会愣神的傅清清 静止回到了房间 当门飞关上那一刻的声音 让傅清清回过神来 这是我希望的吗 是啊 这是我希望的 为什么会那么难受 为什么 傅清清应该高兴才对 要笑 对 笑出来 傅川终于不会像以前舔狗那样 烦着傅清清了 可是傅清清现在笑鼻哭 还要难看好多好多 那一边 傅离儿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傅月清私闯好则教授家里 还伤了人家外甥女的事情 闹了出来 还好傅氏集团公关部给力 在热搜刚上不久 立马动用资源强行压制下来 同时买一些流量明星的八卦热搜 转移注意力 如今跟傅氏集团一起争夺 沈氏集团合作权的 还有好几家大公司 这样的负面新闻 在跟沈氏集团的合作案没确定之前 是万万不能影响的 傅离儿一边处理着傅月清的负面影响 想到沈氏集团有些懊恼 早知道傅川能够跟沈淑堂扯上关系 当初就该对傅川好一点 现在傅川变得软硬不吃 连傅月清居留都不求情 要怎么说服 他为傅家拉拢沈书堂呢 傅离儿为了傅月清的事情 忙了一个通宵才回家 早上六点 天刚刚饭起雨堵白 傅离儿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傅家 管家早早接到电话 给傅离儿安排了补充体力营养的早餐 等傅离儿吃了后 好好睡一觉再回去公司 正当傅离儿吃早餐的功夫 傅川已经下了楼 傅川 你过来陪我一起吃早餐 不想吃 傅川拿着书包就要离开 傅离儿轻咬薄唇 立马起身 一个剑步拦在了傅川的面前 傅川冷冷地看着傅离儿 傅离儿松了口气 你放心 傅川 我不是要怪你昨天的所作所为 三妹这件事做得确实过分 你不为她求情应该的 傅离儿 我做什么 已经不需要你的认可了 傅离儿强行按压着火气 她都这样低头了 傅川还不领情 在傅家傅离儿作为大姐 都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哪里有弟弟妹妹敢如此违抗 还是耐着性子说道 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怨气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 我也没什么怨气 从未对你们有过期待 就没有任何的失望 我会搬出傅家 去学校外找房子住 搬出傅家 傅离儿不可置信地看着傅川 傅川冷冷一笑 有什么好惊讶的 你们不是早就看我不顺眼 想把我赶出去吗 以前我死皮赖脸 现在如你所愿 你应该高兴才对 你搬出傅家 你哪里来的钱租房 还有生活费 这些不用你们担心 我有手有脚 饿不死 找到房子 我会立刻搬出傅家 确实如傅川所说 他搬出去 换做以前的傅离儿巴不得 这样就不会影响傅子称 现在傅离儿 需要傅川讨好沈书堂 拿到沈氏集团的合作案 怎能让傅川 就这么离开 傅离儿直接搬出大姐的威严 我不准你搬出傅家 为什么 你不怕你宝贝子称弟弟 因为我的存在 刺激绝症发作 嫁和归息吗 傅川 就算我不承认 你也是我的弟弟 好不容易找回了你 你就这么走了 传出去 不是我们傅家亏待了你 太丢人 傅川真的没忍住 笑出了声 傅离儿知道他这番说辞 太过诡异 毕竟前不久 为了傅子称傅离儿 亲手将傅川送进了警察局 现在傅川嘲讽的笑容 傅离儿无力反驳 如今我待在傅家 引来的只有争吵 搬出去住对大家都好 你们不用看着我碍眼 我也不用看着你们闹心 傅川这不是在请求傅离儿 而是在宣布一个事实 连傅离儿都没底气说下去 华天下之大鸡的话语 对傅川来说 根本没有约束力 傅离儿只能眼睁睁 看着傅川离开 如今不受亲情绑架的傅川 傅离儿还能怎么命令他 拉根绳子 强行将傅川绑在傅甲 根本没有意义啊 傅离儿大脑突然间一阵剧痛 忍不住捂着脑袋痛脚出声 管家听到动静急匆匆赶来 剑傅离儿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倒在了地上 大小剑 765公交车 沈书堂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上来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靠窗口的傅川 摘下耳机走过去 学弟 学姐 等沈书堂坐到了傅川的身边 傅川小声问道 于学姐好多了吧 这么关心她 你怎么不滤泡泡问她呢 沈书堂没注意到她 看似打去的话语 有点点酸味 傅川捶了捶毛子 我 我 好了 一点小伤 没事的 那就好 你呢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要不要找学姐帮忙啊 沈书堂敏锐察觉到了傅川的心事 学姐 傅川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说出来 我想要搬到学校附近住 房子倒是好找 就是老师那边需要通过申请手册 光靠傅川 如果没有沈书堂的担保 想要拿到校外租房的申请手册 难于登天 据事业中不同于其他高中 除非明确有校外居住地点 不然都得在校内住 为了学生的安全跟学习负责 特别是高三级 审核及其严格 傅川是半路插进来的 学校 没有给傅川住的宿舍 只能在校外租房 傅家傅川真待不下去了 现在还没有强行解除关系 是不想傅家恶心 傅川高考最后一年 搬出去住 就不用面对那么多张 虚以为蛇的脸 真不知道傅林儿他们怎么想的 傅川离开 本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就因为傅川不做他们忠心的舔狗 反而一个个开始后悔 挽留傅川 呵呵 第四十二章 学弟真乖 会听话了 见沈淑堂没反应 傅川还以为是让沈淑堂为难了 连忙开口 如果学姐觉得不行就算了 学弟真乖 会听话了 沈淑堂摸了摸傅川的头 知错能改 好孩子 沈淑堂这是在哄小孩子吗 炯 傅川莫名不想让沈淑堂 当自己是小孩子 沈淑堂比了个OK的手势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学姐 你不问我为什么吗 在高三最重要的一年 选择搬出家到学校附近住 还得拜托别人帮忙 这么悲伤的事情 还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沈淑堂的声线变得很轻 跟刚才的开朗判若两人 止不住的悲伤逆流成河 傅川呼吸一致 他似乎能读懂沈淑堂 隐藏外表下那颗悲伤的心 难道 学姐跟傅川一样 这一颗两颗被孤独藤蔓缠绕 伤痕累累的心 似乎有一瞬间靠近到了一起 傅川想到了 龙族终会离一说过的话 我们都是小怪兽 总有一天会被正义的奥特曼杀死 明明看起来是正常人 又像是一种被最轻的人排斥 至少围坐在火堆面前的小怪兽 可以相互取暖 彼此保护吧 傅川来到教室 方凯威立马热络地打了声招呼 川哥 凯威 我有事问你 你知不知道学校附近 那片租房子便宜 哎呦喂 川哥 这话你就问对人了 方凯威见傅川 终于愿意主动开口求他 兴奋不已 我家就有一套 在学校附近出租的房子 里学校近 西安小区 环境好 安静 吃喝什么的都方便 西安小区 那会不会太贵了 贵是贵了点 里面有两个房间合租了 刚好剩一个最小的房间 说是合租他们 基本没怎么去住过 我可以帮你 问问他们 还要不要人 要的话 加上水电 每个月开支 在600左右 600 行吧 能住到西安小区600 简直划算到逆天 这里可是 既是的繁华地带 也就立好附近的学生党了 对于傅川来说 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 连傅家庸人 不要的小房间 傅川都能住得下去 不可能比那条件环境 更差了 就怕合作的两个人 不要傅川 还得去找一下新房子 傅川上课的时候 学校突然来了通知 傅清清 临时有事请假 下午专业课 放假半天 傅川眉头不留痕迹的一皱 能让傅清清请假 是傅家出了什么事 要说 是去接傅月清 傅清清犯不着 特地请假 算了 不关傅川的事情 这样傅川 反倒有时间去学校外 找合适的房子了 傅川目前有 毕卡索的接单 以及勤工减学 2000块的收入 节约一点 过个高三生活并不难 以前傅家对傅川 那么恶劣都活得下去 现在不过就是 生活困难了点 至少精神不用 被傅家人压榨了 放学后 傅川走出校门 刚想去便宜一点的 租房地点找找看 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左侧传来 傅 川 傅川扭头 映入眼帘的是满脸纠结 无比狼狈的傅月清 不由得轻则一声 还真是阴魂不散 傅川心中 想着傅月清 怎么不被判个终身监禁呢 傅家每个人 对傅川来说 多烂到骨子里 这个丝毫不掩饰的傅月清 更甚 看到这个所谓三杰的脸 真是令人作呕 傅月清刚刚从派出所 被放出来 傅家没有一个人来接他 一股强烈害怕 被遗弃的恐惧感 涌上心头 这下就算是傅月清 是最不受宠的存在 要是傅铃儿他们 对傅月清 失望不要塌了 傅月清 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傅川面前 傅川 我有事拜托你 这句话傅月清说的心 不甘情不悦 好似有人拿着枪 逼着傅月清 来求傅川 没空 傅川冷漠地应了一声 猜到傅月清 想求什么 哼 这个女人 怎么脸皮那么厚呢 傅月清嘴角 狠狠一臭 心中狂喷你骂了个臭疤子 臭给你脸不要脸了 为了不让大姐 他们太过失望 成为傅家的透明人 傅月清 只得握紧了拳头 如果你帮我 我可以承认 你是我的弟弟 这样总可以了吧 傅川真的没忍住 笑出了声 傅月清 到底是哪根神经觉得 傅川还稀罕 他们这些姐姐呢 看着傅月清 极为不情愿 仿佛对傅川 大发慈悲的嘴脸 傅川像 是在照着一面镜子 看到上辈子 沦为小丑 跪在傅月清面前 苦苦哀求讨好的 舔狗傅川 痛 太痛了 傅川 你别傻笑了 快点把我跟好泽教授 解释清楚 实在不行你去他面前 跪下来磕头 总之能让他跟大姐说 这件事 结束了就行 跪你MLGB 你那么喜欢跪下求人 自己跪去吧 不等傅月清 说完傅川 直接打断 朝着傅月清 比了个国际手势 掉头离开 你 你什么意思 傅川 你不是很喜欢 为了我向别人下跪的吗 我都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了 你还敢骂我 傅月清声声句句 都像是催命符 提醒着傅川 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傅川丢掉尊严 毫无下限地讨好 只是求血脉相连的亲人 能够有一丝丝的回眸 宠爱 结果 变成了他们肆无忌惮 要挟傅川的工具 路过的学生 都停了下来 看着热闹 焦头接耳 傅川跟校花沈书堂的关系很好 加上傅川长相帅气 还是学的艺术类 不知不觉成为了 济世一中的风云人物 现在傅月清跟傅川纠缠在学校门口 傅月清还大声喊着傅川 曾经为了他朝着 别人下跪磕头求情 这瓜真大 你做什么 济世一中的安保 见有学生被外校人士纠缠 立马冲上来阻止 曹你骂了个逼的感动老娘 知不知道老娘是谁 滚开 眼见傅月清 不受控制跟疯子一样 吵闹不停对着过来的 安保各种拳打脚踹 迫于无奈 他们只能够强行 将傅月清按在了地上 傅川早就溜了 傅月清闹到济世一中来 正好 最好这个祸弄出来的麻烦 越来越大 让傅林儿他们焦头烂额 自然管不到傅川 乐得逍遥自在 尽管傅月清闹事 会对傅川产生些许影响 力大于弊 白眼 冷漠 其实 这些傅川从小到大 受够了 免疫了 要是在意别人的目光活着 傅川早就自杀了 一个小时后 傅氏集团旗下投资的康和私立医院 傅林儿在豪华病房里悠悠转醒 刚睁眼 意识回归身体 大脑钻心地疼 啊 傅林儿忍不住痛叫出声 大姐 医生 快过来 大姐醒过来了 第43章 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医生急忙给傅林儿做检查 打入了止痛剂 才缓解了傅林儿的头疼 傅清清拉着医生走出病房 紧张地开口 医生 我大姐的情况怎么样了 唉 头疼这个毛病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特别像总裁这种核磁共振 都查不出问题 要么不发作 跟正常人一样 要么发作 就痛不欲生 我只能够尽力而为 医生不敢对傅清清 做出保证 别看如今科学发达 其实人类能解决的疾病 不到十分之一 还有十分之九的病症 遇上了束手无策 头疼头晕 更是如此 主流的药物 给傅林儿服用没有作用 反而给身体 带来了负担 傅清清小姐 之前总裁的头疼症 不是好很多了吗 一直都没有复发 今天是不是受了什么 刺激突然变得那么严重 傅清清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有点难看 听管家说傅林儿 是因为傅川要搬出傅驾 与她发生了争吵 才发生头疼的 傅清清不认为傅林儿 会因为这件事 刺激太过 在傅林儿心里 压根没把傅川看得那么重 要说 是傅月清不成器更有理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以前傅林儿的头疼症 一直治不好 是傅川冒充傅子撑 给傅林儿按摩 渐渐地才没有频频发作 自从傅川改变后 她没有再冒充傅子撑的身份 给傅林儿按摩 仔细算算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前一后果加持下 才让傅林儿的头疼症 再次爆发 医生 我想问一下中医按摩 能够治疗我大姐的头疼症吗 我们中医 西医的办法 都给总裁尝试过 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我不排斥这种可能性 我们医术不行 相信厉害的中医 能为总裁的头疼症 起到缓解作用 我知道了 等傅清清回到病房 傅清凌跟傅子撑 围在病床前担心地看着傅林儿 傅林儿头没那么疼了 朝着弟弟妹妹露出一个 安心的笑容 我没事 这件事 没告诉给其他人吧 傅清凌摇了摇头 没有 傅清清走了进来 傅子撑起身问道 无解 医生怎么说 傅清清沉默 都是老毛病了 还能说什么 傅林儿对这个病早就看开了 相处了那么多年 寻了无数办法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现代医学治不好傅林儿的头疼症 奇怪的是一年前 傅林儿的头疼症 莫名不发作了 就是在傅子撑给傅林儿定时按摩 仔细算算 傅林儿一个月都没找傅子撑按摩了 以往都是傅子撑主动提起 让傅林儿做好准备 于家里的爱酒房 放入安定 凝神的熏香 在傅林儿晕晕乎乎的时候按摩 配合爱酒的效果 竟真的让傅林儿的头疼没有发作 后面傅川突然转变 傅家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傅林儿头疼一好尽忘了 这档子是 想到这傅林儿看向傅子撑 子撑弟弟 你过来帮我按摩一下 啊 突然被叫住的傅子撑 像是点了穴 僵住了 傅清清知道 帮傅林儿按摩的人 不是傅子撑 而是傅川 再这样下去 这件事漏线了 傅子撑的立场 就会变得很尴尬 正想开口帮傅子撑缓解场合 傅心灵的手机响起来了 暗下接听见 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几句话 傅心灵眼神控制不住的火气 道了一声 我知道了 就挂断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 工作上的事情 大姐我 去吧 接到傅林儿鼓励的眼神 傅心灵点了点头正要离开 傅清清开口 子撑弟弟 大姐这里有我照顾就行了 你也跟着离开吧 好 大姐 五姐 你们注意休息 向来喜欢在姐姐们面前表现的傅子撑怂了 要是傅林儿 继续让傅子撑按摩 肯定会发现手法 跟傅川的不一样 能满一时时一时 等傅心灵跟傅子撑离开后 傅林儿看向傅清清 五妹 你有什么话直说吧 还是瞒不过大姐 傅清清本来不想说出来的 奈何这件事不可能瞒得下去 傅林儿已经察觉到了傅川按摩 对她头疼症缓解的重要性 接下来一定会找傅子撑按摩 到时候真相大白只会更难看 于是傅清清将这些事情全说给了傅林儿听 果不其然傅林儿听了后脸色惨白 你是说 这一年来帮我按摩的人不是子撑弟弟 而是傅川 傅清清默然 傅川为什么一直都不说 傅林儿握紧了拳头 她现在跟傅川的关系闹得那么僵 要是傅川执意不肯帮傅林儿治疗头疼怎么办 也许傅川觉得 说了大姐就不会让她按摩了吧 毕竟我们以前都在逼着傅川自动离开 讨厌至极 说出这句话傅清清的内心无比苦涩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怪谁呢 自作自受罢了 傅清清说不清她是爱惜傅川的才华 还是习惯了傅川舔狗式的讨好 当傅川用以前他们这些姐姐的方式对付傅清清的时候 傅清清的心竟控制不住的委屈 好痛 这就是傅川以前的感觉吗 失去了 傅清清真的后悔 开始想要珍惜傅川 可是傅川不会给傅清清这个机会 她的心死了 已经闹到想要离开傅家的地步了 傅川是不是疯了 我怎么可能拒绝 她的按摩真的能够缓解我的头疼症啊 本来傅林儿都没有细想 甚至这一年来都快忘记这个曾经折磨她痛不欲生的罪魁祸首 如今复发 傅林儿知道傅川的按摩能够缓解头疼 瞬间将傅川当做了救命稻草 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傅川 内心迫切呐喊着 傅川 快接电话 快来治疗我的头疼症 只要傅川可以缓解头疼不发作 我可以将你当做一个有用的弟弟 承认你是傅家的一份子 结果 宁波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播 第44章 心中的白月光 傅林儿再打了几次还是同样的情况 傅川的信号不好 这 傅清清想起 她好几次打电话给傅川都是一样的回复 现如今时代 信号积点站那么多 傅川又是学生 怎么可能会在信号不好的地方 难道 傅川 是将他们都给拉黑了 傅清清跟傅林儿面面相去 想到一块去了 此刻 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小丑 一笑大方 以前对傅川如此不屑一顾 如今 以另外一种方式全还给他们身上 那一边 傅川在学校附近 找房子找得汗流加倍 不得不在小卖部买了大瓶的冰冻农夫山泉 一口气灌了半瓶 房子还真不好找啊 无一例外 价格贵得离谱 谁让G市一中在G市最繁华的地段呢 一个小单间都交到两千块了 跟魔都友的一瓶 向G市一中申请校外居住 强制要求必须住在学校附近 学校内住宿有补贴 现在申请太慢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床位给付川 对于G市一中很多有钱学生来说不是事 他们回家住 都可以在学校附近租最好的房子 甚至父母辈早就买好房了 对于现在的付川真真 是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 余下整夜我的爱一出就像雨水 手机铃声响起 付川看是方凯威打来的电话 按下接听见 凯威怎么样了 我将川哥你的手机号码给了他们 他们会拉你进群联系的 行 话音刚落 付川的手机就响起了提示音 昨夜雨书风骤 拉你进群 昨夜雨书风骤 付川微微一正 等付川进群后 看到群内两个成员 昨夜雨书风骤 浓睡不消残久 沈学姐 于学姐 是你们 我靠 竟然是学店 于尔第一个跳出来 顺带发了个基尼泰美表情包 猜到了 沈书堂简单发了三个字 G市一中学生 突然要合租 已经11月份了 学生该住校该申请的早就了结 加上今天付川拜托沈书堂的事情 按照时间线 很有可能就是付川 这也是沈书堂 愿意跟人家聊聊的原因 不然直接出钱 拒绝了事 沈学姐跟于学姐 合租新安小区这套房 付川不由地 想着方凯薇知道 心心念念的余女神 就在自家产权下的小区房租 住着该做和感想 于尔 这道题我会 去年就租了 没想到还留有一个小单间 酒 丢了个秀才的表情包 沈书堂 我问过对方给你的价格 十分合适 你租下来吧 学弟微笑 还有你的租房申请许可下来了 傅川 不行 你们两个女生 这太不方便了 于尔 错了 那房子我都没住了 只是还有租着 就是你沈学姐不知道了 沈书堂 我基本没去住 只是交钱当个备用窝点 你可以放心租下来 学弟 对于于尔 跟沈书堂来说 这都是一点点钱 这个租房窝点 包含了他们去年合租的 美好回忆 在沈书堂 还未从记事役中正式毕业 放着还能够有回味 对于傅川来说 能花六百块 租到这么好的房子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解了燃眉之急 行 我先过去看看吧 傅川 没有执着于男人的尊严 都已经开口求沈书堂帮忙了 凭傅川的能力 根本租不起学校附近的房子 为了高考 为了跟学姐们的承诺 接受是傅川线下最好的选择 执着于所谓的自尊 抛弃别人给予的温暖 那是无知 沈书堂让傅川 先去新安小区石层楼下等他 他顺便带着申请表 去找傅川 傅川先到一步 想着沈书堂没那么快 就在楼下 翻着英文书背着单词 沈书堂赶到的时候 就见傅川 蹲在楼梯口 专心致志地念着英文书 阳光照亮了少年的美语 眼眸专注 嘴巴一张一盒 发音流畅的 I love you 3000 Times 爱你三千遍 出自傅联寺 赏心悦目 沈书堂突然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想法 怎么办呢 想写青春校园文了 主角母版就用傅川 正合适 傅川发现了望着自己诗神的沈书堂 将英文书放入背包 朝着沈书堂招了招手 学姐 笑容也不错 沈书堂内心已经勾勒出了男主的模板 就差一个具现化了 傅川刚走过来 沈书堂嘟囔的声音很小 没听清楚 嗯 学姐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哦 上去吧 好 跟着沈书堂走进电梯 来到了16层 映入眼帘的是 180平 两个大房间 一个小房间 两个厕所 小房间那边 还有个小阳台 大阳台就在门口的西边 采光好 楼层高 风景美 厨房 冰箱 洗衣机什么的 应有尽有 这两个房间 是我跟尹尔之前住的 门锁上了 你的房间在这里 厕所你就用这边的吧 我们没用过的 厨房公用 客厅公用 垃圾废物这些字里 我们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用大阳台晒衣服 在的时候小阳台 合租的规矩就是规矩 沈书堂还是得跟傅川说清楚的 虽然于尹尔都没来住了 名义还是两个女生 跟一个男生合租 要不是信任的过傅川的人品 沈书堂宁愿多出600块 将房间买断了 傅川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学姐 沈书堂伸出指尖 在客厅休息的沙发轻轻一挂 揉搓了一下 我们很久 没来住过了 公寓染上了一层灰尘 我找个家证来打扫一下吧 学姐 不如我来吧 我会打扫 笨蛋我们的房间你 难道好意思进去啊 暴杀 傅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那我的房间我来打扫吧 家政都是全家服务的 你就算打扫了 我出的钱一样 没事 以后 我们不再你整理好公共地区的卫生 就算帮了大忙了 交给你了学弟 谢谢你 学姐 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不然我真的 好了 晚上带我去撸串 多给我点创作灵感 大大有赏地 跟傅川关系越好 沈书堂越发展现随性 可爱的一面 跟记忆之中 那个高冷的学姐 早已经盼若两人 傅川的眼神渐渐柔和 不管学姐变成什么模样 只要她是 沈书堂就足够了 永远会是傅川心中 那么无法去除的白月光 第45章 傅川不会失去她的沈书堂 解决了租房的事情 傅川刚想打电话 给方凯威 对方的电话就来了 还真是巧了 傅川按下了接听键 凯威 合租的事情 我已经谈妥了 我靠 川哥 我才知道 住西安小区的人是沈学姐 租住是必须签订合同 拿身份证的 方凯威一直都是回家 没想过住自家的公寓 加上这些事情 方凯威都不在意 要不是今天傅川想租房 方凯威都没往家里问这件事 结果不问不知道 一问下一条 填写资料的人竟然是沈书堂 去年沈书堂在记事宜中读高三 公认的高冷学姐 唯一跟沈书堂玩的好的闺蜜 就是学生会长鱼影 方凯威的女神 沈书堂的合租对象一定是鱼影 哈哈 方凯威号称记事宜中信息小灵通 结果笑话跟女神合租 在自家买的公寓 她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 奇耻大辱啊 方凯威察觉到了 傅川也就没隐瞒 将沈书堂跟鱼影的事情说了 错过了 真的错过了 我该死 我他妈就是超级大傻逼 这么好接近 女神的机会 呜 算了 方凯威本来伤心欲绝 忽然间 话锋一转变得无比冷静 傅川都被方凯威的操作搞猛逼了 凯威 你还好吧 就我现在这条件 颜值 身材 女神哪里看得上我呢 在记事宜中追求她的男人 不计其数 至少等我考上新漫艺术学院 让自己变成更好的男人 才有资格光明正大 追求于学姐 也好 也好 你想通了就好 对于方凯威的 自我消化能力 傅川只有两个字评价 牛逼 能够如此清晰地认识自身问题 不被世俗蒙蔽双眼 此子恐怖如斯 他日必成大器 沈书堂又陪着傅川 去物业那里办理了电子刷卡 签订合同 入住 一个流程下来 一个半小时 没了 走出物业 傅川只能够朝着沈书堂鞠躬 真的很谢谢你 学姐 要不是沈书堂帮忙 光是学校的租房许可 证明这一关足够卡死傅川 更别提 还能租到如此适合的房子 从众生到现在 傅川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上了沈书堂 没有沈书堂傅川 根本没有能力 离开傅家 沈书堂素手轻撩发丝 看了一眼手表时间 微笑道 学弟 距离吃晚饭 还有一段时间 真感谢 我就送我一幅画吧 学姐要什么 别说一幅 多少幅都可以 对傅川来说这是 专业对口 更是报答沈书堂 最好的方式 如今傅川 就是个一清二白的穷学生 要不是沈书堂 喜欢傅川的才华 傅川跟沈书堂 这种白富美 就是两条平行线 一辈子都不会有 任何的交织点 诺 这个 沈书堂拿出手机 选了一张 递给了傅川 看到相片是傅川刚才 读英文课本 几缕斑驳的阳光 落在傅川的发 以及脸上 学姐 你是什么时候 随便拍拍 角度没找好 不过你是 我认可的画师 能够递交出 一幅满意的作品吧 我要那种小说封面 风格人设的作品 灵感材料 就是这张照片 作品名字叫做 有人A 傅川看着相片 拍摄的恰到好处 嘴角勾起了一抹糊涂 学姐真的很迷四月 是你的谎言呢 嗯 你也看过 有人A 龚元勋 对有马公升的称呼 用了一个 不存在的四月 编织了一个 不爱你的谎言 很好看 是啊 霸道的闯进 有人A的人生 成为了救赎他 黑暗钢琴人生的 一道光芒 你知道吗 最后龚元勋 对有马公升笑着 说你会忘记 跟我的事情吗 我真的哭了 对于有马公升来说 没有龚元勋的四月 就算樱花再灿烂 都会黯然失色的吧 回忆起第一次 追这部动漫的感动 至今沈书堂难以忘怀 为了一个虚拟人物 而喜怒哀乐 为了一段 完整讲述的虐恋故事 而伤心欲绝 正是沈书堂 成为一名作家的初衷 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用笔下锁写的故事 带着读者 进入虚构的世界 肆意遨游 我一直认为 想要成为一名好作家 第一是感性 第二是 善于挖掘作品之中 给予人内心的共鸣 不只是四月 是你的谎言 像Carnot 刚知恋金术师FA 我狩猎很多全世界 知名漫画 动漫 轻小说 能够风靡全球 必然有他们的可取之处 沈书堂如获珍宝地 跟傅川分享着 他的创作灵感 傅川静静听着 私人一语 于心上的彩虹 高高挂起 成为心中 一道无法磨灭的印记 不知不觉 沈书堂的温柔 帮助 共同品味欣赏 让他走进了傅川的心间 傅川很想鼓起勇气询问 照片上的男主角 是傅川 让傅川创作属于他的 有人A 作品送给沈书堂 是否意味着沈书堂 将傅川当作了 有马功升 那个惊艳了 绝症女孩一生的男人 最后 傅川没有说出口 有人A就有人A吧 傅川心知肚明 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有人A 就是有人A 没有其他 傅川只想着总有一天 会让沈书堂知道 遇见沈书堂的十月份 惊艳了傅川 整个盛夏 一满了人生 这一次不是十月 是你的谎言 不管将来傅川 跟沈书堂会经历什么 这个十月 下个十月 下下个十月 傅川都希望有 沈书堂的存在 有马功升 会失去他的公元勋 傅川 不会失去他的沈书堂 第四十六章 原来傅川 比他想象的 还要冷漠无情 对了 你 还好吧 沈书堂忽然开口询问 傅川有些莫名 嗯 学姐 我很好啊 我是说中午放学 有人在学校门口 纠缠你的事情 我已经放下了 他反倒不好 傅川示然地开口 不管傅家人 做什么都不会再 影响到傅川心情的 一丝一毫 反倒是傅月卿 接二连三 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他要倒大霉了 傅家人 再怎么团结内部 都不可能 放任傅月卿 越搞越大 变成傅家的蛀虫 放下吗 沈书堂轻轻念了一声 眼神控制不住的神网 紧接着冲着 傅川露出笑容 回学校快点化完 感觉今天晚上 我肚子会很饿 我肚子会很饿 要吃多点 傅川用力点头 都听学姐的 晚上九点 傅川跟沈书堂分别后 坐着公交车回家 傅川来到傅家 没带什么行李 这些年来当牛坐马 傅家没送过 傅川什么东西 傅川穿的大多数 是校服 一些地摊货 一股脑色 进行李湘连同学画画 必须的工具 打包离开完事 结果傅川刚回到傅家 两道身影 便出现在傅川的面前 正是傅铃儿 跟傅铃铃 傅川显得无比平静 我已经拿到校外租房申请 找好房子了 今天晚上 就收拾好东西搬走 以后不会再爱你们的眼睛 也不会让你们宝贝的 子称弟弟出什么事了 傅川 傅铃铃本来想质问傅川 为什么将他的电话号码拉黑 天知道今天傅铃铃跟傅铃儿 到底打了多少电话给傅川 连傅川在哪里都不知道 又因为傅铃铃 请假下午没课 傅川提前离开学校 傅铃铃就算想打电话去学校问 都没办法 又不能询问其他人 生怕暴露了傅川的真实身份 结果傅川先行一步 说出这样的话 直接暴杀了傅铃铃铃 一时间愧疚如潮水 泛滥傅铃铃铃的全身 不至于让傅铃铃无法思考 但是控制不住的情感 喷发而出 傅铃铃铃落下十足的下风 你不准搬走 傅川 傅铃儿一口否决 傅铃儿 傅铃铃 为了讨好你们 我丢弃尊严 当牛做马 换不回你们一个回眸 如今我摆烂心思 想要彻底放下 如你们所愿你们 却反而变了 不让我离开 怎么 不会是舍不得我吧 傅铃平静地说出这些话 甚至有点讽刺 傅铃儿单刀直入 傅铃 帮我按摩 缓解我头疼症的人是不是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用隐瞒了 我知道 不是子称弟弟 帮我按摩治疗头疼症 是你做的 那你可以拉傅子称过来 跟我对质 我没做过 傅铃每一招都直入要害 本来气势汹汹 质问傅铃的傅铃儿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拉傅子称过来对质 如果真的戳穿事实 到时候傅子称太过伤心 导致绝症发作怎么办 傅铃不再废话 直接上楼 想要收拾好行李离开 结果傅铃开门的时候 就觉得不对 他房间的门飞被锁了 傅铃儿这时 走了过来 放缓了口气 傅铃 傅铃儿我们做个交易 你帮我按摩缓解头疼症 我可以放你出去住 哼 你真的很奇怪 帮你按摩的人是傅子称 又不是我 要是弄出什么问题 来你岂不是要怪在我头上 你的头疼寻遍名医 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我一个高三圣能做什么 眼见傅铃儿咬死不承认 傅铃儿知道 要戳破傅铃儿的谎言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来傅子称对质 可是这样做 会伤害到傅子称 为了傅铃儿的头疼症值得吗 有过深深的领教 在傅家傅川没什么 必须要带走的东西 生活用品 最多花一千块就能解决了 直接下楼便要离开 在傅铃儿踏出步伐的那一刻 傅铃儿突然叫了起来 傅铃儿 是不是我 找来子称弟弟跟你对质 你就愿意跟我做交易 傅铃儿没有回话 代表默认 如果傅铃儿 为了所谓的头疼症 就要伤害傅子称 和和所谓 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弟弟 在涉及到傅铃儿自身的利益 不过如此 瓦解傅铃儿 跟傅子称关系的同时 又用头疼症作为要挟 让傅家人 无法对傅川的高考生涯出手 加上傅月清 这个定时炸弹 足够傅家手忙脚乱 没法来干扰傅川的人生 原来傅川 也能学会冷漠无情 周密计划 只要不被亲情蒙蔽双眼 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 傅川甚至能从傅家 挖掘到更多的利益 只是傅川不稀罕 傅家的一切如今 都让傅川恶心 可听傅铃儿这么说 傅青青不淡定了 大姐 你认真的吗 我相信子称弟弟会理解的 傅铃儿像是 说给傅青青听 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今天头疼症复发 傅铃儿生不如死 这玩意 有任何环节的可能性 傅铃儿愿意 拿一切去交换 她不想要 再因为这个病回去 那些担惊受怕 生不如死的日子了 当傅心灵带着傅子称 回到傅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管家急匆匆走过来 二小姐 子称少爷 等你们回来 去客厅一下 第47章 送进医院 知道了 傅心灵朝着傅子称望了一眼 示意他们 今天去处理的事情 不要让傅铃儿知道 不然傅月青铁定大难临头 刚被派出所放出来 又跑到学校门口骚扰傅川 骚扰就算了 傅月青一点B数都不懂 大庭广众之下 被学校安保制服扣押 人尽皆知 傅心灵都为跟傅月青 留着一样的血感去丢人 她怎么就有个这么蠢笨如猪 做事不计后果的亲妹妹 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傅月青现在知道怕了 连傅家都不敢回 怕被傅铃儿惩罚 该 等傅心灵跟傅子称来到客厅 出乎预料的是傅川在 双手插兜 月光透过落地窗 洒在傅川的身上 整个人透着一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冰冷 仿佛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切 跟傅川没有任何关系 她只是一个看客 傅子称弱弱地开口 大姐 五姐 傅川哥哥 子称弟弟 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傅铃儿打断了傅子称的话 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年来 在药房帮我按摩的人是不是你 傅子称正正然地看着傅铃儿 视线又飘忽到了傅川的身上 这件事是傅川说的 傅川没有去看傅子称 唇摆烂看戏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大姐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傅心灵以为傅铃儿找他们过来 是知道傅月青在济世宜中 骚扰傅川的事情 来问话的呢 结果弄的是什么按摩 不是傅子称按的 还能是谁按的 傅子称张了张嘴 逗大的泪珠 就从眼眶落了下来 顺着病态苍白的脸上肌肤滚落 大姐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帮你按摩的人是傅川哥哥 不是我 你说什么 傅铃儿跟傅青青早就知道答案 没多大反应 傅心灵是不知道的 瞪大了眼睛 这也能换人的 不是 大姐 五妹 你们就没一点察觉 傅铃儿跟傅青青默然 这一年来 他们没有察觉 确实不可思议 也许是因为 全身心相信 傅子称不可能说谎 欺骗他们 扑通 傅子称突然跪在了地上 子称地点 眼见傅子称 这样傅铃儿等人手忙脚乱 就要上前去扶起傅子称 对不起 姐姐 我不是故意想欺骗你们的 我是看傅川哥哥 帮姐姐按摩 真的有效果 如果直接说我怕姐姐接受不了 就跟傅川哥哥商量好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子称地点 你快起来吧呀 正当傅铃儿 要扶起傅子称的时候 傅川已经预料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三 二 一 昏倒 果不其然 傅子称在傅铃儿的怀中 开始不停抽搐 翻着白眼 口吐白沫 不好 子称弟弟出事了 快送医院 一群人慌慌张张张地离开 压根不在意傅川 傅子称这一套 傅川见过 不知道多少次了 一旦情况对他不利 身患绝症 就是傅子称的免死金牌 只要傅子称装一装 傅家人就会彻底沦为他的田狗 以他为主 好比傅子称 打碎了傅川的全家福 傅子称装的一副 咳嗽吐血的样子 傅铃儿毫不犹豫 将傅川送进了警察局 连傅川都能看出 傅子称是装的 傅家人看不出 由此可见 他们之间地位的差距有多大 如果傅川能够早点看清这一点 也许就不会有重生这件事了吧 将傅子称送进医院之后 傅铃儿站在病房门口 自责地说道 都怪我 都是我害得子称弟弟 变成这个样子的 大姐 就算你知道真相 不至于在子称弟弟面前 如此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吧 这不像是你的做法 还是傅川要挟了你什么 傅心灵忍不住开口 难道真的是傅川 为了夺回傅家人的关注 打压傅子称 故意说出来的 之前傅川对他们这些姐姐的 不屑一顾都是装出来的 今天就暴露了本性 事情是这样的 傅卿卿解释了傅川 对于傅铃儿头疼症的重要性 傅心灵听得一愣一愣的 不是吧 那么多脑科名医 都检查不出来的问题 傅川按摩就能够产生效果 怎么可能 在傅川按摩这一年下来 大姐的头疼症 确实没怎么发作 这是事实 二姐 你也不想看着大姐 被头疼症折磨得 继续痛苦下去吧 咦 对了 忘记傅川了 傅铃儿 立马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管家 李叔 傅川在哪里 傅川少爷他走了 去哪里了 他没说 傅铃儿挂断电话 火速打给了傅川 宁波打的电话没有接通 请稍后再拨 傅铃儿忘了 他已经被傅川给拉黑了 现在想找到傅川 真的是难于登天 傅川回到了 跟沈叔堂他们合租的公寓 在楼下的超市 买了一大堆 必须的生活用品 凑合着 先在房间 对付一晚上 重生后 傅家人对傅川的态度 偏离了轨道 让傅川搬出傅家的计划 没有那么顺利发展 走一步看一步吧 至少这辈子 不做傅家人的舔狗 就是傅川众生 最大的优势 不会像上辈子那样 被傅家玩弄于鼓掌之间 睡在新房间内 不用留在傅家 傅川觉得无比的踏实 安心 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一日 傅川在学校上完第二节课 就被傅清清叫出去谈话 该来的总会来的 傅川并不紧张 如今抛开 那些不必要的情绪 其实傅家每个人的弱点 都很好把握 例如傅子称 只要傅子称 还是个身患绝症的绿茶 让傅家人心疼 傅川的计划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着傅川那张 神色平静的脸 傅清清想到 昨天傅川的决然 垂了垂毛子 并未着急先说傅林儿的事情 而是询问着家常 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住了 傅老师 有话直说 这些跟你没关系 怎么就没关系了 我现在想履行 作为姐姐的义务 关心关心你 难道这有错吗 哦 那你干嘛要受得那么小声 傅清清咬紧了嘴唇 为什么 原因傅清清跟傅川心知肚明 正因为如此傅清清 每次面对傅川挑明事实的 冷嘲热讽 就落入十足的下风 傅老师 傅子称才是你的弟弟 我一点都不配 现在也不稀罕了 你没必要在我面前 继续装出一副姐姐的样子 看着令人作呕 傅川满不在乎的开口 以前那个毕恭毕敬 看着傅清清会 眼神发光的傅川不停 重叠在傅清清的眼眶 傅川 难道我想要的错了吗 我想要弥补你 因为我认识到你 也是我的弟弟 我承认我之前 对你做的事情太过分 太冷漠 我错了 我跟你道歉 但是 子称弟弟身患绝症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总得对他比对你好一点 你难道还要跟一个 命不久矣的人去争吗 子称也幸福 他也是你的弟弟 说着傅清清想要 伸手去抓住傅川 却被傅川毫不留情地避开 第四十八丈 你脸好红哦 伸手之际 那一瞬间地抓空 傅清清心脏 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 骤然握紧 明明眨眼间 就能碰触的距离 这一刻 犹如银河鸿沟 无法跨远 傅清清意识到 他真的永远失去这个 血脉相连的亲弟弟 挽回不来了 我已经不需要你们这些姐姐了 一个人能活得更好 不管你心中 怎么想 都和我没关系 我不是你的弟弟 同时傅子称 也不是我的弟弟了 你是爱做傅铃儿的传音筒吧 我已经准备好条件了 傅川将早就准备好的纸条 交给了傅铃儿 你让傅铃儿看完 给我答复 对我们都好 傅川转身离开 傅清清站在原地良久 直至有路过的学生 提醒了傅清清才回过神来 落荒而逃 傅铃儿在总裁办公室 处理公务的时候 收到了傅清清发过来的绿泡泡 这是傅川提出来的要求 大姐 你看看吧 傅铃儿点开图片 放大 第一条 傅川一个星期定时 帮傅铃儿按摩一次 地点由傅川指定 第二条 傅川搬出傅家 不会再要傅家一分钱 以前在傅家的花费会 结算出大概的数字 在傅川考上大学后偿还 第三条 傅家人不得再以任何形式 来骚扰傅川的生活 必要时候 帮助傅川签出户口 跟傅家签订 如果是以前 傅川主动交出这样的契约书 是傅铃儿梦寐以求的 现在 傅铃儿难得迟疑起来 傅川就这么离开傅家 万一他对傅家人以前 所作所为心生不满 对沈书堂说了什么 关于傅家的坏话 影响傅家跟沈家的合作怎么办 就算有这样的顾虑傅铃儿 没有跟傅川讨价还价的资本 头疼症能否缓解全靠傅川 还有沈氏集团的合作 以前可以对傅川 呼之急来挥之急去 是因为他心里有傅铃儿这个大姐 如今在傅川心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该死 傅铃儿没想到有一天 会因为傅川的冷漠 感到如此棘手 站在五十层楼的窗前 望着底下寄留不息 傅铃儿最终下定了决心 傅川跟沈书堂 正在天台吃着面包 一边讨论着沈书堂的新闻 傅川随意提了一句 学姐 打算什么时候发文呢 影儿帮我占卜过 说是平安夜那天 创建新闻 圣诞节更新最好 于学姐还会占卜 是啊 还挺灵的 我第一次在番茄小说开文火了 就是他帮我占卜的好日子 沈书堂微微歪着头 似乎发现了什么 掏出纸巾递给了傅川 指了指嘴巴 傅川接过纸巾 仔细将嘴巴擦拭了一遍 不好意思地开口 谢谢学姐 没擦干净哦 沈书堂索性 在掏出纸巾帮傅川 将脸颊的面包扎擦好 砰砰 当沈书堂靠近的时候 傅川能听到 心跳落了半拍的声音 有些口干舌燥 等沈书堂擦干净后 傅川赶紧别过脸 洋装不在意地喝了一口 肥宅快乐水降降温 重生一世 傅川再怎么幼稚 都知道这是什么感情 谁能够拒绝在 最黑暗人生那一刻 投射进来的温柔月光呢 正是因为 有这道月光 才能让傅川有勇气 离开那个充满罪恶的傅家 投入真正属于傅川的人生 没有沈书堂 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傅川 不爱上这样的女孩 傅川都以为自己 失去了 作为人类爱一个人的能力 只是 不行啊 傅川跟沈书堂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主动 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期待 结果就不会失望 傅川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看够了别人的冷眼 被傅家 找回去后 舔了那么多年 沦落至死的下场 让傅川不敢再对感情 这种事情抱有期待 更别提 心知肚明 跟沈书堂的差距多大 能保持现在的关系 对于傅川来说 已经足够 至于学姐 如果真有让她知道 心意的那一天 就在傅川考上新 漫艺术学院 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画师才行 没有成就 谈和曲青 并非自卑 而是傅川知道 只有更好的自己 才能够光明正大 跟最好的女孩在一起 学弟 你没事吧 你脸好红哦 11月份中旬 难得两手 没什么太阳的天气 沈书堂才邀请 傅川来天台吃午餐 顺带着 讨论新书灵感 刚才好好的 怎么现在 傅川的脸越来越红了 没 没事 对了学姐 我们刚才 说到女主要有什么灵宠吧 继续说吧 傅川随便打了个 哈哈遮掩过去 这时 傅川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信息 大姐同意了 你晚上回傅家一趟 显示是陌生号码 应该是傅青青 她的手机号码 被傅川拉黑 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傅川这时 发现绿泡泡 有个红色点点提示 是傅青青主动 加傅川的绿泡泡 表明身份 让傅川通过一下 换做以前傅川 真的受宠落惊 傅家人不准 傅川上网 只有傅川去网吧 注册币卡索的账号时 注册了一个绿泡泡 傅川知道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群 所谓的为了傅川 学习好的借口 在傅子称身上 一点都不作数 傅子称有最新款的iPhone 16 Pro Max 有绿泡泡 有网络 这样也好 省得傅川浪费时间 去删掉他们的绿泡泡了 傅川毫不犹豫地 拒绝拉黑一条龙符 给陌生号码 回了一条短信 知道了 好了 学弟 吃饭时间快过了 你去教室休息一下吧 下午不是有专业课吗 反正时间有的是 嗯 沈书棠想要起来 忽然发现全身像 是被抽空了力气 学姐 怎么了 可能是坐久了 有点起不来 傅川闻言 下意识朝着 沈书棠伸出了手 沈书棠微微一笑 正想要牵着傅川的手 站起来 忽然 一股温热的液体 从沈书棠的鼻子流出 学姐 第49章 你也不想 我们之间的关系 被其他人知道吧 傅川看着沈书棠开始流鼻血 手忙脚乱拿着纸巾 想要帮着沈书棠止血 学姐 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嗯 沈书棠脸色苍白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下午 上专业课的时候 傅清清显得有点魂不守舍 傅川回复之后 傅清清靠着 借其他老师的手机 发了几条信息给傅川 石沉大海 傅清清试图用绿炮炮去加傅川 傅川都没有回应 估计是看到傅清清的绿炮炮 直接拉黑了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之间的关系 沦落到这个地步 无法挽回了 傅林儿说的是对的 无论什么原因 一旦傅清清对傅川产生了愧疚 挽回 弥补的心 她就是书家 会沦落到以前傅川在傅家舔狗 却得不到一点反馈的下场 傅清清明白 她什么都明白 可是想到傅川的冷漠绝情 还得在学校给傅川上课 对于傅清清而言 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明年六月份就要高考了 艺术系的学生 都是选择自主招生 也就是明年三月份 开始提交资料 傅川画画天赋如此出众 又跟好泽教授扯上了关系 首屈一指的选择 是新漫艺术学院 在五月底开始自主招生 还要跟傅川在学校相处半年时间 傅老师 我们人到齐了 班长小生喊了一声傅清清 啊 傅清清回过神来 眼神不由自主地扫视一圈 发现没有傅川的踪迹 傅川怎么没在这里 方凯威立马举手 傅老师 川哥 他在医务室 今天请假了 傅川在医务室 他生病了 傅清清一下子紧张起来 班上不少学生觉得奇怪 不是说傅清清很高了 不近人情了吗 好像他很关心傅川也 傅清清没有了上课的心情 布置专业课的绘画主题后 便匆匆离开 医务室 沈淑堂鼻血已经止住了 经过检查没什么问题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傅川拉开窗帘 守在沈淑堂的身边 轻声开口 学姐 你没事吧 老毛病了 我鼻子的血管 比正常人要薄弱 小时候 经常无缘无故流鼻血 医生说等 我到二十多岁 自然就好了 倒是你 说了我一个人 在医务室就行了 你还留在这 不用去上课啊 学姐在我面前这样 我怎么能去上课呢 傅川无比认真的回应 就算勉强去上课 傅川也是心不在焉 创作不出作品 心都细在了沈淑堂的身上 你呀 你 沈淑堂知道 傅川是个重情义的男人 没有多说 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全当休息 傅川也不吵闹 静静起身 让沈淑堂可以 睡个安稳觉 殊不知在傅川离开后 沈淑堂睁开了双眸 带着一抹 不为人知的哀伤跟恐惧 来到医务室外 傅川轻手轻脚地关上门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傅川 傅青青小跑着来到傅川面前 气喘吁吁 小手按压着胸口 傅川眉头 不留痕迹的一皱 你来做什么 我 我听说 你下午请假 在医务室 以为你是生病了 傅老师 你已经超出了一个老师 担心学生的界限 你也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 被其他人知道吧 傅青青内心无比痛苦 他不能暴露 跟傅川姐弟的关系 不然在据事役中的傅子称立场 就十分尴尬 他明明是傅家 唯一公开的少爷 却被傅川 抢了风头跟位置 傅子称的病情 一直不稳定 受到很大的刺激 就会像昨天那样 送进医院 谁都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傅川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你明明看得出来 我尽力想要弥补你了 你的才华 需要有人执意 你的人生需要有人保护 作为你的姐姐 我有这个能力 只要你不跟子称弟弟比 我们不是可以相处得好好的吗 再废话一句 我跟傅琳儿的协议 彻底解除 不等傅青青说完傅川 直接打断 傅川单手插兜 冷漠地从傅青青的身边离开 没有回头 没有留恋 留下傅青青 站在无人的走廊 于医务室的门口 肩膀一抽一抽的 心疼的眼含泪珠 无语凝夜 夜幕降临 傅子称跟傅心灵还在医院 明天回来 傅青青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如今家里 只剩下傅琳儿一人 正好傅川 能跟傅琳儿 好好谈事 书房内 傅琳儿坐在沙发 朝着傅川 摆了摆手 坐吧 长话短说 傅琳儿 傅川在口袋里 偷偷将手机打开了录音按钮 道 我的条件 你都答应吗 第五十章 他眼眸中的悲伤 傅琳儿觉得 眼前的傅川 十分陌生 到底什么时候 开始那个眼里心里 都是傅琳儿的傅川 变成这样了呢 就因为傅琳儿 将傅川送进了警察局 又没强硬 要傅川坐牢 只是想傅川认识到他错了 以前经常这样 都没见傅川反应这么大 奇了怪了 我还要再加一条 你不能跟沈书棠说 关于傅氏集团的坏话 一旦被我发现 合约全部作废 傅琳儿明说傅川讨好沈书棠 促成傅氏集团 跟沈氏集团的合作案 想也知道 傅川不可能答应 纯纯浪费口舌 不如退而求其次 傅川别捣蛋就行了 傅川冷笑一声 我跟学姐的关系 清清白白 你们大人的事情 不要影响到我们学生 还有一点 你先帮我按摩按摩 傅琳儿并不确定 傅川的按摩 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 这一次拿来实验刚刚好 正好傅琳儿的头 有点不舒服 傅川不废话 消毒手之后 来到傅琳儿的身后 傅琳儿 有些不自在的倾壳出声 等傅川将手 按在傅琳儿的头部时 傅琳儿浑身颤抖了一下 强忍着 才没一蹦而起 傅琳儿的嫌弃傅川早 就习以为常 淡淡开口 消过毒的 弄不脏你的金贵之躯 我 我只是不习惯别人碰我 特别是傅川 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恶心感 跟张王爬到了脸上一样 奈何求傅川治疗头疼症 傅琳儿必须忍住这种恶心感 不停声呼吸 做着心理暗示 傅川稍微一用力 傅琳儿疼得叫出了声 怎么那么疼 你就不能轻点 傅川这不是 在借机报复傅琳儿吧 你的头疼症加重了 怎么可能不疼 想求 我这就乖乖闭上嘴吧 傅川以前 给傅琳儿按摩 是做了充足的提前准备 光是这些准备 让傅琳儿放松身体 都得一个半小时 就怕按摩过程中 让傅琳儿感受到太大的不适 现在 疼死都不关傅川的事情 反正契约内容 每个星期一次按摩 有没有效果 傅琳儿不在意 疼得是傅琳儿 傅琳儿见状 只能闭上嘴巴 知道傅琳儿不可能 像以前那样灌着它 疼 好疼 傅琳儿不停吸着凉气 尽力忍着 冷汗不知不觉一出 湿透了全身 脸色一片惨白 傅琳儿的按摩 15分钟结束 对于傅琳儿来说 简直是人间酷刑 傅琳儿的手松开的时候 傅琳儿像是虚脱瘫痪 在沙发上 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不知道 是不是傅琳儿的错觉 傅琳儿按摩之后 疼痛的是按摩的穴位 但是大脑里 隐隐作痛的神经 确实得到了舒缓 等傅琳儿缓解了一点 我房间的钥匙呢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傅琳走过去 拿出了房间的钥匙 在即将离开书房之前 冷冷开口 下个礼拜同一天 时间地点 由我决定 傅琳 爸妈就要回来了 爸就算了 妈那么喜欢你 要是知道 你现在搬出了傅家榻 一定会发疯的 提及亲生母亲 傅琳儿眼神 一下子变得十分恐怖 你就直接告诉她 她不配做我母亲 喜欢 真是让人戳之以鼻的说法 她就是个十足的变态 什么 傅琳儿没想到 傅琳儿连对她这么好的 亲生母亲 都显得如此绝情 明明傅川 留在傅家 舔狗似的 讨好他们一家人 最大的动力 就是来自于 亲生母亲的关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让傅琳儿 变成现在这样 这一点都不正常 傅琳儿 从傅家 拿回了课本 衣服这些必需品 剩下的全丢在了房间 属于傅家的傅川 没有资格带走 也不想带走 哪里来的 就回哪里去吧 傅川回到出租屋 打开门 见到客厅那边 传来电视的声音 愣了一下 走过去 就看到沈叔堂 光着眉腿 盘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里的蜡笔小星 唇角含着一抹 浅浅的笑意 学弟 喝不喝肥宅快乐水 沈叔堂注意到了傅川 十分随和地 打了一声招呼 傅川将行李箱放在门口 走到沈叔堂侧边的沙发 随手接过了 沈叔堂递过来的肥宅快乐水 学姐 你身体好多了吧 已经没事了 活力充沛 沈叔堂比了个 满血复活的手势 殊不知这样 反而让傅川 有些坐立难安 这不是学姐平日的性格 傅川跟沈叔堂混的 算比较熟悉了 她从来没有在傅川面前这样过 更像是鱼眼的性格 唯一的可能性 沈叔堂是不想要 让傅川担心 今天突然全身无力 流鼻血 看着像是沈叔堂 经历过很多次 习以为常 正常人不可能这样才对 学弟 沈叔堂轻轻喊了一声 拉回了傅川的思绪 嗯 没事就好 傅川冲着沈叔堂 露出一个笑容 扭开瓶盖 灌了一大口肥宅快药水 沈叔堂的隐瞒 想必跟他所说的秘密有关 想到跟沈叔堂相处的时候 他眼眸中有些控制不住的悲伤 傅川的心里头 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 闷得慌 第五十一章 割舍不掉的人 学弟 今天的事情 不要告诉给尔 我不想他担心 沈叔堂忽然提了一嘴 我知道的 这是沈叔堂的隐私 傅川当然不会大嘴巴的 到处乱说 同时傅川确认了一点 于尔知道 沈叔堂隐藏于眼眸 那道悲伤的真相 毕竟他们两个认识很久了 情同姐妹 傅川想要知道 沈叔堂的秘密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没有走入 沈叔堂的心扉 被沈叔堂彻底接纳 他们只是朋友 朋友 没有其他 总有一天 傅川会知道真相的 到时候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不会让生命中 最重要的白月光哭泣了 学姐 你今天晚上 不回家去住吗 嗯 不想回去 傅川的问候 似乎提及了沈叔堂内心 尽力隐藏的事情 沈叔堂抱紧了 白皙的双腿 长发洒落 遮盖住了那双眉眸 又来了 隐藏于沈叔堂眉宇之间 那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悲伤 学姐真的隐藏有很多心事 傅川看得出来 却不知道 其中蕴含着的意义 傅川没有自大地以为 沈叔堂是看傅川 在西安小区 故意凑过来住的 换句话说 另外一种可能性 因为今天沈叔堂身体出了问题 他不想要 被家人看出什么 故意留在西安小区住 不回家 以前傅川坐公交车 基本天天早上 都能准时准点 碰到沈叔堂 说明沈叔堂平日里 都是按时回家的 学姐 你心里到底 在想些什么秘密呢 能够告诉我吗 沈叔堂抱着双腿 眼眸看了一眼傅川 放在门口的行李箱 你搬出来 家人有为难你吗 原本我以为自己的离开 对他们是千载难逢的成全 现在我也搞不懂 他们在想什么了 以前我拼了命想要搞懂 想要他们 给我好一点 如今不稀罕了 傅川自嘲地笑了笑 为这草蛋无比的人生 为这搞不清楚脑回路 血脉相连的傅家人 对不起 学弟 沈叔堂轻声开口 他不是故意提起 关于傅川回忆不好的事情 傅川微微一笑 学姐 这和你没关系 早点休息吧 我先去洗澡 明天还要上学呢 晚安 学弟 傅川拿着行李箱回到房间 从门口看着沈叔堂 依旧在盯着蜡笔小心 眼眸泛滥着流光 似乎只有沉浸在 搞笑有趣的动漫之中 才能让沈叔堂 忘记现实之中 乱成一团的事情 身为天之娇女 应有尽有的沈叔堂 到底在烦恼着什么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 今晚傅川 果不其然 傅川洗完澡 复习一下功课 半夜十二点准时上床 结果到了凌晨两点半 都没有睡意 满脑子徘徊着的 都是沈叔堂流入悲伤的眼神 以及今天沈叔堂身体不适的事情 双手整着后脑勺 唉 傅川长叹了口气 长时间没睡着 肚子都饿得咕咕叫 索性起床去楼下买的方便面 顺便吹吹风 让大脑清醒清醒 不然失眠一晚上 明天都不用上课了 轻轻地推开门飞 傅川看了一眼侧对面学姐的房间 门飞紧闭 看来学姐已经睡着了 隐约间听到客厅那边有声音传来 傅川微微一震 难不成 加快脚步来到客厅 看到蜡笔小新还在放着 电视机的灯光照在了沈叔堂的身上 沈叔堂就这么待在沙发睡着了 学姐 学姐 傅川拍了拍沈叔堂的肩膀 轻声呼唤 嗯 沈叔堂呢喃了一声 忽然蹦出了一句梦话 不要 不要 妈 不要 梦境之中 似乎有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导致沈叔堂的声线带着几分急促不安 学姐 傅川怕沈叔堂 声线噩梦之中 无法自拔 用力摇醒了沈叔堂 沈叔堂缓缓睁开双眸 一片朦胧 还未从刚才的噩梦 彻底苏醒过来 不知不觉间 两行青泪从眼眶一出 滑落脸颊 看到沈叔堂的眼泪傅川心头一揪 学姐 你还好吧 学弟 我 沈叔堂恢复理智后 伸手擦了擦眼泪 我真是 竟然在客厅沙发睡着了 不好意思 学弟 让你担心了 刚才做了个噩梦 说完沈叔堂从沙发爬起来 伸了个懒腰 学弟 我先回房间洗个澡 清醒清醒 好 傅川什么都做不了 安慰也好 追问也罢 他没有这个资格 只能眼睁睁看着沈叔堂离开的背影 强行压抑住心里头不安的情绪 来到楼下傅川 买了老坛酸菜面 顺便还有一罐青岛啤酒 站在便利店门口 打开啤酒 猛地灌了一大口 哈了一大口气 要不是不会抽烟 高低都得弄一包来 不然傅川心中这郁节 怎么都打不开 有关于傅家的 也有关于沈叔堂的 到头来 人活着这辈子 做不到断情绝育 再怎么想割舍 还是会有牵挂的人盘旋心中 无法离去 傅川感慨了一句 原以为经历了上一世所谓的亲情 傅川这辈子 已经没有去信任别人的能力了 偏偏出了一个变数 一个叫做沈叔堂的女孩 她的伤痛 让傅川刻骨铭心 傅川想要为沈叔堂分担 哪怕她现在没有实力 没有资格 这跟对傅家人 单向傅出舔狗式的自我感动不同 沈叔堂帮了傅川太多太多 这一次轮到傅川回报沈叔堂了 想到这傅川已经有了主意 第52章 乖 摸摸头 一日 沈叔堂起床走出房间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浓厚的香味 学弟 傅川记者围裙 正在煎盒包蛋 见沈叔堂走过来微微一笑 学姐 你醒来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早饭了 学弟 你起得那么早 嗯 沈叔堂看着傅川记着粉色 Hello Kitty的围裙 总觉得几分违和感 特别傅川一米八八的身高 少年健壮的体魄 真的挺反差萌的 搞得沈叔堂 想笑 还得憋住 习惯了 我看冰箱里有鸡蛋 还有这些厨具 都没怎么用过 想着别浪费了 简单做点早餐 至于这条围裙 是于学姐买的 是啊 也而他喜欢 Hello Kitty 结果买来都没做几次饭 剩下那几次 要么就是鸡蛋弄焦了 要么就是差点炸了厨房 于学姐的厨艺 有那么夸张吗 沈叔堂用力点了点头 令人发指 说着 傅川已经做好了荷包蛋 配合新鲜蔬菜 面包片 做了个简易版的三明治 学姐 你乳糖耐受吗 有些人喝牛奶容易拉肚子 以防万一 傅川还是先问了一声 不会 行 三明治 牛奶 作为早餐绰绰有余 傅川解开了围裙 坐在沈叔堂的对面 满含期待的目光 看向沈叔堂 学姐 尝尝看 行 沈叔堂咬了一口三明治 眼睛微微发光 学弟 要听夸张一点的夸奖词 还是简单一点的夸奖词 傅川明白 沈叔堂的小说创作欲望来了 轻咳一声 咳 折中就好 鸡蛋煎得恰到好处 涂上了一层黄油 配合蔬菜跟西红柿的酸甜 还有面包的口感 十分嫩死 沈叔堂一边说着 一边将三明治吃完 顺带着喝了几口牛奶 白色的液体 染上了沈叔堂的唇 伸出粉嫩小舌旋转一圈 舔得干干净净 跟小猫一样 学姐喜欢就好 傅川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看着沈叔堂满意 傅川就开心了 学弟 你准备早餐的时间多吗 嗯 不繁琐 简单的就行 毕竟是高三了 要不是为了让沈叔堂开心 傅川都不会下厨 别看只是简单做个三明治 时间还是挺浪费的 不如在学校附近买个包子垫垫 傅川的厨艺 都是以前在孤儿院磨练出来 有空的话 傅川高低能整个满汉全席 看着傅川慢条丝里吃着三明治 沈叔堂单手撑着侧脸 唇角轻钩 学弟 我们做个交易 怎么样 嗯 什么 以后我的早餐 你多准备一份 你房租的六百块 我帮你交了 啊 这不行 学姐 我免费给你做就行了 傅川连忙摇头 按照现在的物价 一份新鲜出笼的三明治外面 都能卖到十五块了 特别学弟 你做的那么好吃 还要浪费高三的时间 一天二十块我已经很赚了 听我的 除非你不愿意做给我吃 那我无话可说了 沈叔堂双手还胸 有些生气地鼓了鼓脸颊 这姿态看着煞是可爱 傅川无奈地揉了揉后脑勺 学姐 你平时回家 难道都不在家里吃早餐吗 嗯 我已经很久没在家里吃过早餐了 沈叔堂的话音很淡 听不清起伏 傅川暗骂一声 自己真该死 又说错话了 为了弥补过师 傅川只得改口 好 学姐 那么你高四这段时间的早餐 就由我承包了 那就拜托你了 学弟以后没什么事 我都会提前来这里一起吃早餐 有事我会提前通知你的 好 乖 摸摸头 沈叔堂将身子探过桌面 摸了摸傅川的头 不知是不是傅川的错觉 能从沈叔堂眼神之中看到 出了开心的情感 还有 感激 从公寓出来 走进电梯 沈叔堂拉了拉书包 忽然开口 学弟 刚才我没有骗你 是真的很久没在家里吃早饭了 啊 嗯 我相信学姐的话 我拿到保送名额 还坚持来学校 是为了有借口 能够从家里离开 只要不待在家里 在什么地方都好 学校 咖啡厅 广场 我不能经常不回去 但是我有不想回去的理由 这是沈叔堂第一次跟傅川说 关于他的事情 这一刻 傅川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好似火影忍者中的名人跟佐柱 小时候就互相认可 因为有对方的存在 而感到安心 因为他们 是同一种人 所以不自觉地在意彼此 靠近彼此 他们是 超越了所有名词的灵魂伴侣 谁都无法拆散 唯有彼此 才能够站在身边 互相认可 体谅 抱团取暖 不然名人怎么可能追了 佐柱七百多集呢 那是无数少年少女的青春啊 学姐 我可能理解 你的感受 傅川轻轻开口 他的悲伤 是否跟沈叔堂一样 如名人跟佐柱那样 电梯刚好到了 门飞打开的刹那 外面一缕阳光进入 沈叔堂扭过头 眉目神采飞扬 笑着的样子 如片片桃花 灼热了傅川的眼眶 我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想 能遇上学弟 真的太好了 是选中学弟 作为我的漫画改编画师 太好了 能鼓起勇气 跟学弟成为朋友 真的真的太好了 第53章 圣诞节要到了 沈叔堂将手按在胸口 发自内心虔诚地诉说着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沈叔堂隐隐约约察觉到了 傅川跟他是同一种人 有着原生家庭的困扰 有着同样高考 进入兴脉艺术学院的目标 有着很多很多广阔无垠 满世界的心愿 有着 想要离开 却又不得不留下的悲伤 才会在这理由衷地说出 能够遇上傅川太好了 于尔是沈叔堂最好的闺蜜 但是他不能够切身实地 体会沈叔堂的苦恼跟伤痛 他是幸福人家出来的孩子 没有经历过的人 永远不会懂沈叔堂的悲伤 噩梦 于尔的安慰 无法真正治愈沈叔堂的伤口 傅川点了点头 学姐 我也是 如果没有沈叔堂 到现在 傅川还孤立无援 被迫留在傅甲 这辈子能遇上沈叔堂 是傅川最幸运的事情 远比自己给予沈叔堂的要多 嘿嘿 你们出不出来啊 电梯外等着的外卖小哥 莫名其妙被塞了一大口的狗粮 眼看着沈叔堂跟傅川 没有从电梯走出来的意思 只能充当电灯泡杀风景的开口 虽然很恨 奈何沈叔堂跟傅川的颜值好般配 这就是那些女生磕CP的感觉吗 有点爱了 沈叔堂跟傅川对视了一眼 能看到彼此眼中青涩的笑容 酸酸甜甜的 莫名的刻骨铭心 时间眨眼过去了一个月 傅川每个星期 都会跟傅林儿 约好时间地点进行治疗 虽然过程让傅林儿十分痛苦 终归还是起了一点效果 至少傅林儿的头痛症发作 没有那么频繁 傅林儿的抱怨越来越少 甚至希望傅川每个星期 能治疗两次 这样能更快治疗傅林儿的头疼症 傅川拒绝了 欲速则不达是一方面 现在傅川跟傅林儿接触 就发自内心地抗拒 一个星期见两次 恶心 傅林儿有求于傅川 让傅家人都不敢来骚扰 倒不如 说傅川离开傅家 是他们早就希望的 这一切才像是步入正轨 别的不说 傅子称绝症都没怎么发作 这一个月来 天天追着勤俭跑 做舔狗 别提多开心 傅青青还是傅川的专业课老师 她的艺术品味素养 深受班上的学生喜爱 执教态度一如既往的高冷 严谨一概 能力没的说 比起原本执教的张老师 一针见血多了 对于傅川的态度 傅青青回到了以前 没有开口 没有主动 傅川乐得傅青青 变成以前那样 免得跟先前那样 烦着傅川 傅川在毕卡索的平台 渐渐有单 加上沈书堂跟于尔的推荐 还有勤工俭学的2000块工资 足够傅川撑到高考结束 到时候上大学 再申请国家补助 未来再朝着美好发展 傅川从未觉得 人生如此自由 不受约束 早课自习 主管老师是傅青青 傅青青穿着白色的羽绒服 双手插兜 坐在讲台前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傅川正攻读着 上次周日沈书堂 交给傅川的方程式 方凯威忽然鬼鬼祟祟的 凑到了傅川的耳边 川哥 老师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傅老师有什么关系 干嘛这么说 你没察觉吗 你刚才做题的时候 傅老师偷偷看了你五次 加上你们都幸福 我在想你们是不是远房亲戚呢 总不能说 傅老师跟之前闹上热搜的魔独女老师 是看上了我们川哥 这个小鲜肉了吧 我跟他没有关系 傅川并未故意欺骗方凯威 跟傅家断绝关系迟早的事情 傅青青现在在傅川心中 不过就是一个刚好给傅川上专业课的老师 别无其他 只要傅青青 别来恶心傅川 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反正傅川又不会掉几块肉 既然傅川这么说了 方凯威看破不说破 笑嘻嘻地开口 没关系就好 铃声响起 早自习刚结束 班长唐倩随即走上讲台 穿着校服 一尘不染 满脸胶原蛋白 眉宇带着一股青春浪漫的气息 像是邻家妹妹 称得上是高三二十七班的班花 深受班级里的男生喜爱 同学们 圣诞节快到了 学校有任务 让我们搬出一张关于圣诞节的作品 参选成功的学生 有学分加成 有想法的人可以来找我 等唐倩公布完这件事后 又刻意来到了傅川的面前 傅川同学 你有想法参加吗 我 算了吧 学分这种东西 对于傅川来说可有可无 他又不是学生会成员 能竞选会长 更何况 现在都高三 很多学生会成员都隐退了 傅川同学 我看得出来 你的技术是我们班最厉害的 隔壁二十八班 一直在跟我们二十七班竞争 输人不输阵 只要你肯参选这次圣诞节作品 二十八班 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傅川的水平 是整个班里的顶尖 这是公认的存在 为了不让傅川难做人 唐倩刻意压低了声音 确实啊 川哥 二十八班 那群崽子太嚣张了 你要不亲自出马整治一下 他们真怕翻了天 换谁都没有那个大口气说 一定能赢二十八班 作为纪事一中 为二的两个绘画特长班 每个班里 都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天才 方凯威唯独相信 傅川能够碾压他们 傅川无奈 他可是重生而来 比起现在的高三艺术生 多了很多经验 这么比较有点大人 欺负小孩的味道 不过跟班长打好关系 以后要有什么事容易解决 想到这傅川点了点头 行 那我参加吧 行啊 有傅川同学在 这次二十八班的人 嚣张不起来了 唐倩开心地离开了 傅青青目光复杂地 看着傅川 现在傅川 已经成为了班级里的焦点 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傅青青能感觉到 傅川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他的身边 已经没有属于傅青青的位置了 好疼 傅青青控制不住地心疼 傅林二劝告过傅青青不能低头 必须变回以前那样 可是回不去了 成为傅川的老师 越是见证傅川的才华 傅川的冷漠 傅青青的心 已然失去了自我的控制 第五十四章 你的心真的是石头做的 傅青青回到办公室 拿出手机 打开相册 一张张翻阅着傅川的作品 每一幅画完美无缺 得天独厚 完全不像是这个年纪 该有的成熟跟画风 更像是在战场经过无数次淬炼 照彻万川的常见 天才之中的天才 在傅青青翻阅到偷拍的傅川上课的照片 眼眸闪过了一抹痛苦 傅青青没有一张傅川以前在傅家的生活照 甚至连以前傅川的笑脸都忘记了 她朝着傅青青喊着无解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笑着的呢 傅川的笑容 还有可能再绽放在傅青青的面前吗 呵呵 沦落至此 怪得了谁呢 只能怪傅青青自个 傅老师 傅老师 一道声音忽然从傅青青耳边炸响 傅青青下意识地收起手机 发现是教导主任 尴尬地笑了笑 张主任 怎么了 张主任笑眯眯的开口 你刚才看的是不是叫傅川的学生 嗯 果然被看到了 傅青青正想解释 结果张主任开口 正好 我有个消息 让你带给傅川同学 他被选中参加省理高中生艺术比赛了 这是报名表 什么 傅青青微微一正 张主任 这个比赛一般都不让高三生参加的 既是有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新海艺术学院 因而带动省理举办的艺术比赛格外隆重 没有在国内艺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拿推荐 根本无法直接跳级参加这种省级的比赛 只能先从儿童赛 县级赛 市级赛 一步步打响名气 傅川以前都没参加过这些比赛 怎么可能突然被选中参加省理的艺术比赛呢 是新海艺术学院好泽教授推荐的 没想到 好泽教授发现了傅川这么个好苗子 好泽教授估计都能光明正大内推付穿上新海艺术学院 这是先行一步抢夺好学生了 导师看上好苗子提前布局抢生员在学术界并不少见 关键那是好泽教授 在世界艺术平台都有话语权的超级大佬 这样的大佬对傅川格外关爱 哪怕是济世一中的教导主任 都觉得学校出了这么一个天才学生 脸上有光 这孩子的未来不可限量啊 我 我知道了 等张主任离开 傅清清不由地咬紧了包唇 傅川在变得越来越优秀 他的才华已经锋芒毕露 遮掩不住 有很多人都开始惊艳 关注 未来傅川的身边只会有更多的人徘徊 这样傅家人还能够在傅川心中排有位置 挤进去吗 傅川正在跟鱼尔发信息 就这么说好了哦 学弟 明晚西安小区见 OK 方凯微疲颠疲地跑了过来 川哥 傅老师叫你过去一趟 知道了 傅川淡淡应了一声 傅清清已经一个月都没私底下找傅川 平日里走廊相见都是彼此无事 想到今天早上方凯微说的傅清清 一直偷偷关注着傅川 又不知道这个女人想做什么幺蛾子 等傅川来到办公室 站到傅清清的面前 傅老师 傅川 你看看这个 傅清清将张主任给的报名表交给了傅川 傅川看到报名表的时候愣了一下 这是你给我报名的 那一刻傅清清张了张嘴 竟有点想要承认是他给傅川报名的 这样傅川会不会因此有点感激傅清清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闹得那么僵硬 不求能回到以前 至少傅川的心里不能没有傅清清这个姐姐 随即转念一想 傅清清意识到这到底有多荒唐 词乃谎言 终归会被戳破 到时候傅川只会更看不起傅清清 别说傅川看不起 就连傅清清都为刚才生出来的念头蒙羞 他竟然想要顶替好泽交 受成了这个功劳 天哪 傅清清一定是疯了 是好泽教授给你报的名 傅清清说出这句话 有点有气无力 好泽教授 傅川一瞬间明白了 好泽教授的良苦用心 这次比赛名次拿得够钱 成绩出众 好泽教授就有权限内推傅川 甚至能提前去新漫艺术学院参加 自主招生 早日脱离高三生活 这是被选中的天才学生的权利 傅川珍惜地将报名表收了起来 道 还有事吗 爸妈今天晚上的飞机 哦 跟傅川已经没有关系了 傅清清绝望地开口 你和我们这些姐姐昔日无视你的好 我无话可说 但是妈那么疼你 心心念念想着你 难道你对妈都没有一丝丝感情了吗 傅川 你的心真的是石头做的 一点动容都没有了 第五十五章 傅川不会再给他们伤害自己的机会 心心念念 傅川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忍不住笑了 如果那个女人真的心心念念我 出国三个月 怎么一条信息都没有发给我 还有 傅清清 你看看这个吧 傅川拉开右手校服的衣袖 露出好几道彻骨的伤疤 伤疤交叉 构成了一个 万 到现在疤很明显 可见当时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这 这不是 你在孤儿院的时候 受的伤吗 错 这就是你 那个心心念念的妈 居没造成的 傅清清被惊得半天 才说得出话来 这不可能的 这伤疤那么深 妈怎么会 信不信随你 傅川拉上衣袖 转身离开 居没是个 彻头彻尾的疯子 上辈子傅川 还是傅家人的舔狗 自以为这个亲妈内心 有着傅川 只要傅川 坚持对家人好 他们迟早会 敞开心胸 接纳傅川 实则居没在家的时候 表面清和 暗地里对傅川 做了惨无人道的事情 不只是手臂 连带着后背 前胸 都被居没用烧红的刀子 磕上了印记 手臂的伤疤 因为居没 第一次对傅川动手 没有经验 导致傅川感染严重 送进医院ICU 抢救了两天两夜 居没说是 傅川不小心 被废铁刮伤 导致了破伤风 连医生都提出了质疑 那个时候 傅川已经舔狗成性 帮着居没撒谎 才没让此事深究 这件事 还是在亲生父亲 傅政超的默许下发生的 傅川之所以 患上抑郁症 正是在痛苦 与猜忌之间 差点逼疯了自我 他不知道表面 和蔼可亲的父母 为什么要对傅川 做出这样 惨无人道的事情 他们坚持 找回傅川 对傅川的爱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连这都是假的 傅川还有活在 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吗 傅川不知道 具体原因 但是这辈子傅川 不会再给他们 打着父母的旗号 肆意伤害傅川的机会 绝对不会 傅轻轻呆呆地 坐在椅子上 他想到那次傅川受伤 居没急匆匆地 抱着傅川 从地下室走出来 说是傅川的手臂 不小心被废铁割伤 突然陷入昏迷 还进了ICU 医生说是感染严重 不像是破伤风 居没坚持 傅川苏醒之后 听了居没的说法 说是自己不小心的 只是那个时候 傅川看着居没的眼神 多了几分迷茫 惧怕 那一天地下室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真的跟傅川说的那样 那道血淋淋 害得傅川 差点死去的伤疤 是居没用刀子割的 居没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应该啊 傅川走出办公室 立马给好泽教授 拍了报名表的照片 发送过去 不一会儿 好泽回应了 呦 办事挺麻利的 小川啊 以你的实力 在比赛拿到好 名次不难 尽力就行 加油 傅川 谢谢好泽教授 我一定不会辜负 您的期待 抱拳 好泽 还有 你上次送给我的礼物 很实用 谢谢你 傅川嘴角勾 起一抹糊度 那些礼物 都是沈书堂 精心为傅川准备的 好泽教授这个地位的 大拿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精心准备 又符合好泽教授喜好的礼物 可以说是 给傅川 加了很多印象分 想到明天晚上 要带给沈书堂的惊喜 好 一定要努力准备了 放学后 傅川来到了精品街 一家店门口 等待着鱼眼 突然间手机震动了一下 傅川打开一看 是毕卡索来了 新的客户咨询 闪光喵喵喵 主页展览 都是你的作品 一个不正经的本子画师 是的 金主大大 请问有什么需求 闪光喵喵喵 给我来一幅犬夜叉里 结梗的同仁图 要类似这样感觉的 谈好要求之后 对方很痛快就下了单 加完绿泡泡 刚好鱼眼来了 鱼眼 穿着粉色羽绒服 跑得气喘吁吁 捂着胸口 抱歉 学弟 让你久等了 没有 我们快买好东西 回去公寓吧 鱼学姐 哎哟 知道你心心念念你的沈学姐 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鱼眼 故意打句道 傅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挠勺 鱼学姐 别嘲笑我了 好了 不开你玩笑了 开冲开冲 傅家 傅彩月甩着两只脚 哼着小曲 在沙发玩着平板 四姐 傅子琛甩下书包 飞奔来 扑进了傅彩月的怀中 傅彩月抱着怀中的傅子琛 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 哎呀 子琛弟弟 你回来了 最近有没有乖啊 四姐 我一直都很乖 你最近忙不忙啊 忙啊 连我喜欢的动漫二创图 都来不及去翻了 还好明天 爸妈回来要去接机 我终于有机会 喘息一下了 想到这副彩月 唇角轻钩 闲来无事上 必卡索翻翻 没想到 翻到了个最近 势头正火的新人画师 还冲上了平开的新人榜 看作品 确实有几分本事 应该是哪个大神开的 马甲小号 不然新人三无号 哪里有机会上榜单 风格副彩月 还是第一次见 独出新才 特立独行 又有新的二次元 同仁图能收藏了 哇卡卡 第五十六章 我要你做我的男朋友 哦 傅子琛的声音 忽然变得很低落 虽然傅川自动离开傅家 搬到外面去住 傅子琛理应开心才是 这样 傅子琛就少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不用担心傅川跟傅子琛 抢夺傅家人的关注 只是傅川变了 真的变得很奇怪 上辈子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辈子 傅川竟然对傅家人不屑一顾 难道傅川也重生了 每当傅子琛脑子里浮现出这种可能性 就会想到 傅川不要山水炼春图跟秦家的婚事自动排除 这原本是属于傅川的荣华富贵 他怎么可能会舍得不要 就这么离开傅家呢 子琛弟弟 你怎么了 我只是想傅川哥哥了 傅川哥哥突然从傅家搬出去 我在想 是不是我害的 因为我的存在 让傅川哥哥感觉为难了 傅子琛在傅彩月面前 哭唧唧装可怜 随他吧 都是十七岁的大人了 该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傅彩月才懒得插手这种事情 反正傅彩月只占对姐妹们的想法 反正要他们哪一天 真的改变了对傅川的看法 傅彩月也会对傅川好一点 这样不用思考长脑子 太舒服了 说到底 还是亲妈从泰国回来之后 突然闹死闹活要找回傅川 不然他们都快忘记 还有这么一号亲弟弟 傅子琛除了身患绝症 在傅家的表现无可挑剔 傅川离开就离开吧 一切都能回到以前 正好 哎呦卧槽 傅彩月突然抱了句粗口 怎么了 四姐 我想到妈当初执意找回傅川 对傅川挺好的 傅川突然搬出傅家 要是妈知道了 我怕又要生出什么事端了 不会吧 四姐 妈对傅川哥哥那么好 会尊重傅川哥哥的选择 傅子琛闻言反应显得十分平静 傅子琛知道 居眉找回傅川的用意是什么 一点都不慌 倒不如说居眉 将傅川重新带回傅家也好 这样傅子琛能看到傅川 被居眉灵虐地生不如死的样子 总比现在好像输了 傅川一头的感觉好多了 更怕傅彩岳的转变 知道傅彩岳对傅川那么冷漠 是跟着大众 如今傅琳儿 每星期给傅川治疗头疼症 傅心灵跟傅卿卿 对傅川的态度也很暧昧 至于三姐傅月卿 因为前阵子搞出那么多麻烦事 直接跑出国去免受责骂了 说的也是 子称弟弟 你跟秦俭的事情 你真的是认真的 傅彩岳听过秦俭 给傅子称的难堪 都家道中落了 还那么一副小姐脾气 说实话傅彩岳不认为 秦俭是傅子称的良人 即便傅子称身患绝症 光是这一点就注定她 难以找到真爱 我试认真的 四姐 我真的不想在有限的人生 放弃我一见钟情的女人 呸呸呸 说什么话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子称弟弟 好了我不多说了 你自己喜欢就好 谁叫傅子称偏偏对秦俭 死心塌地了呢 傅彩岳没办法 只能在心底里 祝傅子称幸福了 傅川跟鱼尔 已经买好东西 弄着大包小包返回西安小区 远远看到一道人影站在楼下 玩着手机疯狂跺脚 等得急不可耐的样子 等她看到傅川的时候 瞬间眼眸一亮 朝着傅川走过来 傅川 我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活生生相是傅川的女朋友 鱼尔瞪大了双眸 看了看傅川 又看了看秦俭 你们两个认识 不认识 傅川冷冷开口 秦俭怎么知道傅川在这里租房 鱼尔 你怎么在这里 秦俭在宴会 见过鱼尔几次 印象深刻 秦俭不得不承认 一点鱼尔 长得确实很漂亮 在秦俭见过的美女中 只有沈淑堂 能咽压鱼尔一筹 特别周围人 都夸赞鱼尔那么优秀 听得秦俭耳朵 都起茧子了 安安骂鱼尔 真是个超级大骚货 这么小 就会讨人欢心 长大了还了得 鱼尔 颇为无语地开口 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你找傅川学弟有什么事 你是傅川的女朋友吗 管得那么宽 本身秦俭这性格 就是谁都不服 不爽就干 连父子称的面子秦俭 都敢不给 更不用说早就 让秦俭不爽的鱼尔了 鱼尔表示 自个儿真是躺着也中枪 秦俭这女人 今天吃火药了吗 攻击力那么重 难道是因为傅川 鱼学姐 你先拿着东西上去吧 行 鱼尔才懒得跟秦俭一般见识 她还有准备 给沈书堂惊喜的重要任务呢 提着东西走进了公寓 傅川冷冷地看着秦俭 你到底有什么事 傅川 你让一个大美女 跟你商量事 就站在公寓门口 未免太不知道 怜香西域了吧 走着 我们去附近的 黄牌咖啡厅坐坐 秦俭摆出一副 勉为其难的态度 还好心安小区 坐落在济世的繁华中心 黄牌咖啡厅秦俭 去过几次 那边有售价800块的猫氏咖啡 金牌咖啡师现磨现做 味道还行 入得了秦俭的嘴巴 我没空 你有事就说 没事我走了 傅川丝毫不给秦俭脸面 瞬间让秦俭脸色 十分难看 傅川一个 不受宠的傅家少爷 敢给秦俭甩脸色 傅子称那么受宠的巴不得 做秦俭的舔狗 粘在屁股后面 甩都甩不掉 待遇还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想到今天 找傅川的目的 秦俭只能够忍着怒火撒娇道 傅川 要不奶茶店也行啊 我总不能陪在你这里说话吧 我有事 你想说就说 不想说改天吧 傅川可不是傅子称 那种贪图未来秦家 崛起的舔狗 指望傅川纵容秦俭 做梦 上辈子做傅家人的舔狗 傅川都纵容不下去 更不用说现在了 你 眼见傅川真的要走 秦俭急了 赶紧拉住了傅川 行吧 傅川 我不跟你遮遮掩掩的了 我要你做我的男朋友 第57章 你真的很惹人烦 我拒绝 傅川一副 早有预料的果断拒绝 反倒是将秦俭整不会了 为什么 做我男朋友 哪里亏待你了 我长得那么漂亮 还是秦家千金 因为我不喜欢你 而你找我做你男朋友 只是为了拒绝傅子称 傅川点名了秦俭的目的 所以说 傅川才讨厌秦俭 刁蛮任性就算了 可以说是 原生家庭的教育失职 还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霸道无比 上辈子跟秦俭相 出了那么长时间 傅川深深明白 秦俭骨子里 就是坏的 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做 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只顾着享受快乐 说了无数次不知道悔改 自私自利 你说错了一点 傅川 你长得那么帅 符合我男朋友的标准 傅子称是个病秧子 颜值也是 远远不如你 我才不想要履行什么狗屁婚约 嫁给他做寡妇呢 我全家人都是这么觉得的 秦俭不吝啬承认 他是严狗 并非是 一定要傅川不可 而是这个婚约秦家 无法主动接触 只能寄希望于傅川的身上 本身秦俭的婚约 就是跟傅川定下来的 要不是 傅子称这个病秧子 突然说什么 对秦俭一见钟情 秦俭 可以好好跟傅川谈一场恋爱 现在 傅子称帅 都帅不掉 烦死个人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与我无关 在秦俭解释的时候 傅川已经转身 走进了公寓 随着房卡一刷 自动拉伸门打开 傅川走进去后 秦俭反应过来 秦俭用力拍打着门飞 傅川 你干什么 你跟傅家的事情 别牵扯我 还有秦俭 你真的很惹人烦 上辈子没来得及 说出口的话 傅川 这次终于有机会说出来了 抛下这句话后 傅川走入电梯 留下秦俭站 在门口气得半死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 拒绝秦俭 傅川 还是第一个 秦俭 只能眼睁睁盯着 傅川上的电梯楼层 气得咬牙切齿 傅川 你以为这样子 就能简单甩开我 做梦 等下一个 进入公寓的人打开门 秦俭火速冲到了六层 秦俭不知道 傅川住的什么房间 只能够一尖尖敲门 有的没开 有的出来的人 根本不是傅川 等秦俭 将六楼的房间 都搜查了一遍 傻眼了 他被傅川完了 人家根本不在六层 哈哈 那一遍 傅川正在十六层的公寓 布置着场地 于尔整理着东西 看向傅川 学弟 秦俭 没有多为难你吧 他为难不了我的 傅川已经不是舔狗了 谁都要挟不了他 只有傅子称 这种贪图情家权势的人 才会心甘情愿 被秦俭玩弄 于尔转了转眼珠子 似乎想说些什么 欲言又止 于学姐 不介意的德华 我跟你说说 我的事情吧 啊 于尔吐了吐舌头 不过傅川愿意说 他自然洗耳恭听 早就八卦地 要死傅川 跟秦俭的关系 还有于尔得为 闺蜜沈树堂看好学弟 要不被其他野女人 抢走了怎么办 结果 傅川言简意该 说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于尔待了 足足一分钟 紧接着眼眶泛红 泪光闪烁 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于学姐 傅川被吓了一跳 他都没怎么详细说 不至于让于尔 这么共情吧 突如其来的哭泣 把傅川给整不会了 赶紧拿来纸巾 递给了于尔 于尔接过纸巾 毫无美女包袱地 吸着鼻涕 一边抽烟地开口 学弟 你这件事跟堂堂说过吗 傅川摇了摇头 我想跟沈学姐说 沈学姐说 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 就用自己的秘密 跟我交换 他还不知道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堂堂 对你那么特别 学弟 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 陪在堂堂身边 不要离开他好吗 这是只有傅川 才能做到的事情 于尔做不到 于尔想要看到 沈叔堂得到幸福 即便这个幸福 不是于尔 给予沈叔堂的 只要沈叔堂笑着 于尔就满足了 好 傅川只能够 被动接受地点了点头 于尔这句话 跟傅川不祥的预感 重叠到了一起 难道沈学姐家里 出了跟傅川 类似的事情 傅川想要了解 沈叔堂的一切 包括她的痛苦 快乐 悲伤 喜悦 如今沈叔堂 还无法完全放开 接纳傅川 总有一天傅川会做到 一定会的 第58章 我要去接傅川回来 一日 早上9点 傅林儿等人 特意请了假 早早等候在机场的VIP室 见到傅政超跟居梅走出来 傅子称手捧鲜花走上前去 开心地叫道 爹爹 妈咪 子称 几个月未见 见到宝贝儿子傅政超 跟居梅别提多开心了 收下了傅子称的鲜花 居梅还对着傅子称 又亲又抱的 傅林儿走上前来 爸 妈 晚上吃饭的地点我定好了 现在先回家休息休息 嗯 傅政超点了点头 同傅林儿并肩 走在最前面 顺带着商量公事 其余姐妹则是陪着居梅在后面 有说有笑 傅政超压低声音 沈氏集团那边情况如何了 我再尽力 这次同傅氏集团 一起争夺 沈氏集团合作案的公司很多 其中不乏几家 跟傅氏集团实力相当的公司 所有人都盯上了这块香波波 想要更上一层楼 没有必要的杀手锏 谁都无法说清楚个鹿死水手 傅政超跟居梅 这么快从国外回来 就是盯上了沈氏集团这块肥肉 连带着海外业务都先放下 没有着急扩展了 我听说沈董很疼爱 他跟前妻的女儿沈书棠 捧在手心里 生怕融了化了 如果能够从沈书棠身上下手 另辟蹊径 说不定会有效果 可惜连子称都无法接近沈书棠 傅林儿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连傅子称都无法靠近的沈书棠 如今跟傅川关系很好 如果傅川愿意开口求沈书棠 合作案成功率肯定暴涨 奈何跟傅川的契约内容在 必须求得傅川只能够闭口不言 傅林儿尽力想要隐藏傅川搬出去的事实 然而一上劳斯莱斯 居梅像是想到了什么问道 林儿 傅川呢 我跟你爸回来 怎么他没有来接机啊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傅林儿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他最近忙着高考的事情 去学校附近租房子住了 比较方便 你说什么 傅川搬出了傅家 刚才和颜悦色的居梅一下子变了脸 妈 傅川是为了准备高考 不行 得赶紧把他找回来 傅川搬到学校哪里去了 快开车过去 居梅似乎对傅川离开傅家 有着绝对的禁忌 失去了平日里的沉稳 杂杂呼呼的就要去公寓 将傅川找回来 这副模样 把傅林儿等人给整猛逼了 傅清清猛地想到了 在学校傅川跟他说过 居梅暗地里虐待傅川的事情 原本傅清清不相信 和蔼可亲的母亲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不像是那种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可是看到居梅这么紧张的样子 难道居梅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婆 还是傅政超开口 重重咳嗽了一声 居梅这才像是回过神来 看着傅林儿 他们都抱着诧异的目光 看着自个儿 连忙解释道 我是想着 好不容易将傅川找回来 他是我怀胎九月生下来的亲生儿子 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他去外面租房住 我不放心啊 居梅的解释天衣无缝 任谁都找不到破绽 只当是亲妈心疼 自个儿子 这也是傅林儿 他们当初必须赶走傅川 对傅川冷漠的原因之一 不然傅子称见到居梅这样 肯定会很伤心 夜幕降临 沈书堂按照羽尔发来的信息 于晚上七点来到了西安小区 即将开门的那一刻 沈书堂深吸了一口气 用力推门而入 砰砰砰 无数彩带朝着沈书堂飞了过来 恭喜堂 堂开新书住院堂堂前程四景 新书大火 成为大神带我们飞 羽尔说完之后 丢掉手里的礼炮 跟沈书堂来了个热情的拥抱 哎呀 没有一点心意 沈书堂嘴巴这么说 脸上的笑容却出卖了他 别提多开心了 谁不喜欢被人宠着 捧在手心里呢 堂堂 话别说得那么前头 这次有心意的来了哦 羽尔神秘一笑 朝着厨房那边 喊了一声 学弟 可以了 好 傅川按下了开关 客厅灯光熄灭 刹那间挂在天花板的牵纸盒 灯泡亮了起来 一个接着一个盘旋上空 像是扶摇直上九万里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在旋转的灯泡中间 放置着一个蛋糕 蛋糕上面画了 沈书堂的小人模样 左右两边 是沈书堂新闻男女主的名字 羽尔十分满意地看到 沈书堂惊喜的样子 这次够别出心裁了吧 堂堂 这是你想出来的 嘿嘿 我是帮忙执行了 具体是学弟想出来的 他的花招多 还是第一次帮你庆祝开新闻呢 我就知道 沈书堂微笑着 看向从厨房走出来的傅川 真是谢谢你了 学弟 傅川回忆一笑 学姐 开心吗 开心啊 怎么不开心呢 我就怕新闻扑街 浪费了你们的一番好意 突然间觉得压力山大了 第59章 你想过人死后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的吗 呸呸呸 笨蛋堂堂 怎么能长他人志气 你也自己威风 这个时候就应该信誓旦旦地说 新闻大火 火出世界 火出地球 学姐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跟沈书堂相处这段时间来 傅川知道沈书堂 对他创作的每部作品 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每一个人设 主线 支线 剧情都经过了缜密思考 甚至还特意花大价钱 去购买人设的同仁图 这样的天才少女不活 还有谁活呢 不怕别人比你天才 就怕别人比你天才 还比你努力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沈书堂嘴 脚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 借你们急言了 好了 来切蛋糕 我肚子饿了 就你馋嘴 吃完蛋糕 喝了水果酒 没几杯鱼影 就喝嗨了 小脸发红 瘫坐在沙发上 手臂不停挥舞着 啊 来 再喝 再喝啊 沈书堂拿出手机 对着鱼影 点击了录制功能 你看这个影 真的是迅了 才喝没几杯 就醉了 说完沈书堂 朝着傅川使了个眼色 真的太迅了 这么说你很勇哦 喝喝我超勇的 配合着沈书堂演戏 傅川再喝了几口水果酒 话说喝水果酒都 能够醉成这样 鱼影真的是个人才了 磨一会儿鱼影 彻底醉到了 沈书堂早就习惯了 拿出毯子给鱼影盖上去 帮鱼影在沙发躺好 说你不行 还要逞强 沈书堂朝着傅川 比了个去阳台的首饰 超勇的学弟 拿两瓶水果酒 我们去阳台康康吧 傅川默然 他该不该给学姐接一下 是不是登顿郎 嗨嗨 等沈书堂跟傅川来到阳台 看着繁华都市夜景 清风吹拂 喝着基本零度的水果酒 别提多畅快了 傅川的呼吸有点不自然 身边少女的香味 无时无刻 不再挑逗着傅川的感官 傅川自以为重生一世 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了 刚开始见沈书堂的时候 都没这么别扭 这一次却有些控制不住心跳 沈书堂在不知不觉 已经走进傅川的心 成为谁都无法代替的白月光 一抹月色 驱散黑暗 照彻万川 四海八荒 谢谢你 学店 好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了 沈书堂眸光柔和地 看着傅川 再次发自内心的感谢 我也是 学姐 傅川跟沈书堂干杯 喝了一口水果酒 畅快地 哈了一口气 学姐 祝你西文大火 早日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 傅川朝着阳台外 大声喊了一下 一时间惊奇无数灯光闪烁 各路人都在找声音 从哪边传出来的 晚上八点半 达不到扰民的程度 沈书堂愣了一下 随即猛地灌了一大口水果酒 鼓起勇气 闭上眼睛 手变成了阔音器 学弟 祝你早日作品得奖 成为世界文明的画家 我靠 卧槽 又来秀恩爱 当单身狗还不够惨事吧 哪一对狗男女站出来 老子磨刀霍霍像猪羊 听声音还他妈是小鬼吧 这么快早恋 不行 叔叔我都还没女朋友呢 亏劝分 人家天生一对狼才女帽 岂能容你这个妖怪反对 沈书堂跟傅川躲在了阳台下 盯着彼此 心照不宣地笑了 人生啊 总是要做一些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才叫活过 回忆 纪念 学弟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做 嗯 心都还在砰砰跳 还好影喝醉了 不然铁定被笑死 实不相瞒 学姐 我也是第一次 哈 原来学弟 你做了坏事 容易耳朵红 真刺激 沈书堂掏出手机 对着傅川的耳朵 拍了一张加闪光灯的照片 丢给傅川看 耳朵果然红的充血 傅川挠了脑后脑勺 学姐明明是社恐 怎么做了坏事脸 还那么白 一点都不害羞啊 估计脸上没怎么表现 心脏都快跳出胸口了 不是学弟 你掀起的头 怕是我这辈子 都没勇气这么做 沈书堂拍了拍胸口 谋若星光 我想起了四皇里的公元勋 更有马公生 在夜晚的钢琴教室捉鬼 经过小桥的时候 突然跳进了河里 骑着自行车 在后座站起来 张开双臂 追赶着前进的火车 做了好多匪夷所思 在旁人眼中 看起来很傻的事情 原来是这种感觉 太美妙了 人临死之前 鼓足勇气做出的每一件事 落下的每一个回忆 都是人世间最绚烂的烟花 绽放 陨落 消失 成为了不可言说的感情 傅川没有回话 眼神定格在沈书堂脸上的雀跃 月光洒在沈书堂的身上 显得如此魔幻 美得不像是现实世界 会出现的人 轻轻一戳 就会破灭 如果可以 傅川想跟沈书堂 去做这些事情 看似很傻 却又很开心 回味无穷 笨笨的事情 沈书堂看着夜空 傅川看着沈书堂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 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便知灵断章 少男少女的心 似在这一刻插上翅膀 飞向了广阔无垠的黑夜 暖暖的彼此靠近 学弟 你想过人死后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的吗 第六十章 如果明天就要 死了你最想去见谁 学姐 傅川惊讶地看着沈书堂 我有想过 上天堂 下地狱 天堂是否有神明 地狱是否有十八层 到底属于东方馆 还是西方馆 投胎转世 真的存在吗 是否有人出生 还带着一点前世的记忆 随着长大渐渐消失呢 沈书堂伸出指尖 在空气画板描绘着他的梦 说了很多很多 傅川有些担心地开口 学姐 你有点喝醉了 放心 我没醉 我是真的想过人死了之后 会遇见什么 如果有重生 会到哪个年岁 穿越的话哦 最想去大唐看看盛世风华 眼儿说他 比较想穿越到大明 他看 明朝那些事 看了很多次 比较知道大明的历史 活下去的几率大 不过最好还是不穿越了 没网络 没手机 没水电会封掉 分分钟落地成河 沈书堂撩了撩发丝 笑容依旧浅卷温和 这一刻 傅川感觉 明明距离沈书堂很近 两个人却无比遥远 看不懂沈书堂的内心 碰触不到他的喜怒哀乐 你呢 学弟 如果明天就要 死了你最想去见谁 如果你觉得自己重生 会到什么时候 穿越最想要去哪个时代呢 沈书堂十分轻松地问着傅川 像他这种写小说的人 就喜欢天马行空 胡思乱想 有时候胡编乱造的梦境 变成现实之中小说的灵感 说不定傅川的话语 会给沈书堂 带来全新的体验呢 这个问题 短暂地难住了傅川 傅川在大脑认真想了一遍 最终摇了摇头 我没有想见的人 从小到大 没有人珍惜过我 想要去懂我的喜怒哀乐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孤独地活着 为了一丝丝的光明 宁愿亲近所有 却变成别人肆无忌惮 伤害我的理由 尽管对于傅家人傅川 早已经变得不在意 傅川惋惜的 不舍得只是他的人生 如果没有重生一次的机会 傅川的人生彻彻底底 因为家人毁掉了 学弟 学姐不要觉得我太唐托 跟学姐认识不长时间 学姐 极有的帮助 温暖早已经超出了 我这一生遇见所有的人 如果明天我就要死了 那么我想见的人就是学姐 只要有学姐在就足够了 如溺水的人会拼了命 去捉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身处于黑暗的人会拼了命 去追逐一抹月光 在傅川的内心 沈书堂就是这样的地位 无可动摇 如果能重生的话 我就重生到遇见学姐的 第一天就好了 我会努力跟学姐成为朋友 有学姐在相信 我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光明璀璨 而不是身陷地狱 无法自拔 穿越的话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朝代 说架空历史啊 玄幻世界太过遥远了 那我也选唐朝吧 相信学姐想看的大唐盛世风光 不会让我失望的 不过我没什么信心穿越之后活下去 除非能给我个系统就好了 傅川想说的 想做的 都是依照沈书堂给予的模板刻画 傅川无法言语 在他糟糕无比烂透了的人生中 沈书堂的存在 就是一缕月光 照亮了垃圾场里 唯一能逃出去的路 引领着浑身破烂的傅川 跌跌撞撞前行 重生之后 依旧如此 傅川能够如此轻松地回答这些问题 正是因为有沈书堂在身边啊 原来真的是这样 沈书堂的声音带着几分通透 心安 再喝了几口水果酒 稷儿开口 学弟 你还记得吗 我说过 秘密只有互相才是等价交换 现在我有点想说了 关于我的事情 学姐 当你想交换的时候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傅川的答案一直没有改变过 沈书堂沉默片刻 稷儿开口 当年我爸 跟我妈是一见钟情 他们在济世宜中就谈了恋爱 一直到大学 研究生 长跑了十几年 步入婚姻殿堂 我爸告白就是在济世宜中的凤凰花树下 结果凤凰花树还在 一如既往 但他们已经走散了 傅川心想 难怪经常看到学姐 站在济世宜中的凤凰花树下 呆呆地望着凤凰花开 果然是因为学姐父母的事情 还留了那幅画 傅川不敢去问沈书堂 是不是他们父母一方出轨了 怕触及到沈书堂内心 无法言语的忧伤 沈书堂看出了傅川的想法 解释着 他们不是不爱了 而是我妈得了病 见动症 霍金那个病 你听说过吧 刚开始还能够叫我的名字 跟正常人一样 不到两年就急速恶化 连说话都说不出来 必须乘坐轮椅 奄奄一息 我那个时候还小 什么都不懂 甚至觉得这样的母亲很可怕 不愿意去接近 当我长大后 什么都懂了 她已经去世 我来不及了 小时候的沈书堂 活泼开朗 跟鱼眼的性格一样 长大后反而变得色恐 被人说是高冷的月光 这段经历 确实给了沈书堂很大的心理阴影 连时间都无法治愈 这块裂开的伤疤 我爸很疼爱我 从来没有怪过我什么 只是我所做的一切 即便这样的父亲 后面娶了个女人 生了属于他们的孩子 父亲是喜欢他的 说他长得很像是年轻时候的母亲 继母对我很好 没有童话故事的恶毒剧情 只是我觉得自己 不属于那个家 特别是看着他们围绕在 新生弟弟的身边 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第61章 唯有过往 最为伤人 沈书堂清楚地记得 弟弟三岁那年 懵懵懂懂 在沈书堂的房间玩耍 不小心打碎了沈书堂的东西 父亲只说 他会给沈书堂再买一个 让沈书堂 不要跟弟弟计较 他还小 什么都不懂 是啊 弟弟不是故意的 沈书堂知道 什么都知道 只是父亲忘记了 那是母亲还活着的时候 亲手做给沈书堂的陶瓷礼物 那是独一无二 这个世界 谁都无法再复制的东西 沈书堂打从那一刻 绝望地察觉到了 他已经不属于沈家 父亲对于弟弟的宠爱关注 远胜于沈书堂 想要离开 却没有果断离开的理由 如今沈书堂是当红小说家 有着支撑一辈子的版权收入 他该离开吗 该吗 也许这就是上天对坏女儿的惩罚 我妈临终之前心心念念 盯住我爸 一定要照顾好我 他为了我亲近所有的爱意 在他最失落痛苦的时候 我却因为害怕逃开了 这种愧疚感 犹如枷锁绑住我 不停沉入海底 我无法面对他的遗像 面对我们的过去 甚至不敢面对我的父亲 面对继母 面对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沈书堂将脸埋在了膝盖里 背部靠在了阳台的墙壁 声线很轻 万般过往 最为伤人 这些记忆 让沈书堂作茧自负 将他困住了 想要尝试着挣脱 发现挣脱不开 每一次动弹伤口 就像是撕裂剧痛 牵扯血肉 久而久之 沈书堂选择将记忆埋藏于心底 彻底麻木 只是夜深人静 时而有梦摩席来让沈书堂惊醒 一夜无眠 除了鱼眼 沈书堂这是第二次 将心里的话倾吐而出 在沈书堂心中 傅川是不一样的 跟他是同一种人 沈书堂不喜欢暴露弱点 不祈求他人的安慰 他说着这些话虽然悲伤 但不想傅川会怜悯他 只是单纯的秘密交换 他付出 他付出才是双向奔赴 而不是抢求一个人倾吐 自己却不付出什么 那叫逼着人做舔狗 抬起小脸看向傅川 毛子微微泛起涟漪 他在等待 跟沈书堂类似经历的男孩 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傅川抿了抿唇 所以学姐每一本小说 最终结局 都是主角一家人整整齐齐 幸福快乐的生活吧 你 学姐 抱歉 之前我撒了个小慌 其实真正认识你之前 我没看过多少你的小说 后来恶补了你所有的作品 不管主角开局 中途经历了什么 最终他的亲人都会留在身边 义无反顾地支持着 文字是心灵的写照 映照出了沈书堂的渴望 他的内心 沈书堂哑然一笑 是啊 文字真的很神奇 我可以随心所欲 创造出想要的故事 我笔下的主人公父母 不管前妻失踪 还是被反派捉走了 最后都能就回来陪着主角 有读者说过我这样不够印象深刻 我只是觉得 人生够难过了 不想让我亲手 创造出来的孩子一样难过 在沈书堂眼里 费尽心血创造出来的人物 当确定他们名字 赋予人设 一段段颠沛流离的人生剧情 深入之后 他们已经不单纯是纸片人 而是他的孩子 这样的悲伤沈书堂 一个人品尝就够了 他们值得幸福 说实话 学弟 我想过很多 你听到这段故事的反应 只是没想到 你会用我写的小说截局开头 不像是影儿听了之后 哭得稀里哗啦的 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难受 因此请假了一个月没去学校 天天陪着我呢 沈书堂一脸轻松 那 学姐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很满意 谢谢你 沈书堂发自内心的感谢 傅川是认真地了解过 沈书堂的一切 一语点破 傅川觉得他总算 往沈书堂的内心靠近了一点 尽管沈书堂的话语很少 轻描淡写 尚未将一切都全盘拖出 至少在沈书堂的内心 已经将傅川视为认可的人了 这一点发现 着实让傅川雀跃不已 沈书堂歪着头看向傅川 所以呢 你的秘密 愿意说给我听吗 当然可以 其实跟学姐有点像 傅川说了 被找回傅家后续发生的事情 他们一样 为了原生家庭烦恼 不同的是 傅川有着可以果断离开傅家的理由 沈书堂没有 沈书堂的父亲 还是爱着这个女儿 原配已死 在婚后 有了属于他们的孩子 终归有了界限 即便他不觉得这样 在沈书堂的内心 已然有了无法越过的那条线 从那个男人忘记了生母的遗物开始 沈书堂可以在外面租房 短暂逃开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 他有才华 有足够的金钱支撑 去做想做的任何事情 不用再看父亲脸色 终究还是要回去面对这一切 这个世界 竟然有这么奇葩的父母姐姐 沈书堂叹为观止 要不是从傅川嘴巴里说出来 沈书堂压根不相信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像沈书堂这样 因为母亲得病去世 父亲再娶 组建了新的家庭 加上同父异母的弟弟还小 他们自然更多的关注和偏爱 放在了弟弟的身上 忽略了沈书堂的感受 这样的人生 在重组家庭并不少见 傅川这个被人拐走 在孤儿院里 经历人情冷暖 而后被亲生父母 找回去 还被姐姐们辱骂 漠视 只是为了一个收养的假少爷 太奇葩了 第62章 打上火花 傅川自嘲一笑 如果我能早点明白 人心是五不热的道理就好了 不过现在还不算晚 至少我已经开始了 重启人生的第一步了 现代社会生存 第一是钱 第二是有持续生前的能力 这一点 傅川能够自我解决 等高考结束后 就不用再受制于傅家了 在傅川思考的时候 右手突然间被沈书堂紧握 小小的掌心 一点点的暖意 像是要焚尽傅川的身体 傅川瞬间平住了呼吸 大脑一片空白 学姐 你 学弟 有什么事一定要跟学姐说 学姐会帮你的 沈书堂无比认真的对傅川开口 救赎傅川 就像是在救赎着沈书堂自己 缘分让他们相遇 在这大千世界的小小一环 如果真的有命中注定 傅川跟沈书堂面对的困境如此相似 沈书堂无法从泥泞之中正脱而出 找不到鼓起勇气去做的答案 至少认可的学弟 他有能力去将傅川拉出来 砰砰砰 心跳加速 体温升高 傅川无法耍帅地说 他会处理好这一切 这样的关切太过温暖 让人感觉像是在 做着一场美梦 不愿意醒过来 谁会忍心去抗拒这样的 救赎 千言万语的感受 最终化成了一个字 好 傅川在内心默默补上了一句 如果可以 请你一直这样看着我 抓着我的手 不要放开 有你在 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跟动力 才会感觉 这个世界是需要我 还有等待着我的美好 而不是贯彻一生的绝望跟痛苦 沈书堂微微一笑 学弟 真拐 赞扬似的摸了摸傅川的头 傅川忍不住笑了 这种感觉 怎么似曾相识 沈书堂站起身子 看着夜空星光点点 伸了个舒舒服服的懒腰 学弟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还会这么果断离开这个家吗 学姐 想听实话吗 我问你 当然是想听实话 沈书堂期待着 傅川的答案 想知道 傅川换作沈书堂的立场 会做何抉择 我不知道 傅川十分诚实地开口 按照学姐所说 学姐的父亲 是爱着学姐的 只是你们没有办法地走上了两条路 渐行渐远 而我从家人身上得到的 只有冷漠 痛苦 换作我是学姐 我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离开 这是属于学姐的人生 我不想因为自己违心的想法左右 学姐的答案 随心而想 随风而动 不管学姐做什么选择 我都会站在 学姐身边支持你的 面对傅川灼热的目光 沈书堂撩了一下发丝 笑着点头 你说得对 学弟 这是我的人生 应该由我来做决定 而不是依靠你来逃避 又被你上了一课 秀 忽然烟花升空 打上花火 碰 巨大的声响之后 绽放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芒 真好看啊 似乎有什么 一直背负着 无法解除的重担 卸下来 沈书堂的声音变得轻松不少 傅川站到了沈书堂的身边 自信地开口 明天一定万里晴空 正如学姐新书开启 乘风破浪 要是明天下雨了 我拿你是问 学弟 好了 学姐 别吓我 傅川跟沈书堂看着烟花 说着玩笑话 互相打闹 原来幸福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只要身边有踏踏 就足够了 夜色渐渐深了 傅川帮着沈书堂 将半梦半醒的雨影 送上了出租车 哎呀 快栽 再喝 再喝呀 雨影 还嘟囔着说梦话 典型的嘴巴硬 身子软 试一下 就知道深浅了 学弟 我送雨回家 明天见咯 明天见 学姐 早点休息 互相吐露心声秘密后 傅川跟沈书堂 看着彼此的眼神 有些不一样了 傅川回到房间 只觉得精神满满 今天晚上 估计睡不着了 身体还在亢奋 想要将发生的一切 彻底铭记 索性画画算了 参选学校的圣诞节主题作品 还有金主大大厦的 犬夜叉 结梗同人图 傅川像 是浑身充满了力量 灵感 画笔一拿 宣泄而出 无比澎湃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凌晨三点 大功告成 傅川拍了样图照片 发给了 闪光喵喵喵 就上床睡觉了 那一遍 傅彩月还在房间 刷着大佬们 创作的二次元 同人视频 难得有这样的空闲时间 可以不用理会 公司的事情 过段时间 又要苦逼地 回去上班做社储 连最喜欢的二次元 都没时间看了 傅彩月得 好好恶补一段 下一秒收到了一本 不正经的本字画师 发来的绿泡泡 这么快 傅彩月挑了挑眉 本着花钱 就要追求完美品质的 商人念头 傅彩月点开图片 打算好好批判批判 结果 画得太好了 完全挑不出毛病 惊艳了傅彩月的大脑 要说傅彩月 都是纵横二次元 多年的老粉了 加上出身富家 艺术细胞 跟品位从小都有锻炼 不是顶级大出的作品 都入不了傅彩月的眼睛 之前看上一个 不正经的本字画师画廊作品 只是觉得兴起 现在傅彩月真的服了 他也许挖掘出了一颗 璀璨无比的宝石 就这样的水平 在毕卡索平台 假以时日绝对大火 趁着现在人家预约 还没爆炸的时候 赶紧多邀请几幅作品 才是上上之策 我很满意 就这么传电子版给我 还有我在下鸡丹 杀生丸 艾伦 耶格尔 炭治郎 武当王爷 傅彩月没有一点犹豫的疯狂下单 顺带着 还在平台 给傅川疯狂打赏 第六十三章 冲上新人榜第一 一日 傅川定了早上六点的闹钟 起床之后 下意识看了一眼手机 就被一连串的信息 给震惊了 金主大大 闪光喵喵喵喵 给您打赏了一个灿天猴 金主大大 闪光喵喵喵 给您打赏了一个五湖四海 金主大大 闪光喵喵喵喵 给您打赏了一个超级火箭 傅川一下子入账了一万多块 再看到闪光喵喵喵 在绿炮炮发过来的信息 一连串的下单 整得那叫一个财大气粗 毕卡索平台 不缺乏富哥富婆 只要看上眼的画师 都愿意砸钱捧着 那些五星级的大佬 更是商单无数 还放了好几个广告位 这些杂到 傅川一个三无的星号上 就匪夷所思了 这辈子傅川 没有大马甲的引流 纯纯一个新人 记得上辈子 收到这些 打赏都是 傅川魂毕卡索的第三年了 闪光喵喵喵 这个操作 让不少毕卡索的用户 齐齐跑到了傅川的账号下留言 说傅川是不是哪个大佬的星号 傅川放 在画廊展示的作品 确实可圈可点 不像是萌星 才创建账号 就开了好几单 身份证 马甲 骨灰连带着给你羊了 就算借其他人的身份证开号 都很容易被举报 爱惜羽毛 想长期发展的画师 都不敢在毕卡索刷新集 只能够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脚印 初单成长 闪光喵喵喵 这个操作 直接让傅川冲上了 毕卡索的新人榜第一 得到了巨大的曝光量 抱歉 金主大大 我现在才看到 见 都见 像这么爽快 大气砸钱 又不废话乱挑毛病的金主 简直每个画师的梦中情人啊 见闪光喵喵喵 一直没回复 傅川先去准备早餐了 七点的时候 沈书堂准时抵达 小区就在学校附近 走着过去 只需要五分钟 他们可以悠闲地享用早餐后 再去学校上课 吃着猪肉青菜粉条的时候 傅川忽然抬起脸 学姐 我有一件事问你 闪光喵喵喵 是不是你 沈书堂正吃着青菜 听到傅川这句话 眨了眨眼睛 闪光喵喵喵 你怎么知道这个马甲 竟然是学姐 傅川只是试探性的疑问 没想到还真的是 心里盛开的向日葵 瞬间凋零了 原来是学姐 为了帮傅川登上 新人榜第一的宝座 故意下单的呀 沈书堂将青菜吞下 扑刺一笑 傻学弟 瞎想什么呢 闪光喵喵喵 这个用户很出名 魂二次元图圈的 经常有看到 啊 诺 沈书堂点开了几个 二次元图圈app 都能看到 闪光喵喵喵喵出没的身影 人家显然是不差钱的主 看上的画师随便打赏 像这样财大气粗 又不挑适的买家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每次闪光喵喵喵 出现底下 都能看到一大堆田狗 只希望闪光 喵喵喵喵 能逛逛他们的主业画廊 万一被傅婆看上 就是长期饭票 傅川这才心满意足 我这是被傅婆包养了吗 什么事啊 学姐 你看 傅川将闪光喵喵喵 下单打赏的事情 说给了沈书堂听 哦 沈书堂的反应 十分平淡 学姐 你的反应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对于你的实力 这是正常的 我不早说了吗 沈书堂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还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以傅川 对于绘画作品的才华 跟实力 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 火是迟早的事情 沈书堂一点都不意外 不说 沈书堂的目光 就连好泽教授 见到傅川都跟发现 西式珍宝的样子 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多少画师挤破脑袋 想给好泽教授赏识 无异于比登天还难 傅川一幅画 就让好泽教授视若珍宝 含金亮杠杠的 嘿嘿 傅川挠了挠后脑勺 虽然上辈子火过一次了 这辈子能那么快火 登上毕卡索的新人榜第一 真是出乎预料 经过这次曝光以后 找傅川下商单的用户更多 这样傅川度过高三生涯 甚至上大学都没什么压力了 还哦 学弟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飘哦 沈书堂拿筷子 对准傅川晃了晃 啊 你竟然怀疑 是我给你打赏 帮你冲上新人榜第一的 哼 沈书堂鼓了鼓嘴巴 这次 他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沈书堂可以帮助傅川 但不会在这种时刻 让傅川对事业发展 产生错误的判断 唯有靠自身实力 拿到的胜利果实 才有意义 傅川走过来的路 就是之前沈书堂第一次 写小说的经验之谈 于尔知道沈书堂 开始写小说闹着 要给沈书堂打赏刷数据 赢在第一起跑线 都被沈书堂拒绝了 这些操作只能够锦上添花 绝对不能雪中送炭 在小说大火的时候 适当运营出圈 贩卖版权 抵达更好的高度 可以 想要走长久的路线 必须以自身实力支撑 沈书堂相信傅川 能够很快做到 对不起了 学姐 傅川双手合十 一脸哀求 光是道歉不行哦 学弟 今天晚上陪我去个地方 我就放过你 当然可以 第六十四章 跟学姐参加元旦晚会 傅川来到学校 将已经画好的 圣诞节参选作品 交给了唐倩 唐倩拿出来观赏 一番惊艳无比的教导 太棒了 傅川同学 你果然是天才 我立马送到老师办公室去 班长 我想看看 傅川同学的作品 班长 我也想看 等傅川同学 得奖了不就可以看了 走着瞧吧 唐倩抱着作品 谁都不给看 免得被有心之人 透露给二十八般的人 火速冲出教室 引来了一阵哀嚎 等傅川回到座位 方凯威拍了拍傅川的肩膀 川哥 看来你真是我们班 公认的天才 大家对你没有嫉妒 只有佩服 过奖了 傅川反应淡淡 作为一名 众生者现在他的水平 自然是碾压高三的学生 祈求心愿回应的 未来征途 是星之大海 自然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成就 觉得满足 方凯威满眼的恭敬 这淡淡的装逼气息 霸气侧漏 不愧是川哥 上完第二节课 有一个戴着眼镜 长相较好的凶大萝莉穿着校服 徘徊在高三二十七班门口 不停张望 在被人发现后 小声说明了来意 傅川 有学妹找你哦 傅川正靠着窗背着英文单词 听到有人找放下了课本 来到了教室外 您好 傅川学长 我叫宁兰 是学生会副会长 宁兰飞红的小脸 在傅川的面前 有点战战兢兢 引得傅川 不由得失声一笑 她看起来 那么像吃人的怪物吗 话说现在的学妹营养 都那么好的吗 瞧宁兰的兄 都快把校服 给撑爆了 炯 有事吗 宁兰尽力 整理好情绪开口 傅川学长 学校打算 举办元旦晚会 本质上 我们不应该邀请高三的学长 学生会搜集过学生的投票 傅川学长牌 到了第二名 为了记事一中的传统 我还是得来询问一下 傅川学长有时间参加吗 傅川知道这个惯例 记事一中 举办类似的晚会 需要学生上台表演节目 学生会会 负责收集学生们的建议 例如抽出几名高票获选的学生 上台表演 满足学生的心愿 当然一切都以自愿为原则 高票获选的学生 不想要表演 也不会抢球 以前傅川填过这种东西 向来跟这种热闹是绝缘体 没想到 今年重生后 竟然排到了第二名 真是世事难料 第一名肯定是 记事一中 笑花沈书堂了 包括复读的一年 已经是四年罢吧 沈书堂从来没答应过 要参加晚会表演 即便于尔 担任记事一中 学生会会长的时候 都一样 别人以为沈书堂高冷 实则人家是轻微社恐 压根不喜欢这种场合 司机这副川摇了摇头 我不行 除了新金主 闪光喵喵喵的单子 傅川还得备战 省级高中生会画比赛 争取拿个好名次 好进新海艺术学院 这种需要提前演练 花费时间的元旦晚会 傅川真的爱莫能助 可是傅川学长 学生们高票投选 是你跟沈学姐的合作表演 我们已经找过沈学姐了 沈学姐今年难得松了口 说是 只要你答应的话 她就愿意上台表演 你说什么 傅川彻底愣住了 沈书堂竟然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傅学长 跟沈学姐愿意上台 我想今年的元旦晚会 一定会成为 既是一中历史性 纪念的一课 虽然学校强调以 自愿为原则 还是拜托你了 傅川学长 请给我们带来 最难以忘怀的一碗吧 宁兰朝着 傅川九十度鞠躬 发自内心的恳求 最终傅川 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只是要了宁兰的联系方式 表示考虑考虑 打发宁兰走了 随即拿出手机 给沈书堂发了信息 说了学生会 找傅川的事情 沈书堂 你想参加吗 傅川 比起这个 学姐愿意参加 才是让我最震惊的 学姐不是不喜欢这种场合吗 沈书堂 还记得昨天 晚上我们在阳台大喊的豪言壮志吗 学妹找我的时候 我一阵恍惚 就要从巨师义中毕业了 也许临走前 做一些从未想过 匪夷所思的事情 反而会成为 难以忘怀的记忆 学弟 我还没有信心 需要有你在我身边 砰砰 看着沈书堂发过来的文字 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 一下子撩动了傅川的心弦 明明知道沈书堂 没有多余的男女之情 他们只是很好 很好的朋友 心跳还是 忍不住为之枷锁 等傅川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答应了沈书堂 跟他一起参加元旦晚会 沈书堂 那我跟学妹说了 节目还有表演方式 我们今天晚上商量一下 好 上课铃声响起 傅川回到教室 不由得在内心感慨一句 哎 真的是美色误人啊 不过 跟学姐一起在 记事宜中的元旦晚会表演 真的会成为 傅川一生 难以忘怀的记忆吧 这么想想 真的不赖呢 第65章 除非 你死掉 午休时间 傅川跟沈书堂 约在了天台 一边吃午饭 一边说着元旦晚会 要表演的节目 学弟 你唱歌还行吗 一般般 不过我懂点乐器 沈书堂眼睛一亮 乐器 吉他会吗 会 傅川有点苦笑 说来学会吉他 真是讽刺 是傅子琛 交给傅川的 以前傅川 在傅家看着傅子琛 做音乐 引得姐姐们的夸奖 心中羡慕 傅子琛看出了这一点 主动提出 教傅川音乐 好让傅川 得到姐姐们的关注 那个时候 傅川同情傅子琛 身患绝症 又见傅子琛 如此真诚 没有丝毫的怀疑 以为傅子琛 是真的认可 傅川这个哥哥 费尽心血 从傅子琛那儿 学会了吉他演奏 想着在姐姐们面前 表演博得关注 换来的是冷眼 嘲讽 说傅川 再怎么学都 不可能从丑小鸭 变成白天鹅 想要跟傅子琛比 痴人说梦 傅川后之后 绝明白了 心中厌恶你的人 你的存在 哪怕呼吸 都是错的 心中爱着你的人 就算你吃喝嫖 读武读俱全 他们照样将你当作宝贝 总归一句话 不被爱就是原罪 无论是友情 爱情 亲情 一旦成为舔狗 注定是彻头彻尾的书架 行 那我已经有主意了 沈淑堂说了他的计划后 傅川有点担心 学姐 你真的可以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想要尝试一次的想法 只要学弟你在我身边 我相信可以的 沈淑堂朝着傅川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跟昨晚 在阳台内喊的勇气一样 换作以前的设恐新人 做梦都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然而那个时候 就是有股热情 催动着沈淑堂 跟傅川一起喊了出来 若人生 只剩下短短一瞬 那么就在这一瞬 战放出最绚烂的烟花吧 不管将来如何 只需要在现在 超越自我 找回自我 留下深刻 且难忘的回忆 就足够了 傅川用力点了点头 成君此诺 匕首一声 下午上专业课的时候 傅清清 忽然把傅川叫了出去 傅川不耐烦地开口 老师 有什么事 面对傅川的疏远 傅清清早已习惯 心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之刺疼 妈想要见你一面 傅川冷笑一声 有什么好见的 她一个虐待变态狂 傅川 她可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啊 你怎么可以说出 这样的话 对你来说是亲生母亲 对我来说 就是个刽子手 如果她再来骚扰我不介意 公开这件事 我一个穷学生没什么 你们傅家 就要丢大脸了 傅老师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上课了 傅川知道 傅家人最看重的 就是面子 声誉 特别现在傅家 跟沈家的合作案 正在关键时期 傅政超跟傅林儿 拼了命得拉资源 争取想跟沈家扯上关系 万一失败亏的 就不只是金钱 还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们得求着 傅川这个亲生子别闹事 傅川 到底要怎么做你 才能够少一点力气 你这样对我 这样对你的亲生母亲 你真的开心吗 听着傅青青的话 傅川只回了他一个SB的眼神 傅青青冷漠绝情 居眉私下虐待 傅家没一个 将傅川当人看待的 还要傅川 少一点力气 如果傅川有系统 杀人不犯法 一气之下真的 将傅家人骨灰给扬了 可惜现实就是现实 傅川 只是个有上辈子 画师经验的众生者 没法像小说电影 那样呼风唤雨 看谁不爽弹指 一瞬间秒成灰烬 为了傅家傅川 已经糟蹋过一次人生 休想傅川再被拖入傅家这个泥沼 想要我少一点力气 除非 你死掉 傅川抛下这句话后 不去看傅青青惨白的脸色 回到了教室 解决完专业课的事情 傅川还要去大礼堂 跟沈书堂排练 元旦晚会的节目 金主大大厦的同仁商丹 还有省级绘画比赛 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着呢 傅家人的事情 赶紧死一边去 死掉 傅川竟然让我死掉 傅青青站在原地 喃喃自语着 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楚 从心脏蔓延全身 无法抗拒 让傅青青情绪都无法整理好 蹲在地上 捂着嘴巴 如果是以前傅川怎么可能 对傅青青 对她的亲无解说出 如此绝情的话语 傅川宁愿自己去死都不舍得 让傅青青受到一点一滴的伤害 除了让傅青青去死 真的无法修复他们的关系了 傅青青不过以前 对傅川冷漠了一点 她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 缓缓飘落的枫叶 像思念 手机响了 傅青青看着 是居美打过来的电话 机械地按下了接听键 妈 傅川拒绝跟你见面 她怎么会拒绝 电话那边明显愣了一下 说出这句话 有些底气不足 跟他们 这些当初面对傅川冷漠的姐姐 不是一个性子 傅青青想到了傅川口中所说 居美的虐待 虽然觉得 离谱至极 居美怎么可能会对亲生儿子 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是试探性地开口 妈 之前您跟傅川 在地下室 傅川突然受重伤 昏迷送进医院的事情 您还有印象吗 哦 是有这么一回事 算了 傅青青 傅川还要上课 我先回去 改日再来找她 第66章 我是妈妈呀 傅青青敏锐察觉到了 居美想要逃避这个问题 内心不由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难道真的跟傅川说的那样 傅川手上的伤疤 是居美留下来的 并非是以前在孤儿院受的伤 他们这些姐姐 对傅川就算再狠 顶多就是末世 冷漠 山巴掌 将傅川送进警察局 让警察好好教育教育 不会给予更多的肢体伤害 可是傅川手上 那道伤疤如此深刻 已经变成了印记 这辈子都不可能去除 想到居美有 可能对傅川 做了无法挽回的事情 这才是导致傅川 无法原谅傅家的导火索 傅青青呼吸 变得十分难受 等傅青青回到教室 坐在椅子 垂着头 一副被剥离了灵魂 失魂落魄的模样 教室内的学生都察觉到了 傅青青身上 散发出一股沉闷的气息 方凯威低声询问着傅川 川哥 你跟傅老师聊了什么 怎么傅老师回来之后 这么沮丧的样子 就问了一下 圣诞节作品参选的事情 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跟傅川没关系 傅川也不想管 画好了作品 傅川举手示意 拿起书包就走出教室 打算去跟沈书堂会合 这一次傅青青没有多说什么 甚至不敢去看傅川一眼 在傅青青心中 刚才居美的态度 已经将答案呼之欲出 倘若居美真的背着他们 暗地里虐待傅川 甚至闹得将傅川送进了ICU 这罪过真的太大了 傅青青不敢想象 和蔼可亲的居美 会做出这种事情 亲生母亲到底对他们 隐瞒了什么 傅川穿过走廊的时候 忽然一道身影 从办公室走出 刚好挡在了傅川的面前 见到眼前这个女人 傅川眯了眯眸眸子 透着古危险的气息 还真是说 曹操曹操就到了 傅川的亲生母亲 居美 很多次傅川都在想 她到底跟傅家 有没有血缘关系 为什么七个姐姐 为了傅子称 对傅川如此冷漠 为什么亲生父亲 视若无睹 亲生母亲 表面看似 对傅川很在意 暗地里 却肆无忌惮地 伤害着傅川 就算上辈子舔狗入脑 傅川还是不死心地 拿着他们的毛发 去做了两次DNA鉴定 结果是 99.9999的吻合度 说明傅川 确实是傅家一世的真少爷 却得到了所有人 不敢想象的待遇 傅川 居美没想到 会在这里撞上亲生儿子 面露欣喜之色 下意识地 伸手想要握住傅川的手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却被傅川 不动声色地避开 傅川 你怎么了 我是妈妈呀 这里没有其他人 还在假装什么好母亲的样子 不累吗 居美女士 傅川冷冷地嘲讽着 居美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僵住了 傅川 我 我不明白 你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是不是我要提醒你一下 这道伤疤怎么来的 傅川掀开衣袖 露出居美画出来的那道 万字伤疤 你用一把不知道 哪里弄来 袖极斑斑的匕首 抓着我的手硬生 生化出来的 因为这道伤疤 我进了ICU 差点死掉 你敢说你忘了 居美咬了咬嘴唇 傅川 我说过这件事 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你答应了我不告诉给其他人 为什么老五 在电话的时候 会突然提起 当年地下室那件事情 言语间 似乎还在埋怨着 傅川不守信用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太蠢 明明可以将这件事情闹大 报警 告你虐待亲生儿童 将你送进监狱 这次回来你 急匆匆找我 就是为了继续在我身上 留下伤疤 好满足你那变态的 施虐欲望吗 留下这道伤疤 害傅川差点死掉 居美曾经痛哭流涕地 跪在傅川的病床前 紧紧握着傅川的手 说他已经知道错了 再也不会对傅川 做这么过分的事情 傅川在病床奄奄一息 终归 还是看在亲生母亲的忏悔 分上相信了居美一次 起先居美 确实说到做到 直至某个特定的月圆之夜 居美偷偷对傅川下了迷药 将傅川带到了地下室 再次用那把匕首 在傅川的被捕 留下了伤疤 再次将傅川送进了医院 再意识到居美的母爱 全都是谎言 是他化身恶魔的伪装 对傅川下毒手的渠道 傅川的世界观 彻底崩溃了 重度抑郁症也是 在那个时候患上 直至上辈子 跟傅子琛一起出车祸的时候 都还没有治愈 这辈子 也许是健全的身体 加上傅川 彻底看清了傅家人 放弃了对亲情的执念 如今见到居美 傅川身体里 没有涌动着恐惧 绝望 再平常不过 傅川 妈妈答应过你这件事 不会再有了 妈妈只是一时间糊涂了 才会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不相信妈妈 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居美痛苦无比地开口 演技之后 连傅川一时间都看不透 有了上辈子的经验 傅川再相信 居美她就是猪狗不如 亲生母亲 外人看来 你是傅家 唯一对我好 对我笑的母亲 在你离开国内这些天 你有想过问候我吗 有给我发一条信息吗 你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家族群 有父子称的存在 天天在家族群里 早安晚安 而我就被你这个 亲生母亲 排挤在外 像是一个小丑 第67章 早已经不单纯是学